反右需要一一记轻,弄得我头大如斗。 坦白说,临考前一天,我整天举着双手,对着十个手指一一摸松着,总算是记住了所有的左和右。 但我光顾了计题上的左右,把真正的左右都忘了,以后总也想不起来。 后来在美国开车,我老婆在旁边说往右拐或者往左拐, 我马上就想到了陈都秀或者王明,弯却拐不过来,把车开到了马路牙子上,把保险杠撞坏。 后来改为旧耳朵,情况才有好转,保险杠也不坏了,可恨的是这道题还没考。 一门课就把我考成了这样,假如门门都是这样,肯定能把我考的连自己是谁都忘掉。 现在回想起来,幸亏我没去考文科,幸亏我还有这么点自知之明。 如果考了的话,要么考不上,要么被考傻掉。 我当年的考游里,有志文科的背功都相当了得。 有位仁兄准备功课时是这样的,时冬腊月,他穿着件小棉袄, 龙着手在外面溜达,弓着个腰,嘴里念念叨叨,看上去像个跳大声的老太婆。 你从旁边经过时,教主他说,来,考你一考。 他才把手从袖子里掏出来,袖子里还有高考复习材料,他把这东西递给你。 不管你问哪道题,他先告诉你答案在第几页,第几自然段, 然后就像炒豆一样背起来,再去尾段下来,告诉你这里是豆号还是句号。 当然,他背的一个字都不错,连标点都不会错。 这位仁兄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学,对这种背功我是真心羡慕的。 至于我自己,一杯东西就困,那种感觉和煤气中毒以后差不太多。 跑到外面去挨洞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却要像开闸一样往下流,看起来深不雅。 我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倒会好过些。 说到数学,这可是我最没把握的一门课,因为没有学过。 其实哪门功课我都没学过,全靠自己瞎琢磨。 物理化学还好琢磨,数学可是不能乱猜的。 我觉得自己的数学肯定要砸,谁知最后居然还急了阁。 听说那一年发生了一件怪事,经教某中学毕业班的学生,数学有人教的,可考试成绩通通是零但,连个得0.5分的都没有。 把卷子调出来一看,都打得满满的,不是白卷。 学生说,这门课听不大懂,老是让他们死记硬背来的。 不管咱们说吧,也不该都是零分。 后来发现,他们的数学老师也在考大学,数学得分也是零。 别人知道了这件事都说,这一班学生的背功真是了德。 不是吹牛,要是我在那个班里,数学肯定得不了零分,老师让我背的东西,我肯定记不住。 既然记不住,一分两分总能得到。 第四十章,盛装五步,出入大学的门槛。 我发现有个同学和我很相像,我们俩都长得人高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而且都能言善辩。 后来发现,他不仅和我同班,而且同宿舍,于是感情就很好。 每天吃完了晚饭,我要在校园里散步,他必在路边等我,伸出手臂说,年兄请,这家伙把我叫做年兄,好像我们是同科的进士或者举人。 我也说,请,于是就手臂挽着手臂,有点像一对情人,在校园里六七弯来,一路走,一路高谈阔论。 像这个样子,在美国是有危险的,有些心胸狭隘的家伙会拿枪来打我们。 现在走在上海街头,恐怕也不行,但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北京的一所校园的角落里六六,还没什么大问题。 当然,有时也有些人跟在我们身后,主要是因为这位年兄伯骨通筋,满肚子都是典故,而我呢,如你所知,能胡编是我吃饭的本事,我们俩聊,听起来蛮有意思的。 有些同班同学跟着我们,听我们胡扯,从纪晓兰一路扯到爱因斯坦,这些前辈在天之灵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可能会不高兴。 到了其中期末,功课繁忙,大家都去准备考试,没人来听我们胡扯,散步的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们俩除了散步,有时还跳跳踢踏踏舞,严格的说还不是踢踏舞。 此事的起因是,这位年兄曾在内蒙插队,对马儿极有感情,一看到电视上演马术比赛,尤其是盛装舞步,他马上就如痴如狂。 我曾给他出过这样的主意,等放了暑假,你会插队的地方,弄匹马来练练好了。 他却说,我们那里只有小个子蒙古马,骑上去他就差不多了,咱忍心让他来跳舞,再说,贫下钟目也不会答应。 他们常说,糟蹋马匹的人不得好死。 然后,他忽然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阿雅年兄,咱们俩合起来是四条腿和马的腿一样多吗? 他建议我们来练习盛装舞步,我也没有不同意见,反正吃饱了要消消食。 两条大汉扣着膀子乱跳,是有点古怪,但我们又不是在大街上跳,而是在偏僻小路上跳,所以没有妨碍谁。 再说,我们俩都是出了名的特立独行知识,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干部,全都懒得来管我们。 后来有一天,有个男同学经过我们练习舞步的地方,记得他是上海人,戴富小眼镜,他看了我们一阵,然后冲到我们面前来说,像你们俩这样可不行,不像话。 说完就走了。 这位同学走了以后,我们停了一会儿。 年兄问道,刚才那个人说了什么? 我说,不知道。 这个人好像有毛病,咱们怎么办? 年兄说,不理他,接着跳。 直到操练完毕,我们才回宿舍拿书,去阅览时晚自习。 第二天傍晚,还在老地方,那位小眼镜又来了。 他皱着眉头看了我们半天,忽然冲过来说,那件事还没公开话呢。 说完就又走了。 这回我们连停都懒得停,继续我们的把戏。 但不要以为我们是傻子,我知道人家说的那件事是同性恋。 很不巧的是,我们俩都是坚定的异性恋者。 我的情况尚属一般,年兄不仅是坚定的异性恋,而且还有点骚,见了漂亮女生就两眼放光,口若悬河。 当然,同样的话,年兄也可以用来说我。 所以实际情况是,说我们俩是同性恋,不仅不正确,而且很离谱。 那天晚上,那位眼镜看到的,不是同性恋者快乐的舞蹈,而是一匹性情温良的骏马在表演左夸步。 文化人类学指出,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会发生误解。 明明你在做这样一件事,他偏觉得你在做另外的事,这就是件误解的例子。 你若说,我们不该引起别人的误会,这也是对的。 但我们躲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老子一边乱嘀咕。 我和年兄在校园里操练舞步,有人看了觉得很可耻,但我们不理睬他。 我猜这个人会记恨我们,甚至在心里用孟夫子的话骂我们,无耻之耻,无耻矣。 我们不理他,是因为他把我们想错了。 顺便说一句,孟老夫子的基本方法是推击击人,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推击往往急不了人,不管从谁那儿推出我们是同性恋都不对,因为我们不是的。 但这不是说我们拒绝批评。 批评只要稍微有点靠谱,我们就听。 有一天,我们正在操练舞步,有个女同学从哪儿经过,笑了笑说,狗撒尿。 然后飘然而去。 我们的步伐和狗撒尿不完全一样。 说实在的,要表演真正的狗撒尿步伐,非职业舞蹈家不可,远非我二人的跨骨力所能及。 但我们忽然认为,盛装舞步还是用马匹来表演为好。 我早就从大学毕业了,靠写点小文章过活。 不幸的是,还是有人要误解我。 比方说,我说人若追求智慧,就能从终得到快乐。 就有人来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一点都不懂我在说什么。 他还说,理性已经崩溃了,一个伟大的,非理性的时代就要降临。 如此看来,将来一定满世界都是疯子、傻子。 我真是不明白,满世界都是疯子和傻子,这就是民族实在主义吗? 既然谁都不明白,谁在说些什么,就应该互不搭理才对。 我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我从来不看有谈气的思辨文章,除非点了我的名以免误解。 至于我写的这种幽默文章,也不希望他被有谈气的思辨学者看到。 第41章,有关错误的故事,1977年恢复了高考,但我不信大学可以考进去,以前是推荐的,直到看见有人考进去了,我才信了。 然后我就下定决心也要去考,但文华大革命前我在上初一,此后整整十年没有上学,出了十字,我差不多什么不会了。 离考期只有六个月,根本就来不及把中学的功课补期。 对于这件事,我是这么想的,补习功课无非是为了走进高考的考场,把考题作对。 既然如此,我就不必把教科书从头看到尾。 干脆,拿起本系题书,直接做题就是了。 结果是可想而知,几乎每题必错。 然后我再对着正确答案去想,我到底忽略了什么? 中学的功课对一个成人的智力来说,并不是什么太难猜的东西。 就这样连猜带懵,想出了很多别人没有教过的东西。 乱忙了几个月,最后居然也做对了不少题。 进了考场,我忽然冷汗直冒,心里没底,到底猜的对不对,这回可要见真佛了。 现在的年轻人看到此处,必然会猜到,那一年我考上了,要不就不会写这篇文章。 他们还会说,又在写你们老三界过五官斩六将的英雄事迹,真是烦死了。 我的确是考上了,但并不觉得有何值得夸耀之处。 与此相反,我是怀着内心的痛苦在回忆此事。 别人在考场上,看到题目都会做,就会高兴。 我看到题目都会做,心里倒发起虚来。 每做出一道题,我心里就要嘀咕一番,这个做法是我猜的,到底对不对呢? 所有题都做完,我已经惆怅千节,提前半小时交卷,像丧家犬一样溜出考场。 考完之后,别人都在谈论自己能得多少分。 我却不敢谈论,得一百分和零分都在我的预料之内。 虽然成绩不坏,但我还是后怕得很,以后再不敢这样学习。 那一年的考生理,但我这样的人还不少,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怀疑自己。 有些考友从考场出来,心情激动地说,题目都做出来了,这回准是一百分。 等发榜一看,几乎是零单。 这也不说明别的,只说明他对考试科目的理解彻底不对。 下面一件事是我在海外留学时遇到的。 现在的年轻人大可以说,我是在卖弄自己出国流过学。 这可不是夸耀,这是又一桩痛苦的经历。 虽然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我却没有丝毫的幸灾乐祸。 我上的那所大学的哲学系以科学哲学著称。 众所周知,科学哲学以物理为基础。 所以哲学系的教授自以为在现代物理方面有很深的修养。 忽一日,有位哲学教授自己觉得有了突破性的发现, 而且是在理论物理上的发现。 高兴之余,发帖子请人去听他的讲座, 有关各系的教授和研究生通通都在邀请之列。 我也去了,听着倒是蛮振奋的, 但又觉得不像是这么回事。 听着听着,眼见的听众中有位物理系的教授大模大样, 掏出个烟斗,抽起烟来。 当人家讲完,他把烟斗往凳子腿上一颗, 说道,wrong story。 错误的故事就扬长而去。 既然谈的是物理, 当然以物理教授的意见为准。 只见那位哲学教授脸如猪肝色, 恨不能一头钻下地去。 现在的年轻人又可以说, 我在卖弄自己有各种各样的经历, 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 我这一生听过各种wrong story, 奇怪的是, 错得越厉害就越有人信, 这都是因为它让人振奋。 听得多了, 我也算个专家了。 有些故事, 如文革中的种种古怪说法, 还可以祸国殃民。 我要是也编这种故事, 也可以发大财, 但我就是不编。 我只是等故事讲完之后, 用烟斗敲敲凳子腿, 说一声, 这种理解彻底不对。 第42章, 迷信与邪门书, 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书, 有工具书, 科学书和文学书, 还有戴尼提, 气功师一类的书, 这些书里所含的信息各有来源。 我不愿指出书名, 但恕我直言, 有一类书纯属垃圾。 这种书里写着种种古怪异常的事情, 作者还一口咬定都是真的, 据说这叫人体特异功能。 人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可靠的知识, 有不可靠的猜测, 还有些东西纯属想入非非。 这些东西各有各的用处, 我相信这些用处是这样的。 一个明理的人, 总是把可靠的知识作为根本, 也时常想想那些猜测, 假如猜测可以验证, 就扩大了知识的领域。 最后, 偶尔他也准许自己想入非非, 从怪诞的想象之中, 人也能得到一些启迪。 当然, 人有能力把可信和不可信的东西分开, 不会把怪诞的想象当真, 但也有例外。 当年我在农村插队, 见到村里有位妇女撒一证, 自称狐仙附了体, 就是这种例外。 时至今日, 我也不能证明狐仙鬼怪不存在, 我只知道它们不大可能存在, 所以狐仙附体不能认定是假, 只能说是很不可信。 假设我信有狐仙附了我的体, 那我是信了一件不可信的事, 所以就要撒了一证。 当然, 还有别的解释, 说那位妇女身上有了超自然的人体现象, 或者是有了特异功能, 自从狐仙附体, 那位大嫂着实有益于常人, 主要表现在她敢于信口雌黄, 自己不会解释归到了狐仙身上, 但我觉得此说不对。 在学大寨的年代里, 农村的生活既艰苦又乏味, 妇女的生活比男人还要艰苦。 假如认定自己不是个女人, 而是只狐狸, 也许会愉快一些。 我对撒医症的妇女很同情, 但不意味着自己也想要当狐狸, 因为不管怎么说, 这是一种病态。 我还知道这样一个例子, 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得了癌症, 已经到了晚期, 食水拒不能下, 静脉都已扎硬。 就在弥留之际, 忽然这位老伯指着顶棚说, 那里有张祖传的秘方, 可以治他的病。 假如找到了那张方子, 治好了他的病, 自然可以说, 临终的痛苦激发了老人家的特异功能, 使他透过顶棚纸看到了那张祖传秘方。 不幸的是, 把顶棚拆了下来也没找到。 后来老人家终于在痛苦中死去。 同学给我讲这件事, 我含泪给他解释道, 伯父在临终的痛苦之中, 开始响入非非, 并且细以为真了。 我以为, 一个人在胸中抹杀可信和不可信的界限, 多是因为生活中巨大的压力。 走投无路的人就容易迷信, 而且是什么都信, 马林诺夫斯基也是这样来解释巫术的。 虽然原因让人同情, 但放弃理性总是软弱的刑警。 我还以为, 人体特异功能是件不可信的事, 要让我信他还得给我点压力, 别叫我站着说话不要疼。 比方说, 让我得上癌症, 这时有人说, 他发点外气就能救我, 我就会信。 再比方说, 让我是个犹太人, 被关在奥斯维新。 此时有人说, 他可以用一念叫希特勒改变主意, 放了我们大家, 那我不仅会信, 而且会把全部财物, 假如我有的话, 都给他, 求他一念一动。 我现在正在壮年, 处境上家, 自然想寻科学和艺术的正途, 努力地思索和工作, 以求成就, 换一种情况就会有变化。 在老年, 病痛或贫困之中, 我也可能相信, 世界上还有些奇妙的法门, 可以呼风唤雨, 起死回生。 所以我对释出有因的迷信, 总抱着宽容的态度。 只可惜, 有种情况叫人无法宽容。 在农村还可以看到, 另一种狐仙附体的人, 那就是乌破深寒。 我以为他们不是发疑症, 而是装神弄鬼, 诈人浅悟。 如前所述, 人在遇到不幸食材迷信, 所以他们又是些趁火打劫的恶棍。 总的来说, 我只知道一个词, 可以指称这种人, 那就是人渣。 各种邪门书的作者, 应该比人渣好些, 但凭良心说, 我真不知好在哪里。 我以为, 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 应以诚信为根本。 假如知识分子也骗人, 让大家去信谁, 但知识分子里也有人心 邪门歪道的东西, 这就叫人大惑不解。 理科的知识分子 绝不敢在自己的领域里胡来, 所以在诚信方面记录很好。 就是文史学者 也不敢编造实料, 假造文献。 但是有科学的技能, 未必有科学素质, 有科学的素质, 未必有科学的品格。 科学家也会五迷三道。 当然, 我相信他们是被人骗了。 老年, 疾病和贫困 也会困扰科学家。 除此之外, 科学家只知道什么是真, 不知道什么是假, 更不安弄虚作假之道, 所以容易被人骗。 小说家是个很特别的例子, 他以编故事为主页, 既知道何为真, 更知道何为假。 我自己就是小说家, 你让我发誓说写出的都是真事, 我绝不敢, 但我不以为自己可以信口雌黄, 到处骗人。 我编的故事, 读者也知道是编的。 我总以为写小说是种事业, 是种体面的劳动, 有别于行骗。 你若说利用他人的弱点进行欺诈, 干尽人所不齿的行径, 可只因为是个小说家, 他就是个好人了, 我敌死也不信。 这是因为虚构文学一道, 从河马到如今, 有很好的名声。 我还以为, 知识分子应该自尊、敬业。 我们是一些堂堂君子, 从事着高尚的事业, 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 看自己和自己的事业, 小说家也不该例外。 现在市面上有些书, 使我怀疑某人是这么想的, 我就是个卑鄙小人, 从事着龌龊的事业。 假如真有这等事, 我只能说, 这样想是不好的。 最近, 有一批自然科学家签名, 要求警惕种种伪科学, 此举来得非常及时。 老残游记上说, 中国有北权南阁两大祸患。 当然, 南阁的说法是对革命者的污蔑, 但北权的确是中国的一大隐患。 中国人, 尤其是社会的下层, 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 生活有压力时, 简直就是渴望迷信。 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 就会一哄而起, 造成大的灾难。 这种流行性的迷信之所以可怕, 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 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瘾。 宣扬科学, 崇尚理性, 可以克制这种隐患。 宣扬种种不可信的东西, 是触发这种隐患。 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 不可谓一点搞仇, 就来为祸人间。 第43章, 科学与邪道, 从历史书上看到, 在三十年代末的德国, 很多科学家开始在学校里, 讲授他们的德国化学, 德国数学, 德国物理学。 有位德国物理学家指出, 有人说, 科学现在和永远是有国际性的, 这是不对的, 科学和别的没像人类创造的东西一样, 是由种族性和以血统为条件的。 这话着实有意思, 但不知是怎么个种族性法。 化学和数学的种族性我没查到, 有关物理学的种族性, 人家是这么解释的, 经典物理是由亚里安人创造的, 牛顿、伽利略等等, 都是亚里安人, 而且大多是北欧血统, 所以这门科学是好的, 至于现代物理学, 都是犹太人搞出来的, 所以是邪恶的, 必须斩尽杀绝。 爱因斯坦是犹太人, 他和他的相对论是德国物理的死敌, 纳粹物理学家宣称, 谁要是称赞相对论, 那就是喜欢犹太人统治世界, 并对德国人永远沦为无声器的奴隶地位表示高兴。 可想而知, 爱因斯坦要是落到德国人手里, 肯定没有好。 他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早早逃到美国去, 保住了一条命。 德国数学和化学的内容是什么, 我不确切知道, 但知道, 它肯定会让纳粹科学家特别开心, 让犹太科学家特别不开心, 因为一般来说, 挨骂总是不开心的事情。 过去, 在生物学领域里, 遗传学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邪说, 所以就有种无产阶级的生物学, 这就是李森科的神圣学派。 这种学说, 我上学时听过一耳朵, 好像还有些道理, 但不知为什么一定要和遗传学过不去。 这股邪风是从前苏联传过来的, 老大哥教给我们些好的东西, 也教了些邪的外的。 身在那个时代, 不会遗传学的人会很高兴, 但也有人不高兴。 我有位老师, 年轻时对现代语言学很有兴趣, 尝几些新的英文书刊来看。 后来有人给他打个招呼说, 你这样下去很危险, 会花进资产阶级的泥坑。 我们的语言学要以一位前苏联伟认论, 语言学问题的小册子为神圣的根基, 而你正在背离这个根基。 我老师听了很害怕, 后来就进了精神病院。 他告诉我说, 自己是装疯逼活, 但我总觉得他是真被吓疯了, 因为他讲起这件事来总带着一股胆战心惊的样子。 这位老师后来贫困潦倒, 提心吊胆, 再后来虽然用不着提心吊胆, 但大好年华已过。 他对这些事当然很不开心。 我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情, 现在已经好多了。 相对论, 遗传学, 还有社会学和人类学, 都不再是邪恶的学问, 我们可以放心地学习了。 但有些事情我们还是不明白, 如果只是外行来摧残科学, 我们还可以理解, 真正能在科学领域内兴风作浪的, 都是懂点科学的人。 那些德国和前苏联的学者们, 干嘛要分裂科学, 把它搞贬侠呢? 有些史实可以帮助解释这个疑问。 从1905年到1931年, 有十位德国犹太人, 因为在科学上做出贡献, 得到了诺贝尔奖金。 这对某些以纯亚里安学童而自豪的德国科学家来说, 未免太多了些。 仅现代科学取得了很多成就, 这些成就大多不是诞生在俄国, 难免让俄国科学加起不顺。 因此就想把别人的成就贬低, 甚至抹杀掉。 对自己的成就则夸大, 甚至无中生有。 以此来证明, 种族或者这一方土地 有很大的优越性。 中国血统的科学家成就也不少, 诺贝尔物理奖, 化学奖通通拿到了, 虽然它们是美籍, 但愿我们能以此为荣。 有件事正在使我忧虑, 中国人和德国人不同。 中国人对正名白籍的种族优越 从来就不很在意的。 他们真正在意的是 想要证明自己传统文化的优越性。 最近我们听说, 从儒家到家, 阴阳五行, 周一八卦等等之中, 即将产生震惊世界的科学成就。 前不久, 我在电视上和一位作家辩论, 他告诉我说, 有位深谙此道的老者, 不用抹胶水, 脑门上能贴一叠紫钢铜泵。 这件事, 无论是爱因斯坦 还是波尔都做不到, 看来我们的诺贝尔奖 又有门了。 但我想来想去, 咱们也想象不出 瑞典科学院的秘书会 这样向世界宣布。 女士们先生们, 这位获奖的科学家 能在脑门上踢一大叠钢棒。 这是了不起的本领, 但诺贝尔奖 总不能讲给一个 很黏糊的脑门吧。 作家这样瞎说还不要紧, 科学家也有信这个的。 像这样的学问搞了出来, 外国人不信怎么办呢? 到那时又该说, 科学和人类创造的 一切东西一样, 是以文化和生活方式 特异性为基础的。 以此为基础, 划分出中国的科学, 这是好的。 还有外国的科学, 那是邪恶的, 通通都要批倒批臭。 中国数学, 中国物理和中国化学 都不用特别发明出来, 老祖宗都替我们发明好了, 中国物理是阴阳, 中国化学是五行, 中国数学是八卦。 到了那时, 我们又退回到中世纪去了。 第四十四章, 科学的美好, 我原始学理科的, 最早学化学。 我学得不坏, 老师讲的东西我都懂, 化学光懂了不成, 还要做实验, 做实验我就不行了。 用一叶管一叶体, 别人都用橡皮球吸叶体, 我老用嘴去吸, 我知道一叶管不能用嘴吸, 只是橡皮球经常找不着, 吸别的还好, 有一回我进去吸农氨水, 好像吸到了陈年的老尿罐里, 此后有半个月嗓子哑掉了。 做毕业论文史, 我做个摧取实验, 烧瓶里成了一大瓶子滤仿, 滚滚沸腾着, 按说不该往外跑, 但我的装置漏气, 一会儿就露个金光。 漏掉了我就去领新的, 新的一会儿又漏光。 一个星期我漏掉了五大瓶滤仿, 漏掉的起码有一小半被我吸了进去。 这种东西是重麻醉药, 我吸进去的滤仿足以醉死十条大忙。 说也奇怪, 我居然站着不到, 只是有点迷糊。 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把实验做了出来, 证明我的化学科学得蛮好。 但是老师和同学一致认为我不适合干化学。 尤其是和我在一个实验室里做实验的同学, 更是这样认为, 他们也吸进了一些滤仿, 远没我吸得多, 却都抱怨说头晕。 他们还称我为实验室里的人民公敌。 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继续干化学, 读死我自己还不要紧, 读死同事就不好了。 我对这门科学一直恋恋不舍, 学化学的女孩很多, 有不少长得很漂亮。 后来我去学数学, 在这方面我很有天分。 无论是数字运算, 还是公式推导, 我都像闪电一样快, 只是结果不一定全对。 人家都说, 我做起数学题来像小日本一样疯狂。 我们这一代人在荧幕上见到的日本人很多, 这些人总是头戴战斗帽, 挺着刺刀不知死活的冲锋。 别人说我做数学题时就是这么个模样。 学数学的女孩少, 长得也一般。 但学这门科学我害不到别人, 所以我也很喜欢。 有一回考试, 我看了试题, 觉得很容易, 就像刮风一样做完了走人。 等分数出来, 居然考了全班的最低分。 找到老师一问, 原来那天的试题分为两部分, 一半在试题纸的正面, 我看到了, 也做了。 还有一半在反面, 我根本就没看见。 我赶紧看看这些没做的题, 然后说, 这些题目我都会做。 老师说, 知道你会, 但是没做也不能给分。 他还说什么就是要整整你这屁股眼, 大掉了心的人。 这就是胡说八道了, 谁也不能大到了这个地步。 一门科学到了要挨整的程度, 就不如不学。 我现在既不是化学家, 也不是数学家, 更不是物理学家。 我靠写文章为生, 与科技绝缘, 只是有时弄弄计算机。 这个行当我会得不少, 从最低等的汇编语言, 到最新潮的C++全会写, 硬件知识也有一些。 但从我自己的利益来看, 我还不如一点都不会, 省得整夜补睡, 鼓刀我的电脑, 煽动加息, 最后把整个系统弄垮, 手头又没有软件备份。 于是, 在凌晨五点钟, 我在朋友家门前夺来夺去, 抽着烟, 早起的清洁工都以为我失恋了, 这门里住着我失去的恋人, 我在表演失魂落魄给他看。 其实不是的, 电脑死掉了, 我什么都干不了, 更睡不着觉。 好容易等到天大亮了, 我就冲进去, 向他借软件来恢复系统, 瞎扯了这么多, 现在言归正传。 我要说的是, 我和科学没有缘分, 但是我爱科学, 甚至比真正的科学家还要爱得多些。 正如罗素先生所说, 近代以来, 科学建立了一种理性的权威, 这种权威和以往任何一种权威不同。 科学的道理不同于夫子曰, 也不同于红头文件。 科学家发表的结果, 不需要凭借自己的身份来要人相信。 你可以拿一支笔, 一张纸, 或者背几件简单的实验器材, 马上就可以验证别人的结论。 当然, 这是一百年前的事。 验证最新的科学成果要麻烦得多, 但是这种原则一点都没有改变。 科学和人类其他事业完全不同, 它是一种平等的事业。 真正的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 这是有原因的。 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 从打孔梦到如今, 讲的全是尊卑有序。 上面说了, 拿煤球炉子可以练钢, 你敢说要做实验验证吗? 你不敢练出牛屎一样的东西, 也得闭着眼说是好钢。 在这种框架之下, 根本就不可能有科学。 科学的美好还在于它始终自由的事业, 它有点像它的一个产物互联网, internet, 谁都没有想建造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电脑网络, 大家只是把各自的网络连通, 不知不觉就把它造成了。 科学也是这样的, 世界上各地的人把自己的发明贡献给了科学, 它就诞生了。 这就是科学的实质。 还有一样东西也是这么诞生的, 那就是市场经济。 做生意的方法, 你发明一些, 我发明一些, 慢慢地形成了现在这个东西。 你看它不怎么样, 但它还无可替代。 一种自由发展而成的事业, 总是比个人能想出来的强大得多。 参与自由的事业, 像做自由的人一样, 令人身亡。 当然, 扯到这里就离了题。 现在总听到有人说, 要有个某某学, 或者说, 我们要创建有民族风格的某某学, 仿佛经它这么一规划, 以呼吁, 在它画出的框子里, 就会冒出一种真正的科学。 老母鸡咯咯地叫一阵, 正红了脸, 就能生一个蛋, 但科学不会这样产生。 人会情绪激动, 又会爱慕虚荣。 科学没有这些老病, 对人的这些毛病, 它也不予回应。 最重要的是, 科学就是它自己, 不在任何人的管辖之内。 对于科学的好处, 我已经费尽心机阐述了一番, 当然不可能说得全面。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 科学是人创造的事业, 但它比人类本身更为美好。 我的老师说过, 科学对中国人来说, 是种外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对它的理解, 有过种种偏差, 实则经为洪水猛兽, 继而当巫术去理解, 再后来把它看作一种宗教, 拜祷在它的面前。 他说, 这些理解都是不对的, 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我老师说得很对, 我能补充的只是, 除了学习科学已有的内容, 还要学习它所有, 我们所无的素质。 我现在不学科学了, 但我始终在学习这些素质。 这就是说, 人要爱平等, 爱自由, 人类开创的一切事业中, 科学最有成就, 就是因为有这两样做根基。 对个人而言, 没有这两样东西, 不仅谈不上成就, 而且会活得像一只猪。 比这还重要的只有一样, 就是要爱智慧。 无论是个人, 还是民族, 做聪明人才有前途, 当笨蛋肯定是要倒霉。 大概是在一年多以前吧, 我写了篇小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论证人爱智慧比当笨蛋好些。 结果冒出一位先生把我臭骂一顿, 还说我不爱国, 真是好没来由。 我只是论证一番, 又没抢逼着你当聪明人。 你爱当笨蛋就去当吧, 你有这个权利。 第四十五章, 生命科学与骗术, 我的前半生和科学有缘, 有时学习科学, 有时做科学工作, 但从未想到有一天, 自己会充当科学的辩护士, 在各种江湖骗子面前, 维护他的名声, 这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身为一个中国人, 由于有独特的历史背景, 很难理解科学是什么。 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卓云教授曾说, 中国人先把科学当作洪水猛兽, 后把它当作呼风唤雨的巫术, 直到现在, 多数学习科学的人 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 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 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但是, 这种体会过于深奥, 对大多数中国人不适用。 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 科学有宜山倒海的威力, 是某种叫做科学家的人发明出的, 我们所不懂的古怪门道。 基于这种理解, 中国人很容易相信一切古怪门道都是科学, 其中就包括了可以呼风唤雨的气功, 和让药片穿过塑料瓶的特异功能。 我当然要说, 这些都不是科学, 要把这些说明白并不容易, 对不懂科学的人说明什么是科学, 就像要对三岁孩子说明什么事情一样, 难于其耻。 物理学家维纳曾说, 在理论上人可以通过一根电线来传输, 既然如此, 你怎么能肯定地说药片不可能穿过药瓶? 爱因斯坦说, 假如一个车厢以极高的速度运动, 其中的时间就会变慢。 既然如此, 三国式的叙述为什么就不能还在人间? 答案是, 为那, 爱因斯坦说话, 不该让外星人听见。 我还听说有位山里人进城, 看见城里的电灯就买个灯泡回家, 把他用皮绳吊起来, 然后指着他破口大骂, 骂的, 你为什么不亮? 很显然, 城里人点电灯, 也不该让山里人看到。 现在的情况是, 人家听也听到了, 看也看到了, 我们负有解释之责。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科学对于公众来说, 确实犯下了过于深奥的罪孽。 虽然如此, 科学仍然是理性的产物, 它是世界上最老实, 最本分的东西, 而起功呼风唤雨, 要骗穿瓶子就不那么老实。 大贤罗素曾说, 近代以来, 科学建立了权威, 这种权威和以往一切权威都不同, 它是一种理性的权威, 或者说, 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权威。 科学所说的一切, 你都不必问它是从谁嘴里说出来的, 那人可不可信, 因为你可以用纸笔或者实验来验证。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验证数学定理的修养, 更不见得拥有实验室, 但也不出大哥, 数学修养可以学出来, 实验设备也可以置办。 数学家证明了什么, 总要把自己的证明写给人看, 物理学家做出了什么, 也要写出实验条件和过程。 总而言之, 科学家声称自己发明, 发现了什么, 都要主动接受别人的审查。 我们知道, 司法上有无罪推定一说, 要认定一个人有罪, 先假设他是无罪的, 用证据来否定这个假设。 科学上认定一个人的发现, 也是从他没发现开始, 用证据来说明他确实发现了。 敏感的读者会发现, 对于个人来说, 这后一种认定是个有罪推定。 举例来说, 我王某人再次声称自己 最终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我当然不是认真说的, 就等于把自己置于骗子的地位, 直到我拿出了证明才能脱罪。 鉴于此事的严重性, 我劝读者不要轻易尝试。 假如特异功能如某些作家所言, 是什么生命科学大发现的话, 在特异功能者拿出足以脱罪的证明之前, 把他们称为骗子, 显然不是冒犯, 因为科学的严肃性就在于此。 现在有几位先生努力去证明特异功能有鬼, 当然有功于世道, 但把游戏完颠倒了, 按照前述科学的规则, 我们必须首先推定, 特异功能本身就是鬼, 那些人就是骗子, 直到他们有相反的证据。 如果有什么要证明的, 也该让他们来证明。 现在来说说科学的证明是什么? 他是如此的清楚, 明白, 可信, 绝不以权威压人, 也绝不装神弄鬼。 按罗素的说法, 这种证明会使读者感到, 假如我不信他所说的, 就未免太笨。 按维纳所说的条件, 他说的条件现在做不到, 假如我不相信人可以通过电线传输, 那我未免太笨。 按爱因斯坦所说的条件, 他说的条件现在也做不到, 假如我不相信时间会变慢, 也未免太笨。 这些条件太过深奥, 远不是特异功能的数者可以理解的。 虽然那些人可能看过些科普读物, 但连科普都没看懂。 在大家都能理解的条件之下, 不但药片不能穿过塑料瓶, 而且任何钢筋的物体 都不可能穿过比自身小的洞, 而且毫发无损。 术者说药片穿过了分子间的缝隙, 显然是不要脸了。 那些术者的证明, 假如有谁想要接受, 就未免太笨。 如果有人持相反的看法, 必然和骗子有关, 或行骗, 或受骗。 假如我们有勇气讲这些话, 也就不配做科学的弟子。 因为我们已经被逼到了这个地步, 假如不把这个骗子说出来, 就只好当笨蛋了。 关心特异功能或是生命科学的人都知道, 想要骗穿瓶子, 耳朵十字这类的事, 有时灵, 有时不灵。 假如你认真去看, 肯定碰上它不灵, 而且也说不出什么时候会灵。 假如你责怪他们, 为什么不把特异功能搞好些, 再出来表演, 就拿他们太当真了。 仿慈我编个笑话, 讲给真正的科学家听, 有一位物理学家致点瑞典科学院说, 本人发现了简编异性的方法, 可以实现受控核拘, 但现在把方法忘掉了。 我保证把方法想起来, 但什么时候想起来不能保证。 在此之前, 请把诺贝尔物理奖发给我。 当然, 真正的物理学家不会发这种电报, 就算真的出了忘掉方法的事, 也只好吃哑巴亏。 我们国家的江湖骗子也没发这种电报, 是因为他们的层次太低, 他们根本想不到骗诺贝尔奖, 只能想到混吃混喝, 或者写几本五迷三道的书骗点稿费。 按照许卓云教授的意见, 中国人在科学面前很容易失去平常心。 科学本身太过深奥, 这是原因之一。 民族主义是另一个原因。 假设特异功能或是生命科学是外国人发明的, 到中国来表演, 相信此时它已深深淹没在唾液和黏潭的海洋里。 众所周知, 现代科学发向于外国, 中国人搞科学, 是按洋人发明的规则去比赛规定动作。 很多人急于发明新东西, 为民族争光。 在急迫的心情下, 就大胆创新, 打破常规, 创造奇迹。 举例来说, 58年大月近时, 就发明了很多东西。 其中有一样, 上典岁数的都记得, 一根铁管, 一头拍扁后, 做成单黄管的样子, 用一片刀片做黄片。 他们说, 冷水从中通过, 就可以变成热水, 彻底打破热理学第二定律。 这种东西叫做超声波, 被大量制造, 下在澡堂的池子里。 据我所见, 它除了割破洗澡者的屁股, 别无功能。 我还见到一个人的脚筋被割断, 不知它现在怎样了。 特异功能, 生命科学就是90年代的超声波。 超声波的发明者是谁, 现在已经不可考。 但我建议大家记下现在这些名字, 同时也建议一切人, 为了让自己的儿女有脸做人, 尽量不要当骗子。 很显然, 这种发明创造, 丝毫也不能为民族争光, 只是给大家丢仇, 所以让那些假发明的责任者 溜掉有点不公道。 我还建议大家时时想到, 整个人类是一个物种, 科学是全人类的事业, 它的成就不能为民族所专有, 所以它是全人类的光荣, 这样就能有一些平常心。 有了平常心, 也就不容易被人骗。 我的老师曾说, 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学习科学尤其要有平常心。 如罗素所言, 科学在不计厉害地追求客观真理, 请扪心自问, 你所称的科学是否如此淳朴和善良。 尤瑟内尔女士说, 当我计算或写作时, 就超越了性别, 甚至超越了人类。 请扪心自问, 你所称的科学是否是如此崇高的事业。 我用大师们的金玉良言, 劝某些成年人学好。 不用别人说, 我也觉得此事有点可笑。 现在到了结束本门的时候, 可以谈谈我对所谓生命科学的看法了。 照我看, 这里包含了一些误会。 从表面上看, 科学只认理不认人, 仿佛它是个开放的领域, 谁都能来弄一把。 但在实际上, 它又是最困难的事业, 不是谁都能懂, 所以它又最为封闭。 从表面上看, 科学不断创造奇迹, 好像很是神奇, 但在实际上, 它绝无分毫的神奇之处, 如马林洛夫斯基所言, 科学是对真正事实的实事求是, 它创造的一切都是本分得来的, 其中包含的血汗、 眼泪和艰辛, 恐非外人所能知道。 但这不是说, 你只要说有神奇的事存在, 就会冒犯到我。 我还有些朋友相信, 基督死了又活过来, 这比药片穿平更神奇。 这是信仰, 理当得到尊重。 科学没有理由去侵犯 合理的宗教信仰。 但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一种 远说不上合理的信仰, 在公然强奸科学, 一个弱智、 邪恶、 半人半兽的家伙, 想要建物智慧女神, 她还流着口水, 吐着年叶, 口齿不轻地说道, 我配得上她。 她和我一样的笨。 我想说的是, 你搞错了。 换个名字, 倒别出去试试吧。 第46章, 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 因为太太在做妇女研究, 读了一批女权主义的理论书, 我们常在一起讨论自己的立场。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我们不可避免的会有一种接近某种女权主义的立场。 我总觉得, 一个人不尊重女权, 就不能叫做一个知识分子。 但是女权主义的理论门类繁多, 我认为这一点并不好, 到底是哪一种就很重要了。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 性别之间的不平等是社会制度造成的, 要靠社会制度的变革来消除。 这种观点在西方带点阶段论的色彩, 在中国就不一样了。 众所周知, 我国现在已是社会主义制度, 党主张男女平等, 政府重视妇女的社会保障, 在这方面成就也不少。 但恰恰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感到了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不足。 举个例子来说, 现在企业精简职工, 很多女职工被迫下岗。 假若你要指责企业经理, 她就反问道, 你何不问问, 这些女职工自身的素质如何? 像这样的题目报刊上, 讨论的已经很多了。 很明显, 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单纯地 依赖社会保障, 还要靠自身的努力, 而且一个人得到的社会保障越多, 自身的努力往往就越少。 正如其他女权主义门派指出的那样,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向社会寻求保障的同时, 也就承认了自己是弱者, 这是一个不小的实测。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得到较多保障的人总是值得羡慕的。 我年轻时, 大家都羡慕国营企业的工人, 因为他们最有保障。 但保障和尊严是两回事。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 我们国家的男女是否平等了, 在这方面有点争议。 中国人自己以为, 在这方面做得已经很不错, 但是西方一些观察家不同意。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 而是两个问题。 头一个问题是, 在我们的社会里, 是否把男人和女人同等看待。 这个问题有难以评论的性质。 众所周知, 亦有需要, 商民就可以规定各级政府离女干部的比例, 各级人代会离女代表的比例。 我还听说, 为了配合九五师傅会, 出版社正在大冲女作家的专辑, 因为想把她们如何看待, 就可以如何看待, 这一件事就丧失了客观性, 而且无法讨论。 另一个问题是, 在我们国家里, 妇女的实际地位如何, 她们自身的素质, 成就, 掌握的决策权, 能不能和男性相比。 这个问题很严肃, 我的意见是, 当然不能比。 妇女差得很多, 也许只有竞技体育例外, 但竞技体育不说明什么。 我们国家总是从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框架, 出发去关怀女性, 分配给她各种东西, 包括代表名额。 我以为这种关怀是不够的, 真正的成就是自己争取来的, 而不是分配来的东西。 西方还有一种激进的女权主义立场, 认为女性比男性优越, 女人天性热爱和平, 关心生态, 就是她们优越的证明。 据说, 女人可以有比男人更强烈, 持久的性高潮, 也是一种优越的证明, 我很怀疑这种证明的严肃性。 虽然女人热爱自己的性别, 是值得赞美的, 但也不可走火如魔。 一个人在坐胎时就有男女之分, 我以为这种差异本身是美好的, 别人也许不同意, 但我以为, 见到一种差异, 就以为这里有优劣之分, 这是一种试快心理, 身为一个女人, 好像占了很多便宜。 当然, 要按这个标准, 中国人里试快更多。 她们死起白厉地想要男孩, 并且觉得这样能占到便宜。 将来人类很可能只剩下一种性别, 男或女。 那时候的人知道, 过去人有性别之分, 就会不胜痛惜, 并且说, 我们的祖先是些诗快。 当然, 在我们这里, 有些女人有激进于全主义者的风貌, 中国话叫做气管炎。 我个人认为, 气管炎不是中国女性风范的杰出代表。 我总是从审美的角度, 而不是从势力的角度来看世界, 而且觉得自己是个试快。 当然, 这一点还要别人来评判。 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 性之与女权主义理论, 正如劳动之与马克思的理论, 一样重要。 这个观点, 中国人看来很是意外。 再过一些年, 中国人就会体会到 这种说法的含义, 现在的潮流正把女人逐渐地 往性这个圈子里套。 性对于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但是单方面的要求妇女就很不平等。 西方妇女以为自己在这个圈子里 丧失了尊严, 这是有道理的。 但回过头去看看文化大革命里, 中国的妇女和男人除了头发长几寸, 就没有了区别, 尊严倒是有的, 只可惜了无生趣。 自由女权主义者认为, 男人也该来取悦妇女, 这样就恢复了妇女的尊严。 假如你不同意这个观点, 就要在毫无尊严和了无生趣里选一种了。 作为男子, 我宁愿自己多打扮, 希望这样有助于妇女的尊严, 也不愿看到妇女再变成一片蓝蚂蚁。 当然, 按积极女权的观点, 这还远算不上有了弃暗投明的决心。 真正有决心, 应该去做变性手术, 起码把自己淹掉。 我太太现在对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找了迷, 这种理论总想对性别问题提供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 我很同意说, 以往的人对性别问题理解的不对, 亘古以来, 人类再性和性别问题上就没有平常心, 开头有点假模假式, 后来就有点五迷三道, 最后干脆是不三不四, 或者是横满无礼, 这些错误主要是男人犯的, 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但和后现代女权理论没有丝毫的相近之处。 那些哲学家, 福科的女弟子们, 他们对此有着一套远未复杂和深奥的解读方法。 我正盼着从中学到一点东西, 但还没有学会。 作为一个男人, 我同意自由女权主义, 并且觉得这就够了。 从这种认同里, 我能获得一点平常心, 并向其他男人推荐这种想法。 我承认男人和女人很不同, 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别的, 既不意味着某个性别的人比 另一种性别的人优越, 也不意味着某种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高明。 一个女孩子来到人世间, 应该像男孩一样, 有权利寻求他所要的一切。 假如他所得到的正是他所要的, 那就是最好的, 假如我是他的父亲, 我也别无所求了。 第47章, 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我有个外甥, 天资聪明, 虽然不慎用功, 也考进了清华大学, 对这件事, 我是从他母系的血缘上来解释的, 作为他的舅舅之一, 我就极聪明。 这孩子爱好摇滚音乐, 白天上课, 晚上弹吉他唱歌, 还聚了几个同好, 自称是在拍演, 但是邻居感到悲愤, 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吉他上, 有一种名为噪声发声器的设备, 可以弹出砸碎铁锅的声音。 要说清华的功课, 可不是闹着玩的, 每逢烤气临近, 他就要熬夜突击准备功课, 这样一来就找不着时间睡觉。 几个学期下来, 眼见得尖嘴猴腮, 两眼无青, 瘦得可以飘起来。 他还想毕业后, 以摇滚音乐为生。 不要说他父母觉得灾祸临门, 连我都觉得玩摇滚很难成立为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 除非他学会喝风扼烟的本领。 作为摇滚青年, 我外甥也许能找到个在酒吧里周末弹唱的机会, 但也挣不着什么钱, 假如吵着了酒吧的邻居, 或者遇到了要整顿什么, 还有可能被请去蹲派出所, 这种事我听说过。 此类青年常在派出所的墙根下蹲成一排, 壮炉在公厕里, 和警察同志做轻松之调侃。 当然, 最后还有家长把他们领出来。 这孩子的父母, 也就是我的姐姐。 姐夫, 对这种前景深感忧虑, 他们是体面人, 丢不起这个脸。 所以, 长辈们常要说他几句, 但他不肯听。 最不幸的是, 我竟是他的楷模之一。 我可没蹲过派出所, 只不过是个自由撰稿人, 但不知为什么, 他觉得我的职业和摇滚青年有近似之处, 口口声声敬说, 舅舅可以理解我。 因为这个缘故, 不管我愿意不愿意, 我都要负起责任, 劝我外甥别做摇滚乐手, 按他所学的专业去做电器工程师。 虽然在家族之内, 这是野蜀思想工作之类。 按说该从理想, 道德谈起, 但因为在生就之间, 就可以免掉, 静止进入主题。 小子, 你爸你妈养你不容易。 好好把书念完, 找个正经工作吧, 别让他们操心了。 回答当然是, 他想这样做, 但办不到。 他热爱自己的音乐。 我说, 有爱好, 这很好。 你先挣些钱来把自己养住, 再去爱好不吃。 摇滚音乐我也不懂, 就听过一个一无所有。 歌是蛮好听的, 但就这题目而论, 好像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 我外甥马上接上来道, 舅舅, 何必要快乐呢? 痛苦是灵感的源泉啊。 前人不是说, 没有痛苦, 叫什么诗人。 我记得, 这是莱蒙托夫的诗句。 连这话他都知道, 事情看来很有点不妙了, 痛苦是艺术的源泉, 这似乎无法辩驳, 在舞台上, 人们唱的是黄土高坡, 一无所有, 在银幕上看到的是老警, 局斗, 休局打官司。 不但中国, 外国也是如此, 就说音乐吧。 柴克福斯基儒歌的新版是千古绝唱, 据说素材是俄罗斯民歌小一万, 那也是人民痛苦的心声。 美国女歌星马瑞, 凯瑞, 以黑人灵歌的风格演唱, 这可是当年黑奴们唱的歌, 照此看来, 我外甥决心选择一种痛苦的生活方式, 以此净化灵魂, 达到艺术的高峰, 该是正确的了。 但我偏说他不正确, 因为他是我外甥, 我对我姐姐总要有个交代。 因此我说, 不错, 痛苦是艺术的源泉, 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 柴克福斯基自己可不是小一万。 马瑞, 凯瑞也没在南方的种植园里收过棉花, 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 严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 他有的是钱, 听说他还想嫁个大款。 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 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 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因为我外甥是个聪明孩子, 他马上就想到了, 虽然开决出艺术的源泉, 却不是自己的。 这不合算, 虽然我自己并不真这么想, 但我把外甥说服了。 他同意好好念书, 毕业以后不搞摇滚, 进公司去挣大钱。 取得了这个成功之后, 这几天我正在飘飘然, 觉得有了一技之长。 谁家有不听话的孩子都可以交给我说服, 我也准备收点费, 除写作之外, 开辟个第二职业, 职业思想工作者。 但本文的目的却不是吹嘘我有这种本领, 给自己做广告。 而是要说明, 思想工作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本文所示就是其中的一种, 把正面说服和黑色幽默结合起来, 马上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第48章, 有关伟大一组, 有位老同学从美国回来谈家, 我们俩有七八年没见了。 他的情况还不错, 虽然薪水不很多, 但两口子都挣钱, 所以还算宽裕。 自从美国一别, 他的房子买到了第三所, 汽车换到了第四辆, 至于PC机, 只要听说新出来一种更快的, 他马上就去买一台, 手上过了多少就没了数了。 老婆还没有换, 也没有这种打算, 这正是我喜欢他的地方。 虽然没坐过罗尔斯、 罗伊斯, 没住过棕榈海滩的豪华别墅, 手里没有巨额股票, 倒有一屁股的饥荒, 但就像东北人说的, 他起码也造了个痛快。 我现在房屋一间地屋一龙, 当然只有羡慕的份。 但我们见面不是光聊这些, 这就太过庸俗了。 我们哥俩都闯荡过四方, 种过地, 放过木, 当过工人。 二十年前在大学里同窗时, 心里都曾燃烧起雄心壮志, 要开创伟大的事业。 所谓伟大的事业, 就是要让自己的梦想成真。 那时想了些什么, 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说, 只好拿别人做例子。 比方说微软公司的大老板比尔·盖茨, 年轻时想过, 要把当时看着不起眼的微厨里基, 做成一种能用的计算机, 让人人都能拥有和使用计算机, 这样, 科学的时代就真正降临人世了, 这种梦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 现在这种梦想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真实, 它在其中有很大的贡献, 这是值得佩服的。 至于它在商业上的成功, 照我看还不太值得佩服。 还有一个例子是马丁·穆德·金曾经高呼, 我有一个梦想, 今天在美国的校园里, 有时能看到高大英俊的黑人小伙子 和白人姑娘拥抱在一起。 从这种特别美丽的景象里, 可以体会到金博士梦想的伟大。 时至今日, 我说多了没有意思, 脸上也发热。 我只能说, 像这样的梦想我们也曾有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这些梦想不见得都是伟大事业的起点。 鲁迅先生的杂文里提到, 有这样的人, 他梦想的最高境界是在雪天, 偶上半口血, 由丫鬟扶着, 懒懒地到院子里去看梅花。 我看了以后着实生气, 人怎么能想这样的事? 同时我还想, 假如这位先生不那么考究, 不要下雪, 梅花, 丫鬟掺着等等, 光要呕血的话, 这件事我倒能帮上忙。 那时我是个小伙子, 胳膊很有劲, 拳头也够硬。 现在当然不想帮这种忙, 过了那个年龄, 现在偶尔照照镜子, 里面那个人满脸皱纹, 我不大认识。 走在街上, 迎面过了一个庞然大物, 仔细从眉眼上辨认, 居然是自己当年的梦中情人, 于是不免倒吸一口凉气, 凉气气多了就会忘事, 所以要赶紧把要说的事说清楚。 梦想虽不见得都是伟大事业的起点, 但每种伟大的事业必定源于一种梦想, 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 现在的青年里有追星组, 上班组, 但想要开创伟大事业的人却没有明目, 就叫他们伟大一组好了。 过去这样的人在校园里, 不管是中国校园还是美国校园, 是很多的。 当盖茨先生穿着一身便装, 捧着一头乱发出现在校园里时, 和我们当年一样, 属于伟大一组。 刚回中国时, 我带过的那些学生起码有一半属伟大一组, 因为他们眼睛里闪烁着梦想的光芒。 谁是, 谁不是这一组,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但这一组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了, 将来也许会像恐龙一样灭绝掉。 我问我哥们, 现在干嘛呢? 他说坐在那里给人家操作软件包, 气得我好了起来, 咱们这样的人应该做研究工作, 谁给他打软件包。 但是他说, 人家给钱就得了, 管他干什么。 我一想也对, 谁要是给我一年三四万美元, 让我打软件包, 我也给他打去了。 这说明, 现在连我也部署伟大一组。 但在年轻时, 我们有过很宏伟的梦想。 伟大一组不是空想家, 不是指挥从众起哄的狂热分子, 更不是连事情还没弄清就热血沸腾的青年。 他们相信, 任何美好的梦想都有可能成真, 换言之, 不能成真的梦想本身就是不美好的。 假如事情没做成, 那是做得不得法, 假如做成了, 却不美好, 倒像是一场噩噩梦, 那是因为从开始就想得不对头。 不管结局是怎样, 这条路总是存在的, 必须准备梦想, 准备为梦想工作。 这种想法对不对, 现在我也没有把握。 我有把握的指示, 确实有这样的一组。 第49章, 有关给点气氛, 我相信, 总有些人会渴望有趣的事情, 讨厌呆板无趣的生活。 假如我有什么特殊之处, 那就是, 这是我对生活主要的要求。 大约15年前, 读过一篇匈牙利小说, 叫做《会说话的猪》, 讲到有一群国营农场的种猪聚在一起发牢骚, 这些动物的主要工作是传种。 在科技发达的现代, 它们总是对着一个被叫做母猪架子的人造母猪传种。 该架子新的时候, 大概还有几分像母猪, 用了十几年, 早就被磨得光秃秃的了, 那些种猪天天挺着大肚子往母猪架子上跳, 感觉有如一坨冻肉被摔上了案板, 难免口出怨言。 它们的牢骚是, 哪怕在架子背上粘迹搓毛, 给我们点气氛也好。 这故事的结局是相当有教育意义的, 那些发牢骚的种猪都被敲掉了。 但我总是从反面理解问题, 如果连猪都会要求一点气氛, 那么对于我来说, 一些有趣的事情干脆是必不可少。 活在某些时代, 只有我这种见解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我就经历过这样的年代, 叔叔没得看, 电影电影没得看, 整个生活就像个磨得光秃秃的母猪架子。 好在我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发牢骚, 发牢骚就是架子上残存的一撮毛。 大家聚在一起, 你一句, 我一句, 人人妙语连珠, 就这样把麻烦惹上身了。 好在我还没有被敲掉, 只是给自己招来了很多批评帮助。 这时候我发现, 人和人其实是很隔膜的。 有些人喜欢有趣, 有些人喜欢无趣, 这种区别看来是天生的。 作为一个喜欢有趣的人, 我当然不会放弃阅读这种获得有趣的机会。 结果就发现, 作家里有些人拥护有趣, 还有些人是反对有趣的。 马克, 吐温是和我是一头的, 或者还有肖伯纳, 但我没什么把握。 我最有把握的是哲学家罗素先生, 他肯定是个赞成有趣的人。 摩尔爵士设向了一个乌托邦, 企图给人们营造一种最美好的生活方式, 为此他对人应该怎样生活, 做了极详尽的规定, 包括新娘新郎该干点什么, 看过乌托邦的人一定记得。 这个规定是, 在结婚之前, 应该脱光了眼子, 让对方看一看, 以方身上暗藏了什么毛病。 这个用意不能说不好, 但规定的如此之戏就十足让人倒位, 在某些季节里还可能导致感冒。 罗素先生一眼就看出乌托邦是个母猪架子, 乍看起来美幻美轮, 时尚一段, 磨得光秃秃, 你才会知道他有多糟糕。 他没有在任何乌托邦里生活过, 就有如此见识。 这种先知先觉让人佩服的无体投地, 他老人家还说, 徐之参赐多态, 乃是幸福的本源。 反过来说, 呆板无趣就是不幸福, 正是这一句话使我对他有了把握。 一般来说, 主张扼杀有趣的人总是这么说的, 为了营造至善, 我们必须做出这种牺牲, 但却忘记了让人们活着得到乐趣, 这本身就是善, 因为这点小小的疏忽, 至善就变成了至恶, 这篇文章是从猪要求给点气氛说起的。 不同意我看法的人必然会说, 人和猪是有区别的。 我也认为人猪有别, 这体现在人比猪要求的更多, 而不是更少。 除此之外, 喜欢有趣的人不该像那群种猪一样, 只会发一通牢骚, 然后就被咽掉。 这些人应该有些勇气, 做一番斗争, 来维护自己的爱好。 这个道理我知道最近才领悟到。 我常听人说,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 人对现实世界有这种评价, 这种感慨, 恐怕不能说是错误的。 问题就在于应该做点什么。 这句感慨是个私通八达的路口, 所有的人都到达过这个地方, 然后再次分手。 有些人去开创有趣的事业, 有些人去开创无趣的事业。 前者以为, 既然有趣的事不多, 我们才要做有趣的事。 后者经过这一番感慨, 就自以为知道了天命, 此后板起脸来对别人进行说教。 我以为自己是潜意中人, 我写作的起因就是, 既然这世界上有趣的书是有限的, 我何不去试着写几本, 至于我写成了还是没写成, 这是另一个问题, 我很愿意就最后一个问题进行讨论, 但很不愿有人就偷一个问题来和我商榷。 前不久, 有读者给我打电话, 说, 你应该写杂文, 别写小说了。 我很认真的倾听着, 他又说, 你的小说不够正经,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谁说小说非得是正经的呢? 不管咱们说吧, 我总把读者当作有人, 朋友之间是无话不说的, 我必须声明, 在我的杂文里也没什么正经。 我所说的一切, 无非是提醒后到达这个路口的人, 那里绝不是只有一条路, 而是四通八达的。 你可以做出选择。 第五十章, 我看老三姐, 我也是老三姐, 本来该念书的年龄, 我却到云南挖坑去了。 这件事对我有害, 尚在其次, 还惹得父母为此而忧虑。 有人说, 知青的父母都要因儿女而减受, 我家的情况就是如此。 做父母的总想庇护未成年的儿女, 在特殊年代里, 无力庇护就代之以忧虑。 身为人子, 我为此感到内疚, 尤其是先父去世后更是如此。 当然, 细想起来, 罪不在我, 但是感情总不能自已。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 两千万之青境遇不同, 有人感觉好些, 有人感觉坏些。 讨论整个老三界现象, 就该把个人感情撇除在外, 有颗平常心。 老三界的人对此会缺少平常心, 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这件事极不寻常。 咱们就落在我们身上, 这真叫活见鬼了。 人生在什么国度, 赶上什么样的年月, 都不由自己来决定。 所以这件事说到底, 还是造化弄人。 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 对我们全体老三界来说, 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 当然, 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意, 举例来说, 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 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 我们知道, 有些盲人眼睛并没有坏, 是脑子里的病, 假如脑袋受到重击就可能复明。 假设有这样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楼梯, 有个不良少年为了满足自己无聊的幽默感, 把他一脚踢了下去。 这位盲人因此赴了名, 但盲人滚下楼梯依然是件惨痛的事。 尤其是踢盲人下楼梯, 当然是个下流胚子, 绝不能因为该盲人复明就被看成是好人。 这是一种简单的逻辑, 大意是说, 坏事就是坏事, 好事就是好事, 让我们先言及于此。 至于坏事可不可以变成好事, 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有一位老师, 有先天的残疾, 生下来十手心朝下, 脚心朝上, 不管自己怎么努力, 都不能改变手脚的姿态。 后来他到美国, 在手术台上被人大些八块又装了起来, 勉强可以行走, 但又多了些后遗症。 他向我坦白说, 对自己的这个残疾, 他一直没有平常心, 我在娘胎里没做过坏事, 怎么就这样被生了下来。 后来大夫告诉他说, 这种病有六百万分之一的发生几率, 换言之, 他中了个一笔六百万的大财。 我老师就此恢复了平常心。 他说, 所谓造化弄人, 不过如此而已。 这个才我认了。 他老人家在学术上有极大的成就, 客观地说, 和残疾是有一点关系的, 因为别人玩时, 他总在用功。 但我没听他说过, 谢天谢地, 我得了这种病。 总而言之, 在这件事上, 他是真正的有了平常心。 顺别说一句, 他从没有坐着轮椅上台讲用。 我觉得这样叫好, 对残疾人的最大尊重, 就是不把他当残疾人。 坦白地说, 身为老三界, 我也有没有平常心的时候, 那就是在云南挖坑时。 当时我心里想, 妈的, 比我们大的可以上大学, 我们就该修理地球, 真是不公平。 这是一类想法。 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 比我们小的也直接上大学, 就我们非得先挖坑后上学, 真他妈的不公平。 另一类想法是, 我将来要当作家, 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 托斯托耶夫斯基还上过脚手台呢。 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 现在的年轻人没吃苦, 也当不了作家。 这两种想法搅在一起, 会使人彻底糊涂。 现在我出了几本书, 但我却以为, 后一种想法是没有道理的。 假定此说是有理的, 想当作家的人, 就该时常把自己吊起来, 想当历史学家的人, 就该学台始工, 去掉自己的难根, 想当音乐家的人, 就该买个封稿来家, 把自己震聋, 以便想贝多芬, 想当画家的人, 就该割去自己的耳朵, 混充反,高。 什么都想当的人, 就得把什么都去掉, 像个帮子, 听起来就不是个道理。 总的来说, 任何老三界优越的理论, 都没有平常心。 当然, 我也反对任何老三界恶劣的说法, 老三界正在壮年, 耳朵和难跟齐背, 为什么就不如人? 在身为老三界这件事上, 我也有了平常心, 不就是荒废了十年学业吗? 这个才老子也认了, 现在不过四十来岁, 还可以努力吗? 现在来谈谈那种 坏事可以变好事, 好事也可以变坏事的说法。 它来源于伟人, 在伟大的头脑里是好的, 但到了寻常人的头脑里, 就不起好作用, 有时弄得人好赖不知, 相丑不知。 对我来说, 好就是好, 坏就是坏, 这个逻辑很够用。 人生在世, 会遇到一些好事, 还会遇上些坏事。 好事我承受得起, 坏事也承受得住。 就这样坦荡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 本门是对中国青年研究第四期上彭四清先生文章的回应。 坦白地说, 我对彭先生的文章不满, 岂先是因为他说了老三界的坏话。 在我看来, 老三界现象, 老三界情节, 是我们这叉人没有平常心造成的。 人既然不是机器, 偶尔失去平衡, 应该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仔细想来, 文革过了快二十年了, 人也不能总是没有平常心啊。 老三界文人的一些自我吹嘘的言论, 连我看着都肉麻。 让我们先言及于此, 对于彭先生所具老三界心态的种种肉麻之处。 我是同意的。 然后再说说我对彭先生的不满之处。 彭先生对老三界的看法是否定的, 对此我倒不想争辩, 想争的是他讲出的那一番道理。 他说, 老三界有种种特殊遭遇, 所以他们是些特殊的人, 这种特殊的人不怎么高明, 这是一种特别糟糕的论调。 翻过来, 说这种特殊的人特别好, 也同样的糟。 这个论域貌似属于科学, 其实属于伦理, 它还是一切法西斯和偏执矿的测缘地。 我老是生出来石脚心潮上, 但假如说的不是身体而是心智, 就不能说它特殊。 老三界的遭遇是特别, 但我看他们也是些寻常人。 对黑人、 少数民族、 女人都该坐如事官。 罗素先生曾说, 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 我以为这个原则是说, 当于吉他人时, 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 然后再论他的善恶是非。 这不是尊重他, 而是尊重的人, 从最深的意义上说, 更是尊重自己。 所有的人毕竟属同一物种。 人的成就、 过失、 美德和陋习, 都不该用他的特殊来解释。 You are special, 这句话只是于对爱人讲。 假如不是这么用, 也很肉骂。 第五十一章, 苏东坡与东坡肉, 我父亲是教罗继的教授, 我哥哥是修罗继的PhD。 我自己对罗继学也有兴趣, 这种兴趣是从对罗继学家的兴趣发展来的。 本世纪初年, 罗素发现了以自己名字 命名的悖论, 连忙写信告诉弗雷泽, 顺便通知弗雷泽, 他经营了半生的体系, 因为这个悖论的发现有了重大的漏洞。 弗雷泽考虑了一番, 回心说, 我要是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结论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弗雷泽简直逗死了, 他要是有女儿, 我一定要娶了做老婆, 让他做我的老月照, 话又说回来, 就算弗雷泽有女儿, 做我的姥姥一定比做老婆合适得多。 这样弗雷泽就不是我的老月照, 而是我的曾外公了。 我在美国上学时, 还遇见过一件类似的事, 有一回在课堂上, 有个胖乎乎的女同学在打瞌睡, 忽然被老师叫起来提问, 可怜的根本没听, 怎么能答得上来? 在美国, 不但老师可以问学生, 学生也可以问老师。 万一老师被问住, 就说一句, 问得好。 不回答问题, 接着讲课。 这位女同学迷迷糊糊, 拖着长声说道, This is a good question, 问得好, 差点把大家的肚皮削破。 下课后, 我打量了他好半天, 发现他太胖, 又有糊臭。 这才打消了不轨之心, 弗雷泽就有这么逗。 让我们书归正传, 另一个有趣的逻辑学家是维特根斯坦, 罗素请他来英国研究一下出书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没有路费, 又不肯朝罗素解。 最后, 罗素买下了维特根斯坦留在剑桥的一些旧家具, 我觉得他们俩都很逗。 受这种浅薄的幽默感驱使, 我学过树立逻辑, 开头还有兴趣, 后来学到了凡难的东西, 就学不进去了。 我对数学也有过兴趣, 这种兴趣是从对方程的兴趣发展来的。 人们老早就知道二次方程有公式解, 但二次以上的方程呢? 在十九世纪以前, 人们是不知道的。 在十七世纪, 有个意大利数学家又是一位教授, 他对三次方程的解法有点心得。 有天下午, 外面下着雨, 在教室里, 他准备对学生讲讲这些心得。 胡亭咔嚓一声巨响, 天上打下来个落地雷, 擦着教室落在花园里, 青色的电光从狭窄的石窗照进来, 映得石墙上一片残白。 教授手捂着心口, 对学生们转过身来, 说道, 先生们, 我们触及了上帝的秘密, 以我读到这个故事时, 差点把长子笑断了。 三次方程算个杀, 还值得打雷, 教授把上帝看成个小心眼了。 数学我也学了不少, 学来学去没了兴趣, 也割下了。 类似的学科还有物理学、化学, 初学时兴趣都很大, 后来就没兴趣了, 现在未必记得多少。 总而言之, 我对研究学问这件事, 和研究学问的人有兴趣, 对这门学问本身没什么兴趣。 所有的功课我都是这么学的, 但我的成绩竟都是五分。 只有一门功课例外, 那就是计算机编程。 我学的时候还要穿纸袋, 没意思透了。 这一门学科里没有名人意识, 除了这门科学的奠基人 图林先生是同性恋, 败露后自杀了。 我既不是同性恋, 也不想自杀, 所以我对计算机没兴趣, 得的全是三分。 但我现在时常用得着它, 所以还要买书看看, 关心一下最新的进展, 以免用试抓虾。 这是因为我写文章的软件是自己编的, 别人编的软件我既是不惯, 也信不过, 就这么点原因。 但就因为这点小原因, 我在编程序这件事上, 还真正有点修为。 由此可见, 对研究某种学问这件事感兴趣, 和对这门学问本身感兴趣, 可以完全是两回事。 这篇小文章想写我的心路历程, 但有一件别人的事情越过了这个历程, 我决定也把它写上。 文革中期, 我哥哥去看一位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 走进那间房子, 我哥哥被惊呆了, 这间房子又整整的一面, 被巨幅的世界地图站满了。 这位同学身着蓝布大褂, 足灯布底的黑布鞋, 手颠红蓝铅笔, 正在屋里踱布, 而且对家兄的出现视而不见。 据家兄说, 这位先生当时输了个钟分头, 假如不拿红蓝铅笔, 而是携着把雨伞, 就和那张伟大领袖去安苑的话, 一模一样了。 我哥哥耐心地等待了一会儿, 才小声问道, 能不能请教一下, 你这是在干嘛呢? 他老人家不理我哥哥, 又转了两圈, 才把手指放到嘴上, 说道, 虚, 我在考虑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 然后, 我哥哥就回家来, 脸皮污子地告诉我此事。 然后我们哥俩就捧腹大笑, 几乎笑断了长子, 罗素, 弗雷泽研究逻辑, 是对逻辑本身感兴趣, 要解决逻辑领域的问题, 正如毛主席投身革命事业, 也是对革命本身感兴趣, 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这些先辈自然会有些事迹, 让人很感兴趣。 如果把对问题本身的兴趣抹去, 只追求这些事迹, 就显得多少有点不对头。 所以, 真正有出息的人, 是对名人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 并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 而不是仅仅对名人感兴趣。 古时候有位书生, 自称是苏东坡的崇拜者。 有人问他, 你是喜欢苏东坡的诗词呢, 还是喜欢他的书法? 书生达到, 都不是的。 我喜欢吃东坡肉, 东坡肉炖得很烂, 肥而不腻, 的确很好吃。 但只为东坡肉来崇拜苏东坡, 这实在是个太小的理由。 第52章, 摆脱同质状态, 在李银河所义约翰, 盖格农性社会学, 一书中第17章性环境, 集中叙述了美国对 含有性内容的作品审查制度的变迁, 因而成为全书最有神采的一章。 美国在二次大战前, 对色情作品的审查是最严的, 受到打击的绝不只是真正的色情作品。 就以作家为例, 不但海明威, 雷马克有作品背禁, 连最为道学的列夫, 托尔斯泰也上了禁书榜。 在本世纪20年代, 美国的禁书榜上, 不但包括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等等, 纳伯莱斯的《阿拉伯之夜》 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 也只能出结本。 是有凑巧, 我手上正好有一本国内出版的 《西线无战事》也是结本, 而且结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种相似之处, 我相信不仅仅是有趣而已。 以前我们谈到国内对书刊, 影视某些内容过于敏感时, 总是归因于中外国情不同, 社会制度不同, 假如拿美国的三十年代 和现在中国做个对比, 就很容易发现新的线索。 自一次大战后, 美国对色情作品的检查 呈稳步上升之势。 一方面对性作品拼命压制, 一方面严肃文学, 中性主题不断涌现, 结果是从联邦到州, 市政府开出了 长得吓人的禁书书丹。 遭难的不只是上述作家, 连圣经和沙翁的戏剧, 也只能通过结本和青少年见面。 圣经抽掉了雅歌, 沙翁抽掉了所谓猥亵的内容, 结果是孩子们简直就看不明白。 当然, 受到限制的不仅是书刊, 电影也没有逃出审查之网。 在电影里, 禁止表现娼妓, 长时间的作爱, 禁止出现裸体、 毒品、 混血儿。 性病、 声誉和嘲笑神职人员的镜头。 当时严格的检查制度有其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 一切对性的公开正面、 非谴责性的讨论 都会导致性活动的泛滥, 因为性知识是性行为的前兆。 这就是说, 性冲动是强大的, 一受刺激就会自动表达出来。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另一个理论, 性是危险的, 人是薄弱的, 必须控制性来保护人。 这种观点和时下主张 对文学作品严加控制的观点甚是相似。 在我们国家里, 现在正有人认为 青少年的性犯罪和书籍, 录像带有关系。 还有一些家长反映孩子看了与性有关的书刊, 影响了学习。 因此, 主张对有性内容的书刊, 录像严加限制。 但是在我看来, 像这样的观点, 因为是缺少科学训练的人提出的, 多少总有点混乱不清的地方。 比方说二十年代美国这种理论。 在科学上, 我们只能承认它是一种假设, 必须经过验证才能成立, 而且它又是一种最糟不过的假设, 定义不清, 以至无法涉及一种检验方法。 我在报刊上看到一些统计数字, 指出有多少性犯罪的青少年 看过不良书刊或者黄色录像带, 但是这样理论是错误的。 实际上有效的理论应是指出, 有多少看过不良书刊的青少年犯了罪。 在概率论上, 这是两个不同的反验概率, 没有确定的关系, 也不能够互相替代。 至于家长说, 孩子看了与性有关的书刊, 影响了学习, 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因果模型, 看某些书刊影响学习。 有经验的社会学家 都会同意, 建立一个可靠的因果模型 是非常困难的。 就以前书家长的抱怨为例, 首先你要证明, 你的孩子是先看了某些书刊, 而后学习成绩才下降的。 其此你要证明, 没有一个因素 既影响到孩子看某种书, 也影响到孩子的学习。 我知道, 有一个因素要影响到这两件事, 就是孩子的性成熟。 故而, 上述家长的抱怨不能成立。 现在的孩子营养好, 性成熟早, 对性知识的需求 比他们的父母要早。 据我所知, 这是造成普遍忧虑的一个原因。 假如家长只给他们馒头和咸菜吃, 倒可以解决问题, 使其性成熟期晚些到来。 以上论述要说明的是, 关于色情作品 对青少年的腐蚀作用, 公众从常识的观点得出的结论, 和专家能做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躺非如此, 专家就不成其为专家。 当然, 人们给所谓色情作品定下的罪名, 不仅是腐蚀青少年, 而且是腐蚀社会。 在这方面书中有一个例子, 就是六十年代的丹麦实验。 1967年, 丹麦开放了色情文学, 真正的色情文学, 作品。 1969年开放了色情照片, 规定色情作品可以生产, 并出手给16岁以上的公民。 这项实验有了两项重要结果。 七一是, 丹麦人只是在初开禁时买了一些色情品, 后来就不买或是很少买, 一直在开禁几年后, 所有的色情商店从哥本哈根居民区绝迹, 目前只在两个小小的地区还在营业, 而且只靠旅游者生存。 本书作者对此的结论是, 人有多种兴趣, 兴只是其中的一种, 色情品又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侧面。 几乎没有人会把性当作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 把色情品当作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的人就更少见。 丹麦实验的第二个重大发现, 使色情业的开放对某些类型的犯罪有重大影响。 猥蜉儿童发案率下降了80%, 录音频也有大幅度下降。 暴力侮辱罪, 强奸, 猥蜉也减少了。 其他犯罪数量没有改变。 这个例子说明色情作品的开放会减少, 而不是增加性犯罪。 笔者引述这个例子, 并不是主张什么, 只是说明有此一事实而已。 美国对色情作品的审查浪潮, 在二次大战后忽然退潮了。 本书作者的观点是, 这和美国从一个保守的, 乡村为主的单一清剿国家, 转变成了多元的国家有关。 前者是反移民, 反黑人, 反共, 排外的, 社会掌握在道德警察手里, 后来变成了一个都市化, 工业化的社会, 那种严格检查的背景就不存在了。 这种说明对我们甚有意义, 我们国家也是一个以乡村为主的国家。 至于清教传统, 我们没有过。 清教徒认为人本性是恶的, 必须加以限制。 我们国家传统哲学认为人性本善, 但是一到了木少爱的年龄, 它就不再是好东西了。 所以对于青春期以后的人, 两边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 本书作者给出了一个 美国色情开放程度的时间表, 在此列出, 已被参考。 早于四十年代, 任何女性的裸体 或能引起这类联想的东西, 包括掀起的衣裙, 乳头的暗示都属禁止。 四十年代, 色情杂志上出现裸女背影。 五十年代, 乳房的侧影。 六十年代, 出现乳头, 花花公子杂志上出现女性音部。 七十年代, 男性组织器出现在 维瓦和花花女郎杂志上。 女性的阴唇出现在 《阁楼》和《花花公子》杂志上。 每当杂志走得更远时, 审查员就大声疾呼, 灾难就要降临, 但是后来也没闹什么在。 所以, 这些人就落入了 喊狼来了 那个孩子的窘境。 性社会学这本书里 把对影视出版的审查 看作一种新环境。 这种审查的主要目标是色情作品, 所以含有性内容的严肃作品 在这里只是被捎带的。 所谓严肃作品, 在我看来应该是虽然写到了性, 但不以写性为目的的作品。 这其中包括了 以艺术上完美为目标的文学、 影视作品、 社会学、 人类学的专业书、 医学心理学的一部分书。 据我所知, 这类作品有时会遇到些麻烦。 从某种意义上讲, 严肃的作家、 影视从业人员也可以算作专家, 从专家的角度来看审查制度, 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改革开放之初, 聂华林、 安格尔夫妇到中国来, 访问了我国一批老一代作家。 安格尔在会见时问, 你们中国的作品里怎么没有写性呢? 性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呀。 我国一位年长的作家答道, 我们中国人对此不感兴趣。 这当然是骗养鬼子的话, 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但是养鬼子不吃片, 又问道, 你们中国有好多小孩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句话的前台词就是, 这些孩子不是你捏着鼻子, 忍着恶心造出来的吧? 当然, 我们可以回答, 我们就是像吃苦药那样做这件事, 但是这样说话, 就等于承认我们都是伪君子。 事实上性在中国人生活里, 也是很重要的事。 我们享受性生活的态度, 和外国人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个方面, 没必要装神弄鬼。 既然它重要, 自然就要讨论。 严肃的文学不能回避它, 社会学和人类学要研究它, 艺术电影要表现它, 这是为了科学和艺术的缘故。 然而, 社会要在这方面限制它, 于是, 问题就不再是性环境, 而是知识环境的问题了。 性社会学, 这本书描述了二十年代, 美国是怎样判决银回书的, 起诉人从大部投书里摘出一段来, 念给陪审员听, 然后对他们说, 难道你希望你们的孩子读这样的书吗? 结果海明威, 毛伦斯, 乔伊斯就这样被禁掉了。 我不知道我们国家里 现在有没有像海明威那样伟大的作家, 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话, 她一定为难以发表作品而苦恼。 海明威能写出让起诉人满意的书吗? 不能, 我本人就是个作者, 任何作者的输出版以后, 会卖给谁她是不能够控制的。 假如一位严肃作家写了信, 尽管其本心不是煽情、 魅俗, 而是追求表达生活的真谛, 也不能防止这书到了某个男孩子手里, 起到首因前行唤起的作用。 故此, 社会对作家的判决是, 因为有这样的男孩子存在, 所以你的书不能出。 这不是太冤了吗? 但我以为这样的事还不算冤,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比他还要冤。 事实上, 社会要求每个严肃作家, 专业作者把自己的读者想象成16岁的男孩子, 而且这些男孩似乎还是不求上进, 随时要学坏的那一种。 我本人又是个读者, 年灯不获, 需要看专业书, 并且喜欢看严肃的文学书, 但是市面上只有72个故事的 《时日谈》、 《节本》、 《金平梅》、 和被载的《七零八落》的《雷马克》, 还有一些新心理学性社会学的书, 不客气地说, 出的完全是乌七八糟。 前些日子买了一本福科的姓氏, 根本看不懂, 现在正想办法找英文本来看。 这种情形对我是一种极大的损害, 在此我毫不谦虚地说, 我是个高层次的读者, 可是书刊检查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子看待。 这种事情背后隐含着一个逻辑, 就是我们国家的出版实业必须就低不就高, 一本书能不能出, 并不取决于它将有众多的有艺术鉴赏力, 或者有专业知识的读者。 这本书应该对他们有益, 而是取决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没有鉴赏力, 或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 这本书不能对他们有害。 对我来说, 书刊检查不是个性环境, 而是个知识环境, 对其他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 这一点是性社会学上没有提到的, 二三十年代有头脑的美国人, 如海明威等全在欧洲待着。 后来希特勒把知识分子又都撵回到美国去, 所以美国才有了科学发达, 人文汇萃的时代。 假如希特勒不在欧洲烧书, 杀犹太人, 我敢说现在美国和欧洲相比, 依然是个土的吊渣的国家。 我不敢说国内人才凋零是书刊检查之骨, 但是美国如果现在出了希特勒, 我们国内的人才一定会多起来。 假如说市场上有我需要的书, 可能会不利于某些顽劣少年的成长的话, 有利于少年成长的书也不适合于我们。 这一点与意识形态无关。 举例而言, 雷锋的故事这样的书对青年有益, 把它译成英文, 也很适合西点军校的演员阅读, 但是对于那些秃顶教授就不那么适宜。 再比方说, 罗兰小语, 雄瑶的小说, 对美国哈斯库的女生很适宜, 可惜的是, 美国这类书已经很多了, 但是对于年过四旬, 拿了博士学位, 在大学里讲社会学的知识分子就不适宜, 如果强要他们读的话, 大概会感到有点恶心。 这种人甚至会读, Story OO, 虽然你问他时, 他不一定肯承认。 有人会争辩说,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 应该为他们做牺牲。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牺牲的代价是让成人也变成孩子。 这样做的结果是, 我们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未来。 现在美国和欧洲, 把成人和儿童的知识环境分开, 有些书, 有些电影儿童不能看。 这种做法的背后的逻辑, 是承认, 成人有自我控制的能力, 无需法庭, 教会来决定哪些他能够知道, 哪些他不能知道。 这不仅是因为, 常人接触这些知识是无害的, 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知识里, 有他需要知道的成分, 还因为这是对常年人人格的尊重。 现代社会的前景是, 每个人都要成为知识分子, 限制他获得知识, 就是限制他的成长。 而正如孙隆基在,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指出的, 目前中国人面对的知识环境, 是一种同质状态, 处于弗洛伊德所说的纲门时期, 也许因为种种原因, 特别是历史原因, 我们眼下还不能不有一些同质的做法,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 一种做法是继续保持同质状态, 一种做法是摆脱同质状态, 准备长大。 相信前一种做法的人, 也相信乔治, 奥威尔在1984里杜撰的口号, 无知及力量。 相信后一种做法的人, 也相信培根的名言, 知识就是力量。 这下一步, 当然不是把日理翻过去就是的名片, 但是也不应当是日理永远翻不到的名片。 第五十三章, 有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 1992年, 我和李银河合作完成了 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之后, 出版了一本专著, 写了一些文章。 此后, 我们仍同研究中结识的朋友, 保持了一些联系。 除此之外, 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 最近几年, 虽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更深的研究, 但始终关注着这一社会问题。 从1992年到现在, 关注同性恋问题的人已经多起来。 有不少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发表, 还有一些人出来做同性恋者的社会工作, 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当然, 假如在艾滋病出现之前, 就能有人来关注同性恋问题, 那就更好一些。 据我所知, 因为艾滋病流行才来关注这个问题, 是件很使同性恋者反感的事情。 我们的研究使出于社会学方面的兴趣, 这种研究角度, 调查对象接受起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些。 做科学研究是应该价值中立, 但是作为一个一般人, 就不能回避价值判断。 作为一个研究者, 可以回避同性恋到得不道德这类问题, 但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 应该承认, 这个问题曾经使我相当困惑, 但是现在我就不再困惑。 假定有个人爱一个同性, 那个人又爱他, 那么此二人之间发生性关系, 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 不可避免, 又不伤害别人的事, 谈不上不道德。 有些同性恋伴侣也会有很深, 很长久的关系。 假如他们想要做爱的话, 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他们。 我总觉得长期, 固定, 有感情的性关系应该得到尊重。 这和尊重婚姻是一个道理。 这几年, 我们听到过各种对同性恋的价值判断, 有人说, 同性恋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 同性恋不道德等等。 因为我有不少同性恋者朋友, 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这些话曾经使我相当难过。 但现在我已经不难过了。 这种难过已经变成了一种泛泛的感觉。 在我们这里, 人对人的态度有时太过粗暴, 太不讲道理。 按现代的标准来看, 这种态度过于原始, 这可能是传统社会的痕迹。 假如真是这样, 我们或许可以期望将来情况会变得好些。 我对同性恋者的处境是同情的。 尤其是有些朋友有自己的终生恋人, 渴望能终生厮守, 但现在却是不可能的, 这就让人更加同情。 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总是让人敬重。 但是同性恋圈子里有些是我不喜欢, 那就是有些人中间存在的性恋。 和不了解的人发生性关系, 地点也不考究, 不安全, 不卫生, 又容易冒犯他人。 国外有些同性恋者认为, 从一而终, 是异性恋社会里的沉浮观念, 他们就喜欢时常更换性版。 对此, 我倒无话可说。 但一般来说, 性恋是社会里的负面现象, 是一种既不安定又危险的生活方式。 一个有理性的人总能相信, 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可取。 众所周知, 近几年来人们对同性恋现象的关注, 是和对艾滋病的关注紧密相连的。 但艾滋病和男童性恋的关联, 应该说是有很大偶然性的。 国外近几年的情况是, 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不再是男童性恋, 它和其他性传播疾病一样, 主要在社会的下层流传。 这是因为人们知道了这种病是怎么回事, 素质较高的人就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预防它。 剩下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才会患上这种病。 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文化, 人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倒以为, 假如想要防止艾滋病在中国流行, 对于我国的流浪人口不可掉以轻心。 艾滋病发现之初, 有些人说, 这种病是上帝对男童性恋者的惩罚, 现在他们该失望了, 不少静脉吸毒者也得了艾滋病。 我觉得人应该希望有个仁慈的上帝, 指望上帝和他们自己一样, 坏是不对的。 我知道, 有些人生活的乐趣, 就是发掘别人道德上的毛病, 然后盼着人家倒霉。 谢天谢地, 我不是这样的人。 鉴于本文将在医学杂志上发表, 医者父母心, 一种人们的立场, 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共鸣。 我个人认为, 享受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 性可以带来种种美好的感受, 是人生最重要的资源。 而同性恋是同性恋者在这方面所有的一切。 就我所知, 医学没有办法把同性恋者改造成异性恋。 我猜这是因为性倾向和人的整个意识混为一体, 所谓矫质, 无非是剥夺它的新能力。 假如此说属实, 矫质就没什么道理。 有的人渴慕异性, 有些人渴慕同性, 但大家对爱情的态度是一样的, 歧视和嘲笑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上迫害同性恋者最利者, 或者不明事理, 或者十分偏执, 我指的是中世纪的某些天主教士和纳粹分子, 中国历史上没有迫害同性恋的例子。 这可能说明我们的祖先记名势力又不十分偏执, 这种好传统应该发扬光大。 我认为社会应该给同性恋者一种保障, 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举例来说, 假如有一对同性恋者要结婚, 我就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 至于同性恋者, 我希望他们对生活能取一种正面的态度, 既能对自己负责, 也能对社会负责。 我认识的一些同性恋者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质, 很好的工作能力。 我总以为, 像这样一些朋友, 应该能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像个样子。 我是个异性恋者, 我的狭爱经验是, 能和自己所爱的女人体面地出去吃饭, 在自己家里不受干扰的作爱比较好。 至于在街头巷尾勾个性伴, 然后在个肮脏的地方瞎弄几下是不好的。 当然, 现在同性恋者很难得到这样的条件, 但这样的生活应该是他们争取的目标。 第五十四章, 他们的世界也续。 当我们对我国的同性恋现象进行研究时, 常常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 你们为什么放着很多重大问题不去研究, 而去研究同性恋? 假如这种劫难来自社会学界的同仁, 并不难回答。 证文中将有专门的章解, 讨论做同性恋研究的原因。 难于答复的是一般人的劫难。 过此这个问题又可以表述为, 你们作为社会学者, 为什么要研究同性恋? 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 并不在于我们缺少研究同性恋的理由, 而在于我们缺少做出答复的资格。 众所周知, 只有一门科学中的出类拔萃知识, 才有资格代表本门科学对公众说话。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做出解释。 我们做这项研究所受到的困扰, 不只是劫难, 而且在于, 社会中有一部分人不赞成研究同性恋。 毛泽东曾说, 对牛弹琴, 如果去掉对听琴者的藐视, 剩下的就只是对弹琴者的嘲弄。 虽然如此, 我们仍不揣冒昧, 不惧嘲弄, 要对公众陈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立场, 以及根据这样的立场, 对同性恋的研究为什么必不可少。 半个世纪以前, 在文化人类学中处于泰山北斗地位的 马林洛斯基为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 一书作叙事, 对费孝通的工作给予极高的评价。 马林洛斯基认为, 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在于, 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进行观察的结果。 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 所以他是一个实地调查者最珍贵的成就。 费孝通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社区, 包括了社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这样的研究在深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 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不同。 但是这项研究中有一些宝贵的经验, 值得我们寄去。 这就是, 作为土生土长的人, 对熟悉的人群做实在的观察, 不回避生活的每一个侧面。 这种实在作风乃是出于以下的信念, 真理能够解决问题, 因为真理不是别的, 而是人对真正事实和力量的实施求是。 站在这种信念的对立面的, 是学院式的装腔作势, 是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 于是, 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 科学被出卖了。 我们发现在社会科学的出发点方面, 有两种对立的立场。 一种是说, 科学在寻求真理, 真理是对事实的实事求是。 另一种则说, 真理是由一种教义说明的, 科学寻求的是此种真理正大光明的颂词。 一种说, 科学不应屈服于一种权威的教义。 另一种说, 科学本身就是权威的教义。 一种说, 不应出卖科学。 另一种说, 不存在出卖的问题, 它自从出事就在买方手中。 一种说, 在科学中要避免学院式的装腔做事。 另一种则说, 科学本身不是别的, 恰恰就是学院式的装腔做事。 一种说, 科学是出于求知的努力, 是永不休止的学习过程。 另一种则认为, 科学原制是天生所有的, 后天的求学乃是养浩然正气。 凡有助于正气的, 可以革制一番, 而不利于正气的, 则应误视误听。 以求达到私无邪的境界。 站在前一种立场上, 我们认为, 中国的同性恋现象是一种真正的事实, 不能对它视而不见, 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这个研究的唯一目的, 就是想知道中国现有的同性恋群体 是什么样子的。 而站在后一种立场上, 我们会发现自己是发疯了。 这种研究不风雅, 也难以学院式的口吻来陈述。 最主要的是, 在这项研究中, 不能够直接表现出 我们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是多么的正确和伟大。 这后一种立场, 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中心主义。 从这一立场出发所做的研究, 只是为了寻求 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好评。 故而, 它是按照可能得到好评的程度 来构造研究的方向和结果的。 从事这种研究, 因为预知了它的结果, 同手吟很相似。 一个男人在手吟之先, 就预知结果是本人的射精。 然而, 这并不妨碍手吟在他想象中 有声有色的进行。 这是因为有快感在支持。 对于从意识形态中心主义 立场出发的研究来说, 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好评 就具有快感的意味。 然而, 这种活动绝对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果实。 在说明了这一点之后, 就可以对公众说明我们研究 同性恋的初衷了。 我们是真诚的求职者, 从现存的事实看, 同性恋现象无论如何也是值得研究的。 以保守的估计来说, 同性恋者至少占总人口的1%, 这肯定构上了加以研究的规模。 同性恋活动影响到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其影响因此超过了1%的规模。 中国的男同性恋者多是要结婚的, 必然对女性的婚姻生活有重大影响。 上述的任何一条都成立为研究的理由。 此外, 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弗罗姆倡导的人文主义立场。 他说过, 马林诺夫斯基也说过, 科学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服务。 我们不能保证每次研究都有直接的应用价值, 但应保证它们都是出于善良的远方。 我们在做同性恋研究时, 对它们也怀有同样善良的愿望, 希望能对它们有所帮助, 而不是心怀恶意, 把它们作为敌对的一方。 我们始终怀着善意与研究对象交往。 这样的立场, 我们称之为科学研究的善良原则。 以上所述, 可以概括为科学研究的实时求是原则, 反意识形态中心主义原则和善良原则。 这些原则就是我们研究同性恋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在正文开始之前, 略加陈述, 以其求得读者的共鸣, 视为序言。 第55章, 诚实与福销, 我念大学本科时, 我哥哥再读研究生。 我是学理科的, 我哥哥是学逻辑学的。 有回我问他, 依你之鉴, 在中国人写的科学著作中, 哪本最值得一读? 他毫不犹豫地达到, 费小通的江村经济。 现在, 假如有个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 不管他是学什么的, 我的回答还是江村经济。 但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 还是叫做《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好。 它的长处, 在于十分诚实地描述了江南农村的生活景象, 像这样的诚实, 在中国人写的书里还未曾有过。 同时社会学界的前辈李锦翰先生做过定线调查, 把一个县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 学社会学的人总该读读定线调查, 但若不学社会学, 我觉得可以不读定线调查, 但不读江村经济可不成。 中国的读书人有种毛病, 总要把某些事实视而不见, 这些事实里就包括了中国农民的生活。 读书人喜欢做的事情是买手于固执堆里, 好像固执之中什么都有了。 中国的典籍倒是好落烟海, 但假若没人把事实往纸上写, 纸上还是什么都没有。 江村经济的价值就在于他把事实写到了纸上, 在中国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事。 马林洛夫斯基给江村经济做序也称赞了费先生的称识。 所以费先生这项研究中的诚实程度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谈江村经济, 而是谈诚实。 以我之见, 诚实就像金子一样, 有诚色的区别。 就以费先生的书为例, 在海外发调时, 叫做中国农民的生活, 这是十足赤金式的城市。 在国内发调时, 叫做江村经济, 成色就差了一些, 虽然它还是诚实的, 而且更对中国文人的口味。 我们这里有种传统, 对十足的诚实甚为不利。 有人说, 朱熹老夫子做了一室的学问, 什么叫做是必, 什么叫做应该是是必, 从来就没搞清楚过。 我们知道, 前者是指事实, 后者是指意愿, 两者是有区别的。 人不可能一辈子遇上的都是核心意的事。 如果朱夫子总把意愿和事实混为一谈, 那他怎么生活呢? 所以, 当朱夫子开始学术思维时, 他把意愿和事实当成了一回事, 学术思维却有这样一种特点, 不做学问时, 意愿和现实又能分开了。 不读朱夫子, 中国人做学问时都是如此, 自大孔子到如今, 写文章时都要拿一股进, 讨论国际民生乃至人类的前途这样的大题目, 得到一片光明的结论, 在这一片光明下, 十足的诚实导写得可修。 在所有重大题目上, 得出一片光明的结论固然很好, 但若不把意愿和事实混为一谈, 这却是很难做到的。 人忠于已知事实叫做诚实, 不忠于事实就叫做虚伪。 还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 这既不叫诚实也不叫虚伪, 我把它叫做浮潇。 这是个含蓄的说法, 乍看起来不够贴切, 实际上还是合乎道理的, 人选择事实总是出于浮潇的心境。 有一回, 我读一位海外新竹家学者的文集, 我对海外的新竹学并无偏见, 只是举个例子, 坐着一会儿引东, 一会儿引西, 从马克思, 微博到现代美国黑人的寻根文学引了一个遍, 所举例子都不甚贴切, 真正该引用的事理它又没有引到。 我越看越不懂, 就发了狠, 非看明白不可。 最终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打击者问, 把自己所制之学和台湾当局的文化建设挂上了沟, 看到这里, 我算是看明白了。 我还知道, 台湾当局拉拢海外学人是不及公本的, 这就是浮潇的起因, 当然, 更远的起因还能追溯到科举, 八股文, 人若把学问当作近身之本来做, 心就要往上浮。 诚实不是学术界的长处, 因为太诚实了, 就显得不学术。 向飞先生在江村经济里表现出的那种诚实, 的确是凤毛麟角。 有位外国记者问飞先生, 你觉得中国再过几时才能再出一个废孝通? 他答, 五十年。 这话我真不相信, 但恐怕最终还是不得不信。 第五十六章, 不新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 很早就在中国出版了, 因为选了嫁好的出版社, 所以能够不断重印。 我手里这一本, 是九十五年底第四次印刷的, 以后还有可能再印。 这是本老书, 但以新书的面目面试。 这两年, 市面上好书不多, 还出了些说不得破烂。 相比之下, 我宁愿说说不新的万历十五年, 旧的好书总比新的烂书好。 黄先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为横断面, 剖开了中国的传统社会。 这个社会虽然表面上尊卑有序, 实际上是乱糟糟的。 书里有这么个例子, 有一天北京城里哄传说皇上要武朝了, 所有的官员, 这可是一大群人, 赶紧都赶到城市的中心, 挤在一起像个罗马大吉, 把皇宫的正门堵了个严严实实。 但这件事皇上自己都不知道, 把他气得要撒一正。 假如哪天早上你推门出去, 看到外面楼道上挤满了人, 都说是你找来的, 但你自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你也要冒火, 何况是皇上。 他老人家一怒之下罚了大家的奉吟, 这也没有什么, 反正大家都有外快。 再比方说, 中国当时军队很多, 机构重叠, 当官的很威武, 当兵的也不少, 手里也都有家伙, 但都是些废物。 极少数的倭寇登了路, 就能席卷半个中国。 黄先生从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各个方面来考察, 到处都是乱糟糟, 偏偏明朝理学盛行, 很会摆排场, 高调也唱得很好。 用儒学的标准来看, 万历年间不能说是初级阶段, 得说是高级阶段, 但国家的事办的却是最不好, 要不然也不会被区区几个八旗兵亡掉。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 仅靠儒家的思想, 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够的, 还得有点别的。 中国必须从一个靠尊卑有序来管理的国家, 过渡到靠数目字来管理的国家。 我不是要和黄先生搬岗, 若说中国用数字来管理就会有前途, 这个想法未免太过天真, 数数谁不会呢? 大月进食, 亩产三十万金粮, 这不是数目字吗? 用这种数字来管理, 比没有数字更糟。 这是因为数字可以是假的, 尤其是阿拉伯数字, 在后面天启灵来太方便, 让人看了大处。 万历年间的人不识数吗? 既只用原则去管理社会不行, 为什么不用数字来管? 黄先生又说, 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 很可以做道德的根基, 但在治理国家时, 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 这话我相信后半句, 不信前半句。 我有个例子可以证明它行不通, 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岳母, 一个极慈爱的老太太, 次要人物是我, 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 用老话来说, 我是她老人家的伴子, 当然不是夏威奇时说的半个子, 是指半个儿子, 她对我有权威, 我对她有感情, 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家的卫生间没有挂镜子, 因为是水泥墙, 钉不进钉子。 有一天, 老太太到我们家来, 拿来了一面镜子和一根钉子, 说道, 拿锤子来, 你把钉子钉进墙里, 把镜子挂上。 我一看着钉子, 又粗又钝。 除非用射钉枪来发射, 决定不进墙里, 实际上, 这就是这钉子的正确用途。 细心考虑了一下, 我对岳母解释道, 妈, 你看这水泥, 又硬又脆, 差不多和玻璃一样。 我呢, 您是知道的, 不是一支射钉枪, 肯定不能把它一下打进墙里, 要打很多下, 水泥还能不碎吗? 结果肯定是把墙凿个坑, 钉子也钉不上, 我说得够清楚的了吧。 老太太听了, 瞪我一眼道, 我给你买了钉子, 又这么大老远给你送来, 你连事都不是。 我当然无话可说。 过了一会儿, 地上落满了水泥碎块, 墙上出现了很多浅坑。 老太太满意了, 说道, 不定了, 去吃饭。 结果, 是我家御师的墙就此变了麻子, 成了感情和权威的牺牲品。 过些时候, 遇到我的大舅子, 才知道她家卫生间也是水泥墙, 上面也有很多坑, 也是用钝钉子钉出来的。 她不愿毁坏自己的墙, 但更不愿伤害老太太的感情。 按儒家的标准, 我岳母对待我们符合人的要求, 我们对待我岳母也符合人的标准, 结果在墙上打了些窟窿。 假设她连我的PC机也关起来, 这东西肯定是在破烂市上也卖不出去, 我连吃饭的家伙都没有了。 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 所以让我去选择道德的根基, 我愿选实事求是。 我说, 万里十五年是本好书, 但又这样鸡蛋里挑骨头似的 找她的毛病。 这是因为, 此书不会因我的歪皮而贬值, 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它是一面镜子, 照见了我们的前辈, 古时候的读书人, 或者叫做儒生们, 是怎样做人做事的。 古往近来的读书人, 从经典理学道理一些粗浅的原则, 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 站出来管理国家, 忘断天下的是非曲之, 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 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 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 老百姓说, 罐子里养王八, 养也养不大。 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 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简, 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简, 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 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 在书斋里发现, 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 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 少了一些造罐子的, 打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第五十七章代价论, 乌托邦与圣贤, 郑也夫先生的代价论, 在《哈佛燕经》从书里出版了, 书在手边放了很长时间都没顾上看。 我以为如果没有精力就读一本书, 那是对作者的不敬。 最近细看了一下, 觉得野夫先生文笔流畅, 书也读得很多, 文献准备得比较充分。 旧书论书, 应该说是本很好的书, 但旧书中包含的思想而论, 又觉得颇为抵触。 说来也怪, 我太太是社会学家, 我本人也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 但我对一些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越来越觉得隔膜。 这本书的主旨, 主要是中庸思想的推广, 还提出一个哲理, 任何一种社会伦理都必须付出代价, 做什么事都要把代价考虑在内等等。 这些想法是不错的, 但我总觉得有些问题当作技术问题, 看比当原则问题更恰当些。 当你追求一种有利效果时, 有若干不利的影响随之产生, 这在工程上最常见不过, 有很多描述和解决这种问题的数学工具。 换言之, 如果一心一意地要背弃近代科学的分析方法, 自然可以提出很多的原则, 但这些原则有多大用处就很难说了。 中庸的思想放在一个只凭感觉做事的古代人脑子里会有用。 比方说他要蒸馒头, 记住中庸二字, 就不会是馒头发酸或者减大。 但近代的化工技师就不需要记住中庸的原则, 他要做的是测一下TH值, 再用天平去称量苏打的分量。 总而言之, 我不以为中庸的思想有任何高明之处, 当然这也可能是迷信分析方法造成的一种偏见。 我听到社会学家说过, 西方人发明的分析方法已经过时, 今后我们要用中国人发明的整合方法做研究。 又听到女权主义者说, 男人发明的理性的方法过时了, 我们要用感性的方法做研究, 但我总以为做研究才是最主要的。 代价论分专章讨论很多社会学专题, 有些问题带有专闻性我不便评论。 但有一章论集乌托邦的, 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 乌托邦这个名字来自摩尔的同名小说, 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它有独特的生命力。 除了有正面乌托邦, 还有反面乌托邦, 这后一种题材生命力游望。 作为一种制度, 它却有极不妥之处。 首先, 它总是一种极端国家主义的制度压制个人, 其次, 它僵化没有生命力。 最后, 并非最不重要, 它规定了一种呆板的生活方式, 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的要死。 近代思想家对它多有批判, 郑先生也引用了。 但他又说, 乌托邦可以激励人们向上, 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气, 这就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了。 乌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个错误。 不管哪种乌托邦, 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 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 生活方式, 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 假如它是本小说, 那倒没什么说的。 要让后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 就是一种极其猖狂的狂妄。 现实独裁者的狂妄, 无非是自己一颗头脑袋, 天下苍生思想。 而乌托邦的缔造者, 是用自己一字的思想, 代替千秋万代后世人的思想。 假如不把后世人变得愚蠢, 这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 现代社会的时间证明, 不要说至善至美的社会, 就是个稍微过得去的社会, 也少不了亿万人智力的推动。 无论构思乌托邦, 还是实现乌托邦, 都是一种错误。 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励人们向上。 我们曾经经历过乌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气, 只可惜那是一种特殊的愚蠢而已。 从郑也夫的代价论, 扯到乌托邦已经扯得够远的了。 下一步我又要扯到圣贤身上去, 这题目和郑先生的书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讨厌乌托邦的人上诉他的源头, 一直寻到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 然后朝他猛烈开火攻击。 中国的自由派则另有攻击对象, 说种种不自由的始作俑者。 此时此地我也不敢说自己是个自由派, 但我觉得这种攻击有些道理。 罗素先生攻击柏拉图是始作俑者, 给他这样一个罪名,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夺了理想国, 胸中燃烧起万丈雄心, 想当莱库格斯或一个哲人王, 只可惜对权势的爱好总是使他们误入歧途。 这话我想了又想, 终于想到, 说理想国的爱好者们爱好权势, 恐怕不是不当的指责。 莱库格斯就不说了, 哲人王是什么? 就是圣贤啊。 第58章, 我为什么要写作, 时代三不去, 总续。 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去登山, 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极危险, 又没什么实际的好处。 他回答道, 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 我喜欢这个答案, 因为里面包含着幽默感, 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 偏说是山在那里使他心里痒痒。 除此之外, 我还喜欢这位登山家干的事, 没来由地往悬崖上爬, 它会导致肌肉疼痛, 还要冒摔出脑子的危险, 所以一般人尽量避免爬山。 用热力学的角度来看, 这是个减伤现象, 极为少见。 这是因为人总是趋利避害, 热力学上把自发现象叫做伤增现象, 所以虚害避利肯定减伤。 现在把登山和写作相提并论, 势必要招致反对。 这是因为最近十年来中国有过小说热, 史歌热, 文化热, 无论哪一种热都会导致大量的人投身写作, 别人常把我看成此类人士中的一个, 并且告诫我说, 现在都是什么年月了, 你还写小说, 言下之意是眼下是经商热, 我该下海去经商了。 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样。 前三种热发声时, 我正在美国念书, 丝毫没有受到感染。 我们家的教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 一律去学理工。 因为这些缘故, 励志写作在我身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减伤过程。 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件事, 除了它是个减伤过程这一点。 有关我励志写作是个减伤过程, 还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 写作是个笼统的字眼, 还要看写什么东西。 写畅销小说, 爱情小诗等等热门东西, 应该列入伤增过程之列。 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 不但挣不了钱, 有时还要倒贴一些。 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 就该做如此理解。 据我所知, 这世界上有名的严肃作家, 大多是凑合过日子, 没名的大概连凑合, 也算不上。 这样说明了以后, 大家都能明白, 我确实在一个减伤过程中。 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 理由显而易见。 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 老舍挑了太平湖, 湖峰关了监狱, 王十位被枪毙了。 以前还有金圣探, 砍脑科等等实力。 当然, 他老人家也是屋内饮酒, 门外劝水的人, 自己也是个文科的教授, 但是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数不正, 不足为训。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就此全学了理工科, 知我哥哥例外。 考虑到我父母脾气暴躁, 吼声如雷, 你得说这种选择是个伤增过程。 而我哥哥那个例外是这么发生的, 七八年考大学时, 我哥哥是北京牧城建煤矿最强壮的青年矿工, 吼起来比我爸爸音量还要大。 无论是动手揍他, 还是朝他吼叫, 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 所以就任凭他去学了哲学, 在逻辑学界的泰斗神尤鼎先生的门下当了研究生。 考虑到符号逻辑是个极专门的学科, 这是从外星人看不懂逻辑文章来说, 他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 从以上的叙述, 你可以弄明白我父亲的意思。 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学一种外星人弄不懂, 而又是有功势道的专业, 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 我父亲一生坎坷, 他又最爱我们, 这样的安排在他看来最自然不过。 我自己的情形是这样的, 从小到大, 身体不算强壮, 吼起来音量也不够大, 所以一直本分为人。 尽管如此, 我身上总有一股要写小说的危险情绪。 插队的时候, 我遇上一个很坏的家伙, 他还是我们的领导, 属于在我国这个社会里少数坏干部之列, 我就编了一个故事, 描写他从尾谷开始一寸寸变成了一条驴, 并且把他写出来以写心头之分。 后来读了一些书, 我发现卡夫卡也写了个类似的故事, 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故事, 女主人工长了颠覆的翅膀, 并且头发是绿色的, 生活在水下。 这些二十岁前的作品我都烧掉了。 再次一提是要说明这种危险倾向的由来。 后来我一直抑制着这种倾向, 念满了本科, 到美国去留学。 我哥哥也念满了硕士, 也到美国去留学。 我在那边又开始写小说, 这种危险的倾向再也不能抑制了。 在美国时, 我父亲去世了。 回想他让我们读理科的事, 觉得和美国发生的事不是一个逻辑。 这让我想起了前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 对大音乐家肖斯塔科奇说的话来, 我小的时候很有音乐天才。 只可惜我父亲没钱给我买把小提琴, 假如有了那把小提琴, 我现在就坐在你的乐池里。 这段话乍看不明其意, 需要我提示一句, 这次对话发生在苏联的三十年代, 说完了没多久, 图元帅就一命呜呼。 那年头专逼元帅将军, 不大逼小提琴手。 文化大革命里跳楼上吊的却是文人居多。 我父亲在诗诗, 一心一意地要给我们美人都弄把小提琴。 这把小提琴就是理工农医任一门, 只有文科不在其内, 这和美国发生的事不一样, 但是结论还是同一个, 我该去干点别的, 不该写小说。 有关美国的一切, 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 American's business is business,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国家永远是在经商热中, 而且永远是一千度的白热。 所以你要是看了前门之后, 以为那里有某种气氛, 会有助于人立志写作就错了。 连我哥哥到了那里都后悔了, 觉得不该学逻辑, 应当学商科或者计算机。 虽然他依旧无限仰慕罗素先生的为人, 并且截其心力, 证明了一项几十年未证出的逻辑定理, 但是看到有钱人豪华的住房, 也免不了唠叨几句他对妻儿的责任。 在美国有很强大的力量促使人去挣钱, 比方说洋房, 有些只有一片小草坪, 有的有几百亩草坪, 有的有几千亩草坪, 所以仅就住房一项, 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挣钱的动力。 再比方说汽车, 有无穷的档次和价格。 你要是真有钱, 可以考虑把肯尼迪遇刺时 做的汽车买来做。 还有人买下了前苏联的战斗机, 架着飞上天。 在那个社会里, 没有人受得了自己的孩子 对同伴说, 我爸爸穷, 我要是有孩子, 现在也准在那里挣钱。 而写书在那里, 也不是个挣钱的行当。 不信你到美国书店里看看, 各种各样的书涨了架子, 和超级市场里陈列的卫生纸一样多, 假如有人出手苦心几率 一页页写出的卫生纸, 肯定不是好行当。 除此之外, 还有好多人的书没有上架, 我在他自己的家里。 我没有孩子, 也不准备药。 作为中国人, 我是个极少见的现象。 但是人有一张脸, 树有一张皮, 别人都有钱证, 自己却在干可疑的勾当, 脸面上也过不去。 在美国时, 有一次和一位华人教授聊天, 他说他女儿很有出息, 放着哈佛大学人类学习奖学金不要, 自费去年一般大学的local, 如此反潮流, 真不愧是书香门第。 其实这是奢小利而去大利, 受小害而逼大害。 不信你去问问, 律师挣多少钱, 人类学家又挣多少钱。 和我聊天的这位教授, 是个大学问家, 特理独行之辈。 一谈到了儿女, 好像也不大特理独行了。 说完了美国、 苏联, 就该谈谈我自己。 到现在为止, 我写了八年小说, 也出了几本书, 但是大家没怎么看到。 除此之外, 我还常收到谩骂性的推稿信, 这时我总善意地想, 写信的人准是领导那里挨了骂, 召我撒气。 提起王小波, 大家准会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 想不到我身上。 我还在减伤过程中。 顺便说一句, 人类的存在, 文明的发展就是个减伤过程, 但是这是说人类。 具体说到自己, 我的行为依旧无法解释。 再顺便说一句, 处于减伤过程中, 绝不只是我一个人。 在美国, 我遇上过支气摊来卖托洛斯基, 戈瓦拉, 毛主席等人的书的家伙, 我要和他说话, 他先问我怕不怕联邦调查局, 别的例子还很多。 在这些人身上, 你就看不到水往低处流, 苹果掉下地, 狼把兔子吃掉的这一宏大的过程, 看到的现象相当于水往山上流, 苹果飞上天, 兔子吃掉狼。 我还可以说, 光有伤增现象不成。 举例言之, 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 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挥齐, 挤在一起向粪缸里的去。 但是这也不能解释我的行为。 我的行为是不能解释的, 假如你把伤增现象看成荆轲玉律的话。 当然, 如果硬要我用一句话直接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 那就是, 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 我应该做这件事。 但是这句话正如一个嫌疑犯说, 自己没杀人一样, 不可信。 所以, 信不信有你吧? 第59章, 我的诗称, 青铜时代序, 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在文学上的诗称。 小时候, 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扎梁征先生意的《青铜骑士, 我爱你》, 彼得兴间的大成。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逆瓦河的流水多么庄严。 大理石平铺在他的两岸, 他还告诉我说, 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师, 是最好的文字。 相比之下, 另一位先生意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 我爱你庄严的外貌, 现在我明白, 后一位先生准是东北人, 他的一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 和查先生的一诗相比, 高下立判。 那一年我15岁, 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到了将近40岁时, 我读到了王道前先生意的《情人》, 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 道前先生曾是诗人, 后来做了翻译架, 文字功夫炉火纯青。 他一生坎坷, 晚年的一笔沉痛之急。 请听听《情人》开头的一段, 我已经老了。 有一天, 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 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 他主动介绍自己。 他对我说, 我认识你, 我永远记得你。 那时候, 你还很年轻, 人人都说你很美, 现在, 我是特为来告诉你, 对我来说, 我觉得, 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 那时你是年轻女人, 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 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写照。 杜拉斯的文章好, 但王先生一笔也好, 无限沧桑尽在其中。 扎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 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 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 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 可以很容易地学到。 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 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 除了这两位先生, 别的翻译家也用最好的文学语言写作。 比方说, 德国诗选里有这样的一诗, 朝五出生, 落叶飘零, 让我们把梅酒满针, 带有一种永难忘记的韵律, 这就是诗啊。 对于这些先生, 我何止是尊敬他们, 我爱他们。 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 至今无人可比。 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 也算不虚此生。 道歉先生和梁征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 后来, 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 只能当翻译家。 就是这样, 他们还是留下了黄中大吕式的文字。 文字是用来读, 用来听, 不是用来看的, 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 不懂这一点, 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 思想, 语言, 文字, 是一体的。 假如念起来乱糟糟, 意思也不会好, 这是最简单的真理, 但假如没有前辈来告诉我, 我怎么会知道啊? 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 以后重读时, 惭愧的无敌自容, 真想自己脱了裤子, 请到钱先生打我两棍。 孟子曾说, 无耻之耻, 无耻矣。 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 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 对我来说, 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 提醒现在的年轻人, 记住他们的名字, 读他们意的书, 是我的责任。 现在的人会说, 王先生和茶先生都是翻译家。 翻译家和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这话也对, 但总要看看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 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 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 最让人痛心的是, 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 这些作品理应由扎梁征先生, 王道谦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 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 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 晚年的余晖, 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 写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 可惜梁征先生, 道谦先生都不在了, 回想我年轻时, 偷偷地读到过傅雷, 乳龙等先生的散文一笔, 这些文字都是好的。 但是最好的, 还是诗人们的一笔, 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 没有这种韵律, 就不会有文学。 最重要的是, 在中国, 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 剩下的事只是学习, 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 我们不需要用难听的方言, 也不必用尖色, 缺少表现力的文言来写作。 作家们为什么现在还爱用烈等的文字来写作, 非我所能知道。 但若因此忽略前辈翻译家对文学的贡献, 又何止是不公道? 正如法国新小说的前群们指出的那样, 小说正向式的方向改变着自己。 米兰, 昆德拉说, 小说应该像音乐。 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 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起来极为悦耳, 像一串清脆的珠子洒落于地。 我既不懂法文, 也不懂意大利文, 但我能够听到小说的韵律, 这要归功于诗人留下的遗产。 我一直想承认, 我的文学失诚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 这是给我脸上贴金, 但就是在道前先生, 梁成先生都以故事之后, 我也没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 因为假如自己写得不好, 就是给他们脸上抹黑。 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科取之处, 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 我们年轻时都知道, 想要读好文字就去要读译著, 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 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 随着道前先生逝世, 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写如此好的文字, 但是他们的书还在, 可以成为学习文学的范本。 我最终写出了这些, 不是因为我的书已经写得好了, 而是因为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道的。 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 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 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 什么是好。 第六十章, 我的精神家园, 我十三岁时, 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 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 他把所有不仪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 在那个柜子里, 有奥维德的变形记, 诸生豪逸的沙翁戏剧, 甚至还有十日谈。 柜子是锁着的, 但我哥哥有捅开他的方法。 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利的办法, 你小,身体也单薄, 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 但实际上, 在揍我这个问题上, 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 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 总给他这种机会。 总而言之, 透出书来两人看, 挨揍则是我一人挨, 就这样看了一些书。 虽然很吃亏, 但我也不后悔。 看过了变形记, 我对古希腊找了迷。 我哥哥还告诉我说, 古希腊有一种折人, 穿着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 有一天, 有一位折人去看朋友, 见他不在, 就要过一块涂腊的木板, 在上面随意挥洒, 画了一条曲线, 交给朋友的家人, 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 看到那块木板, 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 连忙埋伏在折人家左近, 带他出门时闯进去, 要过一块木板, 精心画上一条曲线。 当然, 这故事余下的部分, 就很容易猜了。 折人回了家, 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 又取一块蜡板, 把自己的全部心胸, 画在一条曲线里, 送给朋友去看, 使他真正折服。 现在我想, 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 但当时我还认真的想了一阵, 终于傻呵呵地说道, 这多好啊。 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 我并不羞愧。 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 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 此外, 人有兄长是好的。 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意义, 长大以后, 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 我哥哥后来是一顾逻辑大师神尤鼎先生的弟子, 我则学了理科, 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 对热理学的体会。 但这已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 再大一些, 我到国外去旅行, 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 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拜伦堂。 但我总在回想, 又是遥望人类智慧, 星空式的情景。 千万丈的大厦, 总要有片点基石, 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 所有的智者, 诗人, 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 我总觉得, 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 就如性爱一样, 是不可少的。 我时常回到童年, 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 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一解。 人活着, 当然要做一番事业, 而且是人文的事业。 就如有一条路要走, 假如是有位老学救世的人物, 手指教鞭借驰打着你走, 那就不是走一条路, 而是被一本宗谱。 我听说, 前苏联就是这么教小孩子的, 要被全本的普希金, 半本莱蒙托夫, 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 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 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 我就不说了, 以免得罪师长。 我很怀疑会被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 但我也不想说服谁。 安徒生写过, 光荣的荆棘路, 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 智者人人就在火里走着。 当然, 他是把尘世的萧萧都考虑在内了, 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 用宁静的童心来看, 这条路是这样的, 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 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 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 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险, 但想要说服安徒生, 就要用这样的语言。 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 告诉他们, 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 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 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 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的。 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 要重建精神家园, 恢复人文精神, 就要灭掉一切俗人, 其中首先要灭的, 就是风头正见的俗人。 假如说, 读者兜里的钱是有数的, 买了别人的书, 就没钱来买我的书, 所以要灭掉别人, 这个我倒能理解, 但上述说法不见得有如此之深奥。 假如真有这么深奥, 我也不赞成, 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 严守诚实原则, 反对不正当的竞争, 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 萧萧尘世上的正宗, 这个念头我没有, 也不敢有。 既然如此, 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 包括这篇文章的动机。 坦白地说, 我也解释不大清楚, 只能说, 假如我今天死掉, 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 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也不能像斯汤达一样说, 活过, 爱过, 写过。 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 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第61章, 我对小说的看法, 我自幼就喜欢读小说, 并且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写小说, 直到27、8岁时, 读到了《图尼埃尔·托尼·M》的一篇小说, 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在不知不觉之中, 小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的区别, 就像汽车和马车的区别一样大。 现代小说中的精品, 再不是可以一幕十行往下看的了。 为了让读者同意我的意见, 让我来举一个例子, 杜拉斯·多拉森。 情人的第一句是, 我已经老了, 无限沧桑尽在其中。 如果你仔细读下去, 就会发现, 每句话的写法大体都是这样的, 我对现代小说的看法, 就是被情人固定下来的。 现代小说的名篇总是包含了极多的信息, 而且极端精美, 让读小说的人狂喜, 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 在经典作家里, 只有俄国的契赫夫, Chakoli Pi, 偶尔有几笔写成这样, 但远不是通篇都让人敬畏。 必须承认, 现代小说家曾经使我大受惊吓。 我读过的图尼埃尔的那篇小说, 叫做《少女与死》, 它只是一系列惊吓的开始。 因为这个发现, 我曾经放弃了写小说, 有整整十年再干别的事, 直到将近四十岁, 才回头又来尝试写小说。 这时我发现, 就是写过一些名片的现代小说家, 平常写的小说也是很一般的。 瑞士作家迪伦马特, 周然·麦塔夫, 写完了他的名片《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之后, 坦白说, 这个长中片耗去了他好几年的光阴, 而且说, 今后他不准备再这样写下去了。 此后他写很多长篇, 虽然都很好看, 但不如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精脆。 杜拉斯也说, 《情人》经过反复的修改, 每一段, 每一句都重新安排过。 照我看, 他的其他小说都不如《情人》好。 他们的话让人看了放心, 说明现代小说家也不是一群超人, 他们有些惊世骇俗的名片, 但是既不多, 也不长。 虽然如此, 我还是认为, 现代小说中几个中篇, 如《情人》之类, 比至经典作家的红篇巨制 毫不逊色, 爱好古典文学的人 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 我也没打算说服他们。 但我还是要说, 我也爱好过古典文学, 而在影视发达的现代, 如果没有现代小说, 托尔斯泰并不能让我保持阅读的习惯。 我认为, 现代小说的成就建筑 在不多几个名片上, 虽然凭这几篇小说 很难评上诺贝尔文学奖, 但现代小说艺术的顶峰就在其中。 我的抱负也是要在一两篇作品里达到这个水平。 我也特别喜欢写长中篇六万字左右, 比如我的《未来世界》就是这么长, 情人、法官和他的柜子手等明天也是这么长。 当然, 这样作有东施孝平之嫌, 在我写过的小说里, 《黄金时代》、《联合报》第十三届中篇小说奖 是最满意的, 但是还没达到我希望的水准, 所以还要继续努力。 第六十二章, 小说的艺术, 朋友给我寄来一本昆德拉的 《被背叛的遗嘱》, 这是本坛小说艺术的书。 书很长, 有些地方我不同意, 有些部分我没看懂, 这本书里夹杂着五线谱, 但我不识谱, 家里更没有钢琴, 但还是能看懂能同意的地方居多。 我对此书有种特别的不满, 那就是作者丝毫没有提到 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 卡尔维诺, 尤瑟纳尔, 君特, 格拉斯, 莫迪阿诺, 还有一位不常写小说的作者, 马格丽特·杜拉斯。 早在半世纪以前, 茨维格就抱怨说, 哪怕是大师的作品, 也有纯属冗余的成分。 假如他活到了现在, 看到现代小说家的作品, 这些怨言就没有了。 昆德拉不提现代小说的这种成就, 是因为同行极度, 还是艺术上间接不同。 我就不得而知。 当然, 昆德拉提谁不提谁, 完全是他的自由。 但若我来写这本书, 一定要把这件事写上。 不管怎么说吧, 我同意作者的意见, 的确存在一种小说的艺术, 这种艺术远不是谁都懂得。 昆德拉说, 不懂开心的人不会懂得任何小说艺术, 除了懂得开心, 还要懂得更多, 才能懂得小说的艺术。 但若连开心都不懂, 那就只能把小说读糟蹋了。 归根结底, 昆德拉的话并没有错。 我自己对读小说有一种真正的爱好, 这种爱好不可能由阅读任何其他类型的作品所满足。 我自己也写小说, 写得好诗得到的乐趣, 绝非任何其他的快乐可以替代。 这就是说, 我对小说有种真正的爱好, 而这种爱好就是对小说艺术的爱好, 在这点上我可以和昆德拉沟通。 我想象一般的读者并非如此, 他们只是对文化生活, 有种泛泛的爱好。 现在有种论点, 认为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杂文, 这或者是事实, 但我对此感到悲哀。 我自己读杂文, 有时还写点杂文。 照我看, 杂文无非是讲理, 你看到理在哪里, 静止一讲就可。 当然, 把道理讲得透彻, 讲得漂亮, 读起来也有种畅快淋漓的快感。 但毕竟和读小说是两道劲。 写小说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 也需要写无中生有的才能。 我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 所以, 我虽能把理讲好, 但不觉得这是长处, 其实觉得这是一种劣根性, 需要加以克服。 诚然, 作为一个人, 要负道义的责任, 憋不住就得说, 这就是我写杂文的动机。 所以, 也只能适当克服, 还不能完全克服。 前不久在报上看到一种论点, 说现在杂文取代了小说, 负起了社会道义的责任。 假如真是如此, 那倒是件好事, 小说来负道义责任, 那就如希腊人所说, 安自扣到头上来了。 但这是仅就文学内部而言。 从整个社会而言, 道义责任全扣在提笔维闻的人身上, 还是不大对头。 从另一方面来看, 负道义责任可不是艺术标准, 尤其不是小说艺术的标准。 这很重要啊。 昆德拉的书也主要是说这个问题, 写小说的人要让人开心, 他要有虚构的才能, 并要有施展这种才能的动力, 我认为这是主要之点。 昆德拉则说, 看小说的人要想开心, 能够欣赏虚构, 并且能宽容虚构的东西, 他说这是主要之点。 我倒不存这种奢望。 小说的艺术首先会形成在小说家的意愿之中, 以后会不会遭人背叛, 那是以后的事。 首先要有这种东西, 这才是最主要的。 昆德拉说, 小说传统是欧洲的传统, 但若说小说的艺术在中国从未受到重视, 那也是不对的。 在很多年的, 曾有过一个历史的瞬间, 年轻的张爱玲出炉头角, 显示出写小说的才能。 傅雷先生发现了这一点, 马上写文章说, 小说的技巧值得注意。 那个时候连张春桥都化名写小说, 仅就艺术而言, 可算是一团糟。 张爱玲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但若说有什么遗嘱被背叛了, 可不是张爱玲的遗嘱, 而是傅雷的遗嘱。 天知道张爱玲后来写的那叫什么东西。 他把自己的病态当作才能了, 人有才能还不叫艺术家, 知道真是自己的才能才叫艺术家呢。 笔者行文至此, 就欲结束。 但对小说的艺术只说了它不是什么, 它到底是什么还一字未提。 假如读者想要明白的话, 从昆德拉的书里也看不到, 应该静止找两本好小说看看。 看完了能明白则好, 不能明白也就无法可想了, 可以去试试别的东西。 千万别听任何人讲理, 越听越糊涂。 任何一门艺术 只有从作品里才能看到, 套昆德拉的话说, 只喜欢看杂文、 看评论、 看简介的人, 是不会懂得任何一种艺术的。 第六十三章, 黄金时代后继, 罗素先生在他的西方的智慧, 艺术里曾经引述了这样一句话, 一本大书就是一个灾难。 我同意这句话, 但我认为书不管大小, 都可以成为灾难, 并且是作者和编辑的灾难。 本书的三部小说被收到同一个集子里, 除了主人公都叫王尔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的主题。 我相信读者阅读之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 同时也会认为还没有人这样写过我们的生活。 本师记出, 有一位印象派画家画了一批伦敦的风景画, 在伦敦展开, 引起了很大轰动, 他画的天空完全是红的。 观众当然以为是画家存心要标新立异, 然而当他们不出画廊, 抬头看天时, 发现因为污染的缘故, 伦敦的天空的确是砖红色的。 天空应当是蓝色的, 但实际上是红色的, 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 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 本书中《黄金时代》第一集曾在台湾联合报连载。 革命时期的爱情和《我的阴阳两界》 也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 我曾经就这些作品请教过一些朋友的意见。 除了肯定的意见之外, 还有一种反对的意见是这样的。 这些小说虽然好看, 但是缺少了一个积极的主题, 不能激励人们向上等等。 作者虽是谦虚的人, 却不能接受这些意见。 积极向上虽然是为人的准则, 也不该时时刻刻挂在嘴上。 我以为自己的本分就是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 而不应在作品里夹杂某些刻意说脚。 我的写作态度是写一些作品给读小说的人看, 而不是去教诲不良的青年。 我知道, 有很多理智健全, 能够辨别善恶的人需要读小说, 本书就是为他们而写。 至于浑浑噩噩, 善恶不明的人需要读点什么, 我还没有考虑过。 不管怎么说, 我认为咱们国家里前一类读者够多了, 可以有一种正经文学了。 若说我们国家的全体成年人均处于天真未凿, 善恶莫变的状态, 需要无时不刻地说脚, 这是我绝不敢相信的。 自我懂事以来, 领导者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是评价过高, 对我国人民的智力、道德水平总是评价过低, 我认为这是一种偏差。 当然, 假如这是出于策略的考虑, 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有关这本书, 还有最后一点要说, 本世纪初, 有那个把伦敦的天空化成了红色的人, 后来被称为伦敦天空的发明者。 我这样写了我们的生活, 假如有人说, 我就是这种生活的发明者, 这是我绝不能承认的。 众所周知, 这种发明权属于更伟大的人物, 更伟大的力量。 本书得以面试, 多亏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必须说明, 这些优秀品质并非作者所有。 鉴于出版这本书, 比写出这本书要困难得多, 所以, 假如本书有些可取之处, 应当归功于所有帮主出版和发行他的朋友们。 作者, 1994年6月, 第64章, 洪福夜班旭。 这本书里将要谈到的是有趣, 其实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 对于一些书来说, 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 对于另一些书来说, 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 我能记住自己读过的每一本有趣的书, 而无趣的书则连书名都不会记得。 但是不仅是我, 大家都快要忘记有趣是什么了。 我以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 照我的理解, 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在他卓越的著作《单向度的人》里, 也表达过相同的看法。 当然, 中国人的遭遇和他们是不同的故事。 在我们这里, 智慧被超越, 变成了暖昧不清, 性爱被超越, 变成了私无邪, 有趣被超越之后, 就会变成庄严之重。 我们的灵魂将被净化, 被提升, 而不是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 淹没在物语里。 我正等待着有一天, 自己能够打开一本书, 不再期待它有趣, 只期待自己能受到教育。 与此同时, 我也想起了, 福士德里, 主人公感到生命离去时, 所说的话, 你真美呀, 请等一等。 我爱玩正在失去的东西。 一本小说里, 总该有些纯属虚构的地方。 熟悉数学方面典故的读者, 一定知道, 有关费尔玛定理的那个有趣的故事。 这方面无庸作者赘言。 最近, 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证明了费尔玛大定理。 需要说明的是, 书中王二证明费尔玛定理是在此事之前。 第65章, 盖茨的谨慎一, 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里写道,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工程师已有能力营造真实的感觉。 他们可以给人戴上显示彩色图像的眼镜, 再给你戴上立体声耳机, 你的所见所闻都由计算机来控制。 只要软硬件都过硬, 人分不出电子音像和真声真相的区别。 可能现在的软硬件还称不上过硬, 尚做不到这一点, 但过去20年里, 技术的进步是惊人的, 所以对这一天的到来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光看到和听到还不算身理其境, 还要模拟身体的感觉。 盖茨先生想出一种东西, 叫做VR紧身衣, 这是一种机电设备, 像一件衣服, 内表面上有很多伸缩的出头, 用电脑来控制, 这样就可以模仿人的触觉。 照他的说法, 只要有25到30万个触点, 就可以完全模拟人全身的触感, 从电脑技术的角度来说, 控制这些触头简直是小儿科。 有了这身衣服, 一切都大不一样。 比方说, 电脑向你输出一阵风, 你不但可以看到风吹洋流, 听到风过树梢, 还可以感到风从脸上流过, 假如电脑输出的是美人, 那就不仅是他的英容笑貌, 还有他的发丝从你面颊上划过。 这是友好的美人, 假如不友好, 来的就是大耳瓜子, VR紧身衣的概念就是如此。 作为学食品科技的人, 我觉得还该有个面罩连着一些香水瓶, 由电脑控制的阀门, 决定你该闻到什么气味, 但假若你患有鼻炎, 就会觉得面罩没有必要。 总而言之, VR紧身衣的概念就是如此, 估计要补了20年, 科学就能把它造出来, 而且让它很便宜, 像今天的电子游戏机一样在街上出售, 穿上它就能前往另一个世界, 假如软件丰富, 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 想遇上谁就能遇上谁, 想干啥就能干啥, 而且不花什么代价, 顶多出点软件钱。 到了那一天, 不知人们还有没有心思阅读文本, 甚至时不时字都不一定。 我靠写作为生, 现在该做出何种决定呢? 大概是在六七十年代吧, 法国有些小说家就这样提出问题, 在电影时代, 小说应该怎么写? 该看到的电影都演出来了, 该听到的广播也播出来了。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花几十页写出的东西, 用宽荧幕电影几个镜头就能解决。 还照经典作家的写法, 没有人爱看, 顶多给电影提供脚本。 如我们所知, 这叫生产初级产品, 在现代社会里地位很低。 在那时, 电影电视就像比尔·盖茨的《紧身衣》, 对艺术家来说是天大的灾难。 有人提出, 小说应该向诗歌的方向发展。 还有人说, 小说该着重去写人类心的感受。 这样就有了法国的新小说。 还有人除了写小说, 还去搞搞电影, 比如已故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我对这些作品很感兴趣, 但凭良心说, 除杜拉斯的《情人》之外, 近十几年来没读到过什么令人满意的小说。 有人也许会提出最近风靡一时的《狼桥一梦》, 但我以为, 那不过是一部文字化的电影。 假如把它编成软件, 钻到比尔, 盖茨的《紧身衣礼》去享受, 会更过瘾一些。 相比之下, 我宁愿要一本《五迷三道》的法国新小说, 也不要一部《狼桥一梦》。 这是因为, 从小说自身的前途来看, 写出这种东西解决不了问题。 真正的小说家不会喜欢把小说写得像电影。 我记得米兰·昆德拉说过, 小说和音乐是同质的东西。 我讨厌这个说法, 因为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了音乐, 就说不出小说该像什么了, 但也不能不承认, 这种说法有些道理。 小说该写人内在的感觉, 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仅此还不够, 还要使这些感觉组成韵律。 音乐有种连贯的, 使人神往的东西, 小说也该有。 既然难以言装, 就叫它韵律好了。 本文的目的是要纪念已故的杜拉斯, 谈谈他的小说《情人》, 谁知扯得这样远, 现在可以进入主题。 我喜欢过不少小说, 比方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 还有些别的书, 但这些小说对我的意义 都不能和《情人》相比。 《1984》, 这样的书对我有帮助, 是帮我解决人生中的一些疑惑, 而《情人》解决的是 有关小说资深的疑惑。 这本书的绝顶美好之处在于, 它写出一种人生的韵律。 书中的性爱和生活中别的事件, 都按一种韵律来组织, 使我完全满意了。 就如达阿芬奇画出了他的杰作, 别人不肯看, 那是别人的错, 不是达阿芬奇的错, 米开朗基罗雕出了他的杰作, 别人不肯看, 那是别人的错, 不是米开朗基罗的错。 现代小说有这样的杰作, 人若不肯看小说, 那是人的错, 不是小说的错。 杜拉斯写过《华北情人》后说, 我最终还原成小说家了, 这就是说, 只有书写文本能使他获得叙事艺术的精髓。 这个结论使我满意, 既不羡慕电影的镜头, 也不羡慕比尔·盖茨的谨慎衣。 第66章, 关于文体, 自从我开始写作, 就想找人谈谈文体的问题, 但总是找不到。 和不写作的人谈, 对方觉得这个题目索然无味, 和写作的人谈又有点谈不开。 既然写作必有文体, 不能光说别人不说自己。 文体之于作者, 就如性之于寻常人一样敏感。 把时尚排除在外, 在文学以内讨论问题, 我认为最好的文体, 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 傅雷先生的文体很好, 乳龙先生的文体更好。 扎梁征先生的一诗, 王道前先生翻译的小说, 这两种文体, 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必须承认, 我对文体有特殊的爱好, 别人未必和我一样。 但我相信, 爱好文学的人会同意我这句话, 优秀文体的动人之处, 在于他对韵律和节奏的控制。 阅读优美的文字, 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快感。 好多年以前, 我在云南插队, 当地的歹族少女身材极好。 看到她们穿着和尚的统裙, 阿罗多姿的走路, 我不知不觉就想跟上去。 阅读带来的快感, 可以和这种感觉相比。 我开始写作, 是因为受了好文章的诱惑, 我自己写的怎样, 当然要另说。 前辈作家中, 有一部分用方言来写作, 或者在行文中带出方言的影响来, 我叫它方言体。 其中以河北和山西两地的方言, 最为常见。 河北人说话较慢, 河北方言体难免拖沓。 至于山西方言体, 我认为它有难懂的毛病, 最起码疙瘩。 据说山西某些地区, 管大干部叫大疙瘩。 这个词, 对山西以外的读者来说, 就不够通俗。 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文艺作品 方言体的很多, 当时的作者以为这样写更香土些, 更香土就更贴进攻农兵, 更贴进攻农兵也就更革命。 所以说, 方言体也就是革命体。 当然, 不是每种方言都能让人联想到革命, 必须是老根据地所在省份的方言, 才有革命的气味。 用苏白写篇小说, 就没有什么革命的气味。 自方言体之后, 影响最大的文体应该是苏小康写报告文学的文体, 或称小康体。 这种文体浮潇而华丽, 到现在还有人模仿。 念起来时最好拖着长枪运位财族, 并且好用三个字的词组, 比如共和国, 启示录之类。 在小康体里, 前者失智政府, 后者失智启示, 都输无用。 小康体写多了, 人会退化成文盲的。 现在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 我们常看到, 马晓晴和葛优在电视屏幕上说一种话, 什么特这个, 特哪个, 其实是包含了特多的傻气, 这种文体与之相似。 所以我们就叫它撒娇打吃体好了。 其实用撒娇打吃体的作者, 不一定写特字, 但是肯定觉得做个聪明人特累。 时下一些女伞文作家, 尤其是漂亮的, 开始用撒娇打吃体写作。 这种文体不用写多了, 只削写上一句, 作者就像个大头傻子。 我也觉得自己活得特累, 但不敢学他的样子。 我全凭自己的聪明混饭吃。 这种傻话本该是看不进去的, 但把书往前一翻, 看到了作者像, 他蛮漂亮的, 就感觉他是在搔手弄姿, 而且是朝我来的。 虽然相片漂亮, 真人未必漂亮, 就算满脸大麻子, 拍照前还不会用逆字逆住。 但不管怎么说吧, 那本书我还真看下去了, 当然, 读完就后悔了。 赶紧努力把这些傻话都忘掉, 以免受到影响。 作者怕读坏文章, 就是怕受坏影响。 以上三种文体的流行, 都受到了时尚的作用。 方言体流行是, 大家都羡慕老革命, 小康体流行是, 大家都在嘘声恫吓, 而撒娇打吃体质流行, 使我感觉到一些年轻的女性 正努力使自己可爱一些。 一个漂亮女孩冒点傻气, 显得比较可爱, 马晓晴就是这么表演的。 我们还知道, 西市有心脚痛, 并因此更加可爱, 心脚痛也该可以形成一种文体。 以此类推, 更可爱的文体应该是, 拿硝酸甘油来。 但这种可爱, 我们销售不了。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医学知识, 知道心脚痛随时有可能变成心肌梗塞, 晒住了, 未必还能活着。 大美人随时可能死得直翘翘, 也就不可爱了。 如前所说, 文体对于作者, 就如性对寻常人一样重要。 我应该举个例子说明, 我对恶劣文体的感受。 大约是在七欧年, 盛夏时节, 我路过淮河边上一座城市, 当时它是一大片低矮的平房。 白天热, 晚上更热。 在旅馆里睡不着, 我出来走走, 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树下乘凉。 有近是很快, 当地的男人还有些穿上衣的, 中老年妇女几乎一律赤膊。 于是, 水银灯下呈现出一片恐怖的场面。 当时我想, 假如我是个天烟, 感觉可能会更好一点。 恶劣的文字给我的感受与此类似, 假如我不诗子, 感觉可能会更好。 第67章, 关于格调。 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小说, 《黄金时代》, 有人说它格调不高, 引起了我对格调问题的兴趣。 各种作品, 各种人, 尤其是各种事件, 既然有高有低, 就有了尺度问题。 众所周知, 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格调高, 但总免不了要干些格调低的事。 这就使得格调问题带有了一定的复杂性。 当年有人问孟子, 既然男女授手不亲, 嫂子掉到水里, 要不要伸手去拉? 这涉及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假如礼是那么重要, 人命就不要了吗? 孟子的回答是, 用手去拉嫂子是非礼, 不去救嫂子则是豺狼爷, 所以只好从全, 宁愿非礼而不做豺狼。 必须指出, 在非礼和豺狼之中, 做一选择是痛苦的, 但这要怪嫂子, 干嘛要掉进水里? 这个答案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 但不是最坏, 因为她没有说戴上了手套再去拉嫂子, 或者拉过了以后再把手臂剁下来。 她也没有回答, 假如落水的不是嫂子, 而是别的女人, 是不是该去救? 但是你不能对孟子说, 在生活里, 人命是最重要的, 犯不着为了些虚理牺牲他, 说了孟夫子准要和你翻脸。 另一个例子, 是顺曾经不通知父亲就结了婚。 孟子认为, 他们父子关系很坏, 假如请示的话, 可能一辈子结不了婚, 他还扯上了一些不小有三无后为大的话, 结论是顺只好从全了。 这个结论同样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假如顺的父亲稍稍宽容, 许可顺和一个极为恶毒的女人结婚, 不知孟子的答案是怎样的。 假如让顺这样一位圣贤, 娶上一个恶毒的妇人, 从此在痛苦中生活, 我以为不够恰当。 倘若你说, 在生活里, 幸福是最重要的, 孟老夫子也肯定要和你翻脸。 但不管怎么说, 一个理论里, 只要有了从全这种说法, 总是有点欠严谨。 好在孟子又有些补充说明, 听上去更有道理。 有关理与色熟重的问题, 孟子说, 理比色重, 正如金比草重。 虽然一车草能比一小块金重, 但是按我的估计, 金子和草的比重大致是一百比一, 搞精确是不可能的, 因为草和草还不一样。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换算关系, 可以作为生活的指南, 虽然怎么使用还是个问题。 不管怎么说, 孟子的意思是明白的, 生活里有些东西重, 有些东西轻。 正如我们现在说, 有些事格调高, 有些事格调低。 假如我们重视格调高的东西, 轻事格调低的东西, 自己的格调就能提升。 作为一个潜力科学生, 我有些混账想法, 可能会让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 看了身上长鸡皮疙瘩。 对于理和色, 大致可以有三到四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 它们是不同质的东西, 没有可比性。 其二, 理重色轻, 但是它们没有共同的度量。 最后是有这种度量, 理比色重若干, 或者一单位的理相当于若干单位的色。 以上的分类恰恰就是科学上说的定位, nominal, 定序, ordinal, 定据, interval, 和定比, ratio, 这四种尺度, 定据和定比的区别不太重要。 这四种尺度越靠后的越精密。 格调既然有高低之分, 显然属于定序以后的尺度。 然而, 说格调仅仅是定序的尺度, 还不能令人满意, 按定序的尺度, 理比色重, 顺序既定, 不可更改, 顺就该打一辈子光棍。 如果再想引入事迹从拳的说法, 那就只能把格调定为更加精密的尺度, 以便回答什么时候从拳, 什么时候不可从拳的问题, 如果没个尺度, 想从拳就从拳, 理重色轻就成了一句空话。 于是, 孟子的格调之说应实为定比的尺度, 以格调来度量, 一份理大致等于一百分色。 假如有一份理, 九十九分色, 我们不可从拳, 遇到了一百零一分色就该从拳了。 前一种情形是在一百和九十九中选了一百, 后者是从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选了一百零一。 在生活中, 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能使自己的总格调得以提高。 对于作品来说, 提升格调也是要紧的事。 改革开放之初有部电影, 还得过奖的是个爱情故事。 男女主角在热恋之中, 不说我爱你, 而是大汉安老漫妈的懒。 场景是在庐山上, 喊起来地动山摇, 格调就很高雅, 但是离题太远。 国外的电影拍到这类情节, 必然是男女主角拥抱热闻一番, 这样格调虽低, 但比较切体。 就爱情电影而言, 显然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格调高雅, 但是绘色难解, 另一种较为直接, 但是格调低下。 按照前一种方式, 逻辑是这样的, 当男主角立于庐山之上, 对着女主角时, 心中有各种感情, 爱祖国, 爱人民, 爱领袖, 爱父母, 等等。 最后, 并非完全不重要, 她也爱女主角。 而这最后一点, 她正基于使女主角之道。 但是经过权衡, 前面的一些爱变得很重, 必须首先表达之, 爱她这件事就很难提到。 而女主角的格调也很高雅, 她知道提到爱祖国, 爱人民等等, 正是说到爱她的前奏, 所以她耐心地等待着。 我记得电影里没有演到说出 I love you, 按照这种节奏, 拍上十几个钟头就可以演到。 改革开放之初, 没有几世纪的连续剧, 所以真正的爱情场面 很难看到。 外国人在这方面缺少训练, 所以对这部影片的评价是, 虽然女主角很迷人, 但不知拍了些啥。 按照后裔中方式, 男主角在女主角面前时, 心里也爱祖国, 爱上帝, 等等。 但是此时此地, 她觉得爱女主角最为急迫, 于是说, 我爱你, 并且开始带有性爱意味的身体接触。 不言而喻, 这种格调甚为低下。 这两种方式的区别, 旨在于有无经过格调方面的加权运算, 这种运算本身就极复杂, 导致的行为就更加复杂。 后一种方式没有这个步骤, 显得特别简洁, 用现实流行的一个名词, 就是较为直路。 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 前者以爱对方为契机, 把祖国人民等等一一爱到, 得到了最高的总格调。 而后者竟只去爱对方, 故而损失很大, 只得到了最低的总格调。 说到了作品, 大家都知道, 提升格调要受到某种制约。 文革里有一类作品只顾提升格调, 结果产生了高大权的人物和高大权的故事, 使人望之生厌。 因为这个缘故, 领导上也说, 要做到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作品里假如只有格调, 就不成个东西。 这就是说, 格调不是评价作品唯一的尺度,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另外那种东西和格调是个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 孟子肯定会这么回答, 艺术与格调, 游色与理也。 作品里的艺术性, 或则按事迹从全的原则最低限度的出现, 或则按得到最高格调的原则合理的搭配。 比如说, 静止去写男女之爱, 得分为一, 搭配成革命的爱情故事, 就可以得到101分。 不管怎么说, 最后总要得到高大权。 我反对把一切统一到格调上, 这是因为它会把整个生活变成一种得分游戏。 一个得分游戏, 不管多么引人入圣, 总不能包容全部生活, 包容艺术, 何况它根本就没什么意思。 假如我要写什么? 我就根本不管它格调不格调, 正如谈恋爱使我, 绝不从爱祖国谈起。 现在可以谈谈 为什么别人说我的作品格调低, 这是因为其中写到了性。 因为书中人物不是按顺序干完了格调高的事, 才来干这件格调低的事, 所以他得分就不高。 好在评论界没有按理语色100比1的比例来算他的格调, 所以在真正的文学圈子里, 对他的评价不低, 在海外还得过奖。 假如说, 这些人数学不好, 不会算格调, 我是不能承认的。 不说别人, 我自己的数学相当好, 任何一种格调公式我都能掌握。 我写这些作品是有所追求的, 但这些追求在格调之外。 除此之外, 我还怀疑, 人得到太多的格调分, 除了使别人诧异之外, 没有实际的用处。 坦白地说, 我对色情文学的历史有一点了解。 任何年代都有些不争气的家伙, 写些压压屋的黄色东西。 但是真正有分量的色情文学, 都是出在格调最高的时代。 这是因为实责性也, 只要还没把小命跟一刀割掉, 格调不可能完全高。 比方说,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出了一大批色情小说, 作者可以说有相当的文学素质。 在比方说, 文化大革命里流传的首抄小说, 作者的素质在当时也算不错。 要是一个社会中一流的作者去写色情文学, 必须有极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 色情文学是对假正经的反击。 我认为目前自己尚写不出真正的色情文学, 也许是因为对环境感觉鲁顿。 前些时候, 我国的一位知名作者写了《废都》, 我还没有看。 有人说它是色情文学, 但愿它不是的, 否则就有说明意义了。 唯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和文革时的中国人一样, 性心理都不正常。 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当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 但不是全部。 不正常则要么不承认有这么回事, 要么除此什么都不想。 假如一个社会的性心理不正常, 那就会两样全战。 这是因为这个社会里有这样一种格调, 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 另一部分人则事迹从全, 总而言之, 没有一个人有平常心。 作为作者, 我知道怎么把作品写得格调极高, 但是不肯写。 对于一件愚蠢的事, 你只能畅畅反调。 第六十八章, 关于幽闭型小说, 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反响之处, 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 中国有种老女人面对着年轻的女人, 只要后者不是她自己生的, 就要想方设法给她最瘦, 让她干着干啊, 一刻也不能得陷, 干完了又说她干得不好, 从早唠叨到晚, 说些尖酸刻薄的话, 捕风捉影, 指桑骂坏。 现在的年轻人学过这种生活, 一天也熬不下来, 但是传统社会里的女人都得这么熬。 直到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 这女人也变得和过去的婆婆一样雕。 张爱玲对这种生活了解得很透, 小说写得很地道, 但说句良心话, 我不喜欢。 我总觉得小说可以写痛苦, 写绝望, 不能写让人心烦的事, 理由很简单, 看了以后, 不烦也要烦, 烦了更要烦, 而心烦这件事, 正是多数中国人最大的苦难。 也有些人烦到一定程度就不烦了, 他也熬成婆了。 像这种人给人最瘦的是, 不光女人中有, 男人中也有, 不光中国有, 外国也有。 我在一些描写航海生活的故事里, 看到过这类事, 这个折磨人的家伙不是婆婆, 而是水手掌。 有个故事好像是马克, 土温鞋的, 有这么个千叼万恶的水手掌, 整天肚着手下的水手洗甲板, 擦玻璃, 洗胃干。 将卫生虽是好事, 但甲板一天洗二十遍, 也未免过分。 有一天, 水手们报告说, 一切都洗干净了。 他老人家爬到甲板上看看, 发现所有的地方都一尘不染, 挑不出毛病, 就说, 好吧, 让他们把船毛洗洗吧。 整天这样洗东西, 水手们有多心烦, 也就不必再说了, 但也无法可想, 四周是汪洋大海, 就算想辞活不干, 也得等到船靠码头。 实际上, 中国的就是家庭, 对女人来说也是一条海船, 而且永远也靠不了码头。 你要是烦得不行, 就只有跳海意图。 这倒不是乱讲的, 就是女人对自杀这件事, 似乎比较熟练。 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这种故事发生的场景, 总是一个封闭的地方, 人们在那里浪费着生命, 这种故事也就带点 优求恐怖症的意味。 本文的主旨, 不是谭张爱玲, 也不是谭航海小说, 而是在谭小说里, 幽闭压抑的情调。 家庭也好, 海船也罢, 对个人来说是太小的囚笼, 对人类来说是太小的噩梦。 更大的噩梦是社会, 更准确地说是人文生存环境。 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不进步, 生活不发展, 也没有什么新思想出现, 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噩梦。 这种噩梦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 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 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不变到亦不变, 在生活中感到烦躁时就带有最深刻的虚无感。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明清的笔记小说, 张爱玲的小说也带有这种味道, 有忧伤,无愤怒, 有绝望,无仇恨, 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 我初次读张爱玲是在美国, 觉得她怪怪的。 回到中国看当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 都是这么古为。 这时才想到, 也许不是别人怪, 是我怪。 所谓优弊类型的小说, 有这么个特征, 那就是把囚笼和噩梦当作一切来写。 或者当媳妇被人烦, 或者当婆婆去烦人, 或者自怨自艾, 或者顾影自怜, 总之是在不幸之中品来品去。 这种想法我很难同意。 我原是学理科的, 学理科的不承认有牢不可破的囚笼, 更不禁有百不拖的噩梦, 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 举例来说, 对数学家来说, 只要他能证明菲尔玛定理, 就可以获得全球数学家的崇敬, 自己也可以得到极大的快感, 问题在于你挣不出来。 物理学家发明了常温核聚变的方法, 也可马上体验幸福的感觉, 但你也发明不出来。 由此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要努力去做事, 拼命地想问题, 这才是自己的救星。 怀着这样的信念, 我投身于文学事业。 我总觉得一门新字写单位里那些烂事, 或者写些不愉快的人际冲突, 不是唯一可做的事情。 举例来说, 可以写《爱丽丝曼游奇境记》这样的作品, 或者像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那样的小说。 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 成为无边界的领域, 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 当然, 这很可能是个馊主意。 我自己就写了这样一批小说, 其中既没有海船, 也没有囚龙, 只有在他们之外的一些事情。 遗憾的是, 这些小说现在还在主编手里压着出不来, 他还用一种本体论的口吻说道, 他从哪里来? 他是谁? 他到底写了些什么? 第69章, 文明与反讽, 据说在基督教早期, 有为传教士, 死后被封为圣徒, 被一帮野蛮的异教徒逮住, 穿在烤架上用文火烤着, 准备拿他做一道菜。 该圣徒看到自己身体的下半截, 被烤得滋滋冒泡, 上半截还纹丝未动, 就说, 喂, 下面已经烤好了, 该翻翻个了。 烤肉比厨师还关心烹调过程, 听上去很有点讽刺的味道。 那些野蛮人也没办他大不敬罪, 这道不是因为他们宽容。 人都在烤着了, 还能拿他怎么办? 如果用棍子去打, 拿鞭子去抽, 都是和自己的午餐过不去。 烤肉还没断气, 一棍子打下去, 将来吃起来就是一块淤血疙瘩。 很不好吃。 这个例子说明的是, 只要你不怕做烤肉, 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 但那些野蛮人听了多半是不笑的, 总得有一定程度的文明, 才能理解这种幽默。 所以, 幽默的圣徒就这样被没滋没味的人吃掉了。 本文的主旨不是拿人做烤肉, 而是想谈谈反讽。 照我看, 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 这是一种解读剂, 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 谁知动笔一写, 竟写出件烧烤活人的事,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让我们进入正题, 写说维多利亚女王时期, 英国的风气即是假正经。 上等人说话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 连裤子这个字眼都不说, 更不要说屁股和大腿。 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联想, 连钢琴腿都用不遮了起来。 还有装怪事, 在餐桌上, 鸡胸脯不叫鸡胸脯, 叫做白肉。 鸡大腿不叫鸡大腿, 叫做黑肉, 部分公鸡母鸡都是这么叫。 这么称呼鸡肉, 简直是脑子有点毛病。 照我看, 人若是怜激的胸脯, 大腿都不敢面对, 就该去吃块砖头。 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禁欲, 而在于这么搞, 实在是没劲透了。 英国人就这么没姿没味地活着, 结果是出了间怪事情, 就在维多利亚时期, 英国出现了一大批匿名出版的地下小说, 通通是匪夷所思的色情不悟。 直到今天, 你在美国逛书店, 假如看到书架上订块牌子, 上书维多利亚时期, 架子上放的准不是假正经, 而是真色情。 坦白地说, 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 我读了不少, 你爱说我什么, 就说什么好了。 我不爱看色情书, 但喜欢这种逆潮流而动的事, 看了一些就开始觉得没劲。 这些小说和石下书摊上, 署名黑松林的下流小册子, 还是有区别的, 可以看出作者都是有文化的人。 其中有一些书, 还能称的上市种文学现象。 有一本还有剑桥文学教授做的序, 要是没有品, 教授也不会给他写序。 我觉得一部分作者是律师或者商人, 还有几位是贵族, 这是从内容推测出来的。 至于书里写到的事, 当然是不敢恭维。 看来起初的一些作者还怀有反讽的动机, 一面捧腹大笑, 一面胡写乱写, 搞到后来就开始变得没姿没味, 把信都写到了荒诞不惊的程度。 所以, 问题还不在于该不该写信, 而在于不该写的没劲。 过了一个世纪, 英国的风气又是一变。 无论是机场还是车站, 附近都有个书店, 布置得怪模怪样, 以红灯乱闪, 写着小孩不准入内, 有的进门还要收点钱。 就这么一惊一乍的, 里面有点啥? 还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 以及他们的现代翻写本, 这回简直是在饭品。 终于, 福尔斯先生朝这种现象开了火。 这位大文好的作品, 中国人并不陌生, 法国中卫的女人, 食屋藏娇, 国内都有一本。 特别时候一本书, 假如你读过维多利亚时期的原本, 才能决出都来。 有本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 写一个光棍汉, 绑架了一个小姑娘。 经过一段时间, 那女孩爱上她了。 这个故事, 被些无聊的家伙翻写来翻写去, 翻到彻底没了劲。 福尔斯先生的小说, 也写了这么个故事。 只是那姑娘被灌在地下室里, 先是感冒了, 后来得了肺炎, 然后就死了。 当然, 福尔斯对女孩没有恶意, 她只是在反对翻贫。 总而言之, 当一种现象, 不管是社会现象还是文学现象, 开始贫了的时候, 就该兜头给她一瓢凉水。 要不然她还会贫下去, 就如美国人说的, 散发出披眼气味, 我是福尔斯先生热烈的拥护者。 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 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 当然, 你要说福尔斯是反色情的意识,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你有权利把任何有趣的事往无去处理解。 但我总觉得福尔斯要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 恐怕也不会满足于把鸡腿叫做黑肉, 他总要闹点事, 写地下小说或者还不至于, 但可能像王尔德一样给自己招惹些麻烦。 我觉得福尔斯是个反无趣的意识。 假如我是福尔斯那样的人, 现在该写点啥? 我总禁不住地想象《红楼梦》开火。 其实我还有更大的题目, 但又不想做死。 早几年新闻华山, 有人在胸口印了几个字, 活着没劲, 觉得自己有了点幽默感。 但所有写应景文章的人都要和这个人玩命, 说他颓废, 反讽别的就算了吧。 这回只贪文学。 曹雪芹本人不贫, 但写各种后梦的人可是真够贫的。 然后又闹了小一个世纪的红穴。 我觉得全中国无聊的男人 都以为自己是贾宝玉, 以为自己不是贾宝玉的, 还算不上是个无聊的男人。 看来我得把《红楼梦》反着写一下。 当然, 这本书不会印出来的, 刚到主编的手里, 他就要把我考了。 罪名是现成的 《亵渎文化遗产, 民族虚无主义》。 那位圣徒被考的故事在我们这里, 也不能那样讲, 只能改作, 该圣徒在考架上不断高呼 我主基督万岁, 圣母玛利亚万岁, 达到异教徒, 直至完全考书。 连这个故事也变得很没劲了。 第七十章 关于魅雅, 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 谈到有关魅俗与魅雅的问题。 作者认为, 米兰、 昆德拉用出来一个词儿, 叫做魅俗, 是指艺术家为了取悦大众, 放弃了艺术的格调。 他还说, 我们国内有些小玩闹造出个新词魅雅, 简直不知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的意思我倒知道, 是指大众受到某些人的蛊惑或者误导, 以为追求艺术的格调, 也不问问自己是不是销售德了。 在这方面, 我有些经验, 都与欣赏音乐有关。 高雅音乐格调很高, 大概没有疑问。 我自己在音乐方面品位很低, 乡村音乐还能听得住, 再高就受不了。 大约十年前, 我在美国, 有一次到波士顿去看个朋友。 当时正是盛夏, 为了躲色车, 我天不亮就驾车出发, 天榜黑石道, 找到了朋友, 此时他正要出门。 他说, 离他家不远有个教堂, 每晚里面都有免费的高雅音乐会, 让我陪他去听。 说实在的, 我不想去, 就推脱道, 听高雅音乐要西装革履, 正金威作。 我开了一天的车, 疲惫不堪, 就算了吧。 但是他说, 这个音乐会比较随便, 属大学音乐系师生排演的性质。 你进去以后, 只要不打瞌睡, 不中途退场就可。 我就去了, 到了门口才知道, 是演奏布鲁克纳的两首交响曲。 我的朋友还拉我在第一排正中就坐, 听着两首曲子在这里坐着, 连打赫弦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觉得这两首曲子没闲没弹, 没用没言, 演奏员在胡吹, 胡辣, 指挥先生在胡比划, 整个感觉和运船相仿。 天可怜见, 我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 坐在又热又闷的焦堂里, 只要头沾着点东西, 马上就能睡着, 但还强撑着, 把眼睛瞪得滚圆。 从七点撑到了九点半, 中间有一段, 我真恨不能一头碰死算了, 布鲁克纳那丝这两首摇曲, 真是没劲透了。 如前所述, 我在古典音乐方面没有修养, 所以没有发言权。 可能人家布鲁克纳音乐的春风是好的, 不入我这俗人的驴儿。 但我总觉得, 就算是高雅的艺术, 也有功力, 水平之分, 不可以一概而论。 总不能移入了高雅的门槛, 就是无条件的好, 如此利润, 就是魅雅了。 人可以抱定了魅雅的态度, 但你的感官马上就有不同意见, 给你些罪受。 下一个例子我比较有把握, 不是我俗, 而是表演高雅音乐的人水平低所致。 这回是听巴赫的合唱曲, 对曲子我没有意见, 这可不是崇拜巴赫的大名, 是我自己听出来的。 这回我对合唱队有点意见。 此事的起因, 是我老婆教了个中文班, 班上有个学生, 是匹兹宝氏业余乐团的袁好手, 要我们去听彩排, 我们就去了。 虽不是正式演出, 作为观众却不能马虎, 因为根本就没有几个观众。 所以我认真打扮起来, 穿上三件套的西服。 那件衣服的马甲有点瘦, 但我老婆说瘦衣服穿起来精神, 所以我把吃牛肉吃胀的肚腩强估了下去, 导致自己的横隔膜上升了一寸, 有点透不过气来。 就这样来到音乐学院的小礼堂, 在前排正中入座。 等到木齐, 见到合唱队, 我就觉得出了误会, 合唱队正中占了一位极熟的老太太。 我在好几个课里和她同学, 此人没有八十, 也有七十五。 我记得她是受了美国政府一厢老年人重返课堂项目的资助, 书念得不好, 但教授总让她及格, 我对此倒也没有什么意见。 看来她又在音乐系混了一门课, 和同学一起来演唱。 很不幸的是, 人老了, 念书的器官会退化, 歌唱的器官更会退化, 这个大概也唱不好。 但既然来了, 就冲这位熟识的老人, 也得把这个音乐会听好, 我们是有这种魅雅的决心的。 说句良心话, 业余乐团的水平是可以的, 起码没走掉, 合唱对李领唱的先生水平也很高。 即使轮到女声部开唱, 那位熟识的老太太按西洋唱法的要求, 拔嘴张元, 放声高歌亚美路亚, 才半声, 眼见的她的假牙就从口中飞了出来, 在空中一张一合, 做要咬人状, 飞过了乐池, 飞过我们头顶, 落向脑后第三排, 而听的亚美路亚变成了一声扑。 在此庄重的场合, 唱着宋盛的歌曲, 虽然没假牙口不官风, 老太太也不便立即退场, 撇着嘴甲做歌唱, 其状十分古怪, 请相信, 我坐在那里很严肃地把这一幕听完了, 才微笑着鼓掌。 所有狂野粗俗地笑都被我咽到肚子里, 结果把内脏都震成了碎片。 此后三个月, 经常咳出一片肺或是一片肝, 但因为当时年轻, 身体好, 居然也没死。 笔者行文致词, 就你结束。 我的结论是, 魅雅这件事是有的, 而且对苏人来说有更大的害处。 笔七十一掌, 长冲, 草帽, 细高挑, 进来买了本新出的哈克贝利, 分离险计。 这本书我小时候很爱看, 现在这本是新意的, 众所周知, 新意的书总是没有老版本好。 不过新版本也不是全无常处, 偏手多礼篇土温瞎编的兵工署长通告, 而老版本把它删了。 通告里说, 如有人胆敢在本书里寻找什么结构, 道德寓意等等, 一律逮捕, 流放, 乃至枪毙。 马克, 吐温胆子不小, 要是现在国内哪位作家胆敢访此通告一番, 若有人敢在我的书里寻找文化源流或可供解构的东西, 一律把它逮捕, 流放, 枪毙, 我看他会第一个被枪毙。 现在各种哲学, 甚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点, 都浩浩荡荡杀入了文学的领域。 作家都成了文化批评的对象, 或者说成了老太太的尿盆, 挨刺耳的火。 连他们自己都从哲学或人类学上给自己找写作的依据, 看起来着实可怜。 这就叫人想起了电影《霸王别姬》里张峰一眼的角色, 屁股上挨了板子, 还要说打得好, 师父保重。 哲学家说,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一种情形既然出现了, 就必然有它的原因。 再说, 批评也是为了作家好。 但我现在靠写作为生, 见了这种情形, 总觉得憋气。 我家乡有句歇后语, 长虫戴草帽, 混充细膏条。 老家人以为细膏条是种极美丽的身材, 连长虫也来冒充。 文化批评就是揭去作家头上的草帽, 使他们暴露出爬行动物的本色。 所谓文学是不存在的, 存在的只有文化。 这是一种特殊的混沌, 大家带着各种丑恶的心态生活在其中。 这些心态总要流露出来, 这种流露就是写作, 假如这种指责是成立的, 作家们就一点正经的都没有, 是帮混混。 我不敢说自己是作家, 也不认识几个作家, 没理由为作家教区。 说实在的, 按学历我该站在批评的一方, 而不是站在受批评的一方。 但若说文学事业的根基、 写作是这样一种东西, 我还是不能同意。 过去我是学理科的。 按照CP格林的观点, 正如文学是文学家的文化, 科学也是科学家的文化。 对科学的文化批评尚未兴起, 而且我不认为它有可能兴起。 但这不是说没人想要批评科学。 人文学者, 尤其是哲学家, 总想拿数学、物理说事给他们若干指导。 说会说, 数学家、物理学家总是不理, 说得是在外行时就拿他当个笑话奖。 我当研究生时, 有位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对统计学提出了批评, 说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高深。 很显然, 这位女士想要解构数学的这一分支。 上课之前, 老师把这批评给大家念了念, 师生一起彭夫打笑, 其乐也融融, 但文学家很少有这种欢笑的机会。 数学家笑, 是因为假如一个人不演算, 也不做公式推导, 哪怕你后现代哲学懂得再多, 也没有理由对数学说三到四, 但这句话文学家就不敢说。 同样是文化, 怎么会有这种不同的境遇呢? 这原因大家恐怕都想到了, 文学好像人人都懂, 而数学则远不是人人都懂得。 罗素先生说得好, 人人理应平等, 实际上却远不是这样, 特别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别。 这一点在大学里看得最明白, 搞科学哲学的教授, 尽管名声很大, 实际上见了学物理的研究生都要巴结, 而物理学家见了数学家, 气焰也要减几分, 因为就连爱因斯坦 都有求职业数学家帮忙的时候。 说起一门学问, 我会你不会, 咱俩就没法平等。 看起来, 作家们必须从反面理解这种差别, 他要巴结的不仅是文艺批评家, 文艺理论家, 还有哲学家, 人类学家, 社会学家, 甚至要包括每一个文科毕业的学生, 只要该学生不是个作家, 因为不管谁说出句话来, 你听不懂, 就只好撅屁股挨打, 打你的人火气还特大, 我总觉得这是优点不对头。 假如挨两下能换来学问, 也算挨得值, 但就怕碰上蒙事, 打几下便以手的人。 我知道一句话, 估计除了德宏州的警坡人, 谁也听不懂, 吴阿靠卡路来, 似乎批评家要想知道意思, 也得让我打两下, 但我没这么坏。 不打人也肯把意思说出来, 这话是我插队时学来的, 意思是, 喂, 大哥, 上哪儿去呀? 就凭一句别人听不懂的警坡话打人, 我也未免太心黑了一点, 那也没有凭几句哲学咒服打人黑, 文化批评还不全是吴阿靠卡路来, 它有很大的正面意义, 其中最重要的是, 可以鼓舞作家, 自爱, 自强, 自重。 一种跨学科的统治一切的欲望, 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 可怎么偏偏是你遇上了这个鬼? 俗话说, 老太太买柿子, 减软地捏, 但一枚柿子不能怪人家来捏你, 要反省自己为什么被捏, 对罗素先生的话也可以做适度的推广, 人与人不独有知识的差异, 还有能力的差异, 我的意思是说, 写作一道, 虽没有很深的学问, 也远不是人人都会, 作家可以在两个方面表现这种差异, 其一是文体, 傅雷, 乳龙, 王道前, 这些优秀翻译家都是文体大师, 谁要想解构就去解好了, 反正那样的文章你写不出来, 其二是想象力, 像卡尔维诺, 我们的祖先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 里面充满了天外飞龙般的想象力, 这可是个硬指标, 而且和哲学, 人类学, 社会学都不搭解, 捏不动的硬狮子还有一些, 比方说马克, 土温的幽默, 在所有的狮子里, 最硬的是沙翁, 从文字到故事都无与伦比, 当然, 搞文化批评的人早就向沙翁开战了, 说他的《逊汉记》是男性中青主义的作品, 说这个没用, 他老人家世人, 又没学会喝风扼烟, 编几个小剧本到小剧场里搞搞笑, 赚几个小钱, 这又有什么? 再说, 人家还有四大悲剧里, 你敢挑四大悲剧的毛病吗? 我现在靠写作为生, 写上一辈子, 总得写出些让别人解构不了的东西, 我也不敢期望过高, 写到有几分想杀翁就行了, 到那时, 谁想摘我的草帽, 就让他摘好了, 不摘草帽是个细高条, 摘了还是个细高条, 第72章, 卡拉, OK和驴明镇有一次, 愁容骑士堂吉和德和他忠实的侍从桑桥, 叛萨走在路上, 遇到一伙手持刀杖去打冤家的乡下人, 这位高尚的骑士问乡下人为什么要厮杀, 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 在一个镇子上住了两个朋友, 有一天, 其中一位走失了一条驴子, 就找朋友帮忙, 他们进山去找, 那位帮忙的朋友说, 山这么大, 怎么找呢? 我有一样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 假如你也会一点, 事情就好办了, 失驴的朋友说, 这是怎样的技巧呢? 那位帮忙者说, 他会学驴教, 假如失驴者也会, 大家就可以分头学着驴教在山上巡游, 那迷途的驴子听到同类的呼唤, 肯定会走出来和他们会合, 那失驴者答道, 好计策, 至于学驴教, 我岂止识会一点, 简直是很精通啊, 让我们一计而行吧。 于是, 两位朋友分头走进了山间小道, 整个荒山上想起了阵阵驴明, 我住的这座楼隔音很坏, 住户中有不少人买了卡拉OK机器, 从早唱到晚。 黑更半夜, 我躺在床上听到OK之声, 一面把脑袋往被窝里扎, 一面就想起了这个故事, 且听我把故事讲完, 这两位朋友分头去寻驴, 在林子深处相会了。 是驴的朋友说, 怎么, 竟是你吗? 我是不轻易公为人的, 但我要说, 仅从声音上判断, 你和一头驴子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那帮忙者达到, 朋友, 同样的话我正要用来说你, 你的声音很洪亮, 音度很坚强, 节奏很准确。 在我的长相上, 我从不佩服任何人的, 但我对你要五体投地, 俯首称臣了。 这也正是笔者的感触。 你可以去查七八年人民大学新生的体检记录, 我的废活量在两千人里排第一, 可以尝好一分钟不换气, 引得全校的人都想掐死我, 但总想在半夜敲邻居的门, 告诉他, 在豪角方面我对他已是五体投地, 现在言归正传, 那施旅者听到赞语之后说, 以前, 我以为自己是个一无所长的人, 现在听了你的赞语, 再不敢妄自菲薄, 我也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了。 后来, 这两位朋友又去巡旅, 每次都把对方当成旅, 聚在了一起。 最后, 总算是找到了, 这可怜的畜生被狼吃得只剩些残余。 那帮忙的朋友说, 我说他怎么不答应? 就算他死了, 只要是完整的, 听了你的召唤, 也一定会起来回答。 而那施旅的朋友却说, 虽然施了驴, 但也发现了自己的才能, 我很开心。 于是, 这两个朋友下山去, 把这故事告诉路人, 不想给本镇招来了驴驴镇的恶名, 隐含的意思就是镇上全是驴。 故事开始是见到的那伙人, 就是因为被人称为驴驴镇人而去拼命。 如前所述, 我觉得自己住在驴驴楼里, 但不想为此和人拼命。 我总想提醒大家一句, 人在歌唱时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在卡拉OK时, 面对五彩画面, 觉得挺美食, 也许发出的全部类人声。 茶余酒后, 想过把歌星饮食也可以唱唱。 但干这种勾当, 最好在歌厅酒楼等吵不着人的地方, 就是嗓子好, 也请把嗓门放低些, 留点余地, 别给餐厅留下驴驴驴餐厅的恶名。 第73章, 从Internet说起, 我的电脑还没联网, 也想过要和Internet连上。 据说, 网上黄毒泛滥, 还有些反动的东西在传播, 这些说法把我吓住了。 前些时候, 有人建议对网络加以限制, 我很赞成。 说实在的, 哪能容许信息自由地传播? 但假如我对这件事还有点了解, 我要说, 除了一剪子剪掉, 没有什么限制的方法。 那东西太快, 太邪门了。 现代社会信息爆炸, 想要审查太困难, 不如禁止方便。 假如我做生意, 或者搞科技, 没有网络会有些困难。 但我何必为商人, 工程师们操心? 在信息高速网上, 海量的信息在流动。 但是我, 一个爬格子的, 不知道它们也能行。 所以, 把Internet剪掉吧, 省得我听得心烦。 Internet是传输信息的工具, 还有处理信息的工具, 就是各种个人电脑。 你想想看, 没有电脑, 有网也接不上。 再说, 磁盘, 光盘也足以泛黄。 必须禁掉电脑, 这才是资本。 这回我可有点舍不得, 大约十年前, 我就买了一台个人电脑, 到现在换到了第五台。 花钱不说, 还下了很多功夫, 现在用的软件, 都是我自己写的。 我用它写文章, 做科学工作, 算题, 做统计, 顺便说一句, 用电脑来做统计, 是种幸福, 没有电脑, 统计工作是种巨大的痛苦。 但是它不学好, 泛起黄毒来了, 这可是它自己做死, 别人就不了它。 看在十年老交情上, 我为它说几句好话, 早期的电脑是无害的, 那种空调机式的庞然大物, 算计题来嘎嘎作响, 没有能力掩饰黄毒。 后来的486, 586才是有罪的, 这些机器硬件能力突飞猛进, 既能干好事, 也能干坏事, 把它尽了吧。 但现在要买过时的电脑, 不一定能买到, 为此, 可以要求RBM给我们重开生产线, 制造早期的PC机。 洋鬼子听了瞪眼, 说你们是不是有毛病? 回答应该是, 我们没毛病。 你才有毛病, 但要防止它把我们的商务代表送进封人院。 当然, 如果决定了禁掉一切电脑, 我也能对付。 我可以用纸笔写作, 要算统计时就打算盘。 不会打算盘的可以减冰棍棍技术, 满地减棍是有点难看, 但是, 谢天谢地, 我现在很少做统计了。 除了电脑, 电影电视也在散布不良信息。 在这方面, 我的态度是坚定的, 我赞成严加管理。 首先, 外国的影视作品与国情不符, 应该通通禁调。 其次, 国内的影视从业人员良有不齐, 做出的作品也多有不好的, 我是写小说的, 与影视无缘, 只不过是正点小钱。 王硕, 冯小刚, 还有大批的影星们, 学历都不如我, 搞出的东西我也看不如眼。 但他们可都发大财了。 应该严格审查, 话又说回来, 把英尘奈上的通讯竹页看过才放行, 这是办不到的, 一百二十几的连续剧从头看到尾也不大容易, 倒不如通通禁调算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 只看八个样板戏不也活过来了吗? 我可不像年轻人, 声、光、电、影一样都少不了。 我有本书看看就行了, 说来说去, 我把流行音乐漏掉了。 这种乌气巴燥的东西应该首先禁调。 年轻人没有事, 可以多搞些体育锻炼, 既陶冶了性情又锻炼了身体, 这样进来进去, 总有一天进到我身上。 我的小说内容健康, 但让我逐行说明每一句都是良好的信息, 我也做不到。 再说, 到那时我已经吓傻了, 哪有精神给自己辩护。 电影电视都能进, 为什么不能进小说? 我们爱读书, 还有不识字的人呢, 他们准赞成进书。 好吧, 我不写作了, 到车站上去扛大包。 我的身体很好, 能当搬运工。 别的作家未必扛得动大包, 我赞成对生活空间加以压缩, 只要压不到我, 但压来压去, 结果却出乎我的想象。 海明威在中为谁名, 说过这个意思, 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 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 所以, 不要以为桑中是为谁而名, 他就是为你而名。 但这个想法我觉得陌生, 我就盼着别人倒霉。 五十多年前, 有个德国的新教母师说, 起初, 他们抓共产党员, 我不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后来, 他们抓犹太人, 我不说话。 因为我是亚里安人。 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 我不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来抓我, 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众所周知, 这里不是纳粹德国, 我也不是新教母师。 所以, 这些话我也不想记住。 第七十四章, 《监禁杀》, 《狼桥一梦》上演之前, 有几位编辑朋友要我去看, 看完给他们写点小文章。 现在电影都演过去了, 我还没去看。 这倒不是故作清高, 主要是因为围绕着《狼桥一梦》有种争论, 使我觉得很烦, 结果连片子都懒得看了。 有些人说, 这部小说在宣扬婚外恋应该批判。 还有人说, 这部小说恰恰是否订婚外恋的, 所以不该批判。 于是, 《狼桥一梦》就和婚外恋汉在一起了。 我要是看了这部电影, 也要对婚外恋作以评判, 这是我所讨厌的事情。 对于《狼桥一梦》, 我有如下基本判断, 第一, 这是编出来的故事, 不是真的。 第二, 就算是真的, 也是美国人的事, 和我们没有关系。 有些同志会说, 不管和我们有没有关系, 反正这电影我们看了, 就要有个道德评判。 这就叫我想起了近二十年前的事, 当时巴黎歌剧院来北京演《茶花女》, 有些观众说, 这个《茶花女》是个妓女呀。 男主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玛格丽特和阿芒两个凑起来, 正好是一对卖淫嫖娼人员。 要是小众马在世, 听了这种评价, 一定要其风。 法国的歌唱家知道了这种评论, 也会说, 我们到这里演出, 真是干了件傻事。 演一场歌剧是很累的, 唱来唱去, 底下看见了什么? 卖淫嫖娼人员。 从那时到现在, 已经过了十几年。 我总觉得中国的观众应该有点长进, 谁知还是没有长进。 小时候, 我有一位小伙伴, 见了大公鸡彩蛋, 就捡起石头狂追不已, 我问他干什么, 他说要制止鸡耍流氓。 当然, 鸡不结婚, 搞得全是婚外恋, 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事, 有伤风化。 但鸡毕竟是鸡, 他们的行为不足以损害我们, 我就是这样劝我的小伙伴。 他有另一套说法, 虽然他们是鸡, 但毕竟是在耍流氓。 这位朋友长着鸟形的脸, 鼻涕经常流过河, 有点缺心眼。 当然, 不能因为人家缺心眼, 就说他讲的话一定不对。 不知为什么, 傻人道德上的敏感度总是很高, 也许这纯属巧合。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 在聪明人的范围之内, 道德上的敏感度是高些好, 还是低些好。 在道德方面, 全然没有灵敏度肯定是不行的, 这我也承认。 但高到我这位朋友的程度也不行, 这会闹到鸡犬不宁。 他看到男女接吻就要扔石头, 而且扔不准, 不知道会打到谁, 因此在电影院里成为一种公害。 他把石头往荧幕上扔, 对看电影的人很有点威胁。 人家知道他有这种毛病, 放电影时不让他进, 但是石头还会从墙外飞来。 你冲出去抓住他, 他就发出一阵傻笑。 这个例子说明, 太古版的人没法欣赏文艺作品, 他能干的事只是扰乱别人, 我既不赞成婚外恋, 也不赞成卖淫嫖娼, 但对这种事情的关切程度总该有个限度, 不要闹得和七十年代初抓阶级斗争那样的疯狂。 我们国家五千年的文明史, 有一条主线, 那就是反婚外恋, 反同间还反对一切男女关系, 不管它正当不正当。 这是很好的文化传统, 但有时也搞得过于疯狂, 宋明理学就是例子。 理学盛行是, 科学不研究, 艺术不发展, 一门心思都在端正男女关系上, 自然没什么好结果。 中国传统的诗人, 除了有点文化之外, 品行和偏僻小山村里, 二十岁首寡的尖客老太婆也差不多。 我从清朝笔记小说中看到一则记事, 比《狼桥一梦》短, 但也颇有意思。 这故事是说, 有一位才子, 在自己的后花园里散步, 走到篱笆边, 看到一堆蚂蚱在郊尾。 要是我碰上这种事, 连看都不看, 因为我小时候见得太多了。 但才子很少走出书房, 就停下来饶有兴致地观看。 忽然从草丛里, 跳出一个花里胡哨的癞蛤蟆, 一口把两个蚂蚱都吃了, 菜子大惊失色, 如梦方醒, 这故事到这里就完了。 有意思的是, 作者就此事发了一通感慨, 大家可以猜猜他感慨了些什么。 坦白地说, 我看书看到这里, 眼眷沉思, 想要猜出作者要感慨些啥。 我在这方面比较鲁顿, 什么都没猜出来。 但是从《狼桥一梦》里看到了婚外恋的同志, 觉得他应该批判的同志比我要能, 多半会猜到, 蚂蚱在搞婚外恋, 死了活该。 这就和谜底相当接近了。 作者的感慨是, 奸禁杀啊。 由此可以重新解释这个故事, 这两只蚂蚱在篱笆底下偷情, 是两个堕落分子。 而那只黄笔透绿, 肥瘦无比的癞蛤蟆, 却是个道德上的意识, 看到这桩奸情。 就跳过来给他们一点惩戒, 把他们吃了。 寓意是好的, 但有点太过离奇, 奈蛤蟆吃蚂蚱, 都扯到男女关系上去, 未免有点牵强。 我总怀疑那只奈蛤蟆真有这么高尚。 他顶多会想, 今天真得蜜, 一嘴就吃到了两个蚂蚱。 至于看到人家娇尾, 就一份填膺, 扑过去给予惩戒, 他不会这么没气量。 这是因为蚂蚱不交尾, 就没有小蚂蚱, 没有小蚂蚱, 癞蛤蟆就会饿死。 第75章, 电影《韭菜》就报纸, 看来, 国产电影又要进入一个重视宣传教育的时期。 我国电影的从业人员, 必须做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70年代中期, 我在北京的街道工厂当工人, 经常看电影, 从没花钱买过电影票, 都是上面发票。 从理论上说, 电影票是工会买的, 但工会的钱又从哪里来? 我们每月只交五分钱的会费, 这些钱归根结底是国家出的。 严格地说, 当时的电影没有票房价值, 国家出钱养电影。 今后可能也是这样。 正如大家常说的, 国家也不宽裕, 电影工作者不能期望过高。 这些都是正经话。 国家出钱让大家看电影, 就是为了宣传和教育。 坦白地说, 这些电影我没怎么看。 74年, 75年, 我闲着没事。 还去看过几次, 到了77, 78年, 我一场电影都没看。 那时期, 我在复习功课考大学, 每分钟都很宝贵。 除我以外, 别的轻功也不肯去看。 有人要打家具, 准备结婚, 有人在谈朋友。 总之, 大家都忙。 年轻人都让老师傅去看, 但我们厂的师傅女的居多, 他们说, 电影院里太黑, 没法打毛衣, 虽然摸着黑也可以打毛衣, 但师傅们说, 还没学会这种本领。 其结果就是, 我们厂上午发的电影票, 下午都到了自知楼里。 我想说的是, 电影要收到宣传教育的结果, 必须有人看才成。 这可是个严肃的问题。 除了编导想办法, 别人也要帮着想办法。 根据我的切身经历, 我有如下建议, 假如放映工会包场, 电影院里应该有适当的照明, 使女工可以一面看电影, 一面打毛衣, 这样就能把人留在场里。 当然, 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 不光体现在城市, 还体现在广阔的农村, 在这方面, 我又有切身体验。 七十年代初, 我在云南插队。 在那个地方, 电影绝不缺少观众。 任何电影都有人看, 包括新闻简报。 但你也不要想到票房收入上去, 有观众没票房, 这倒不是因为观众不肯掏钱买票, 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钱。 我觉得在农村放电影, 更能体现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 打个比方说, 在城市的电影院放电影, 因为卖票就像是职业体育, 在农村放电影, 就像业余体育。 业余体育更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但是干这种事必须敬业, 有现身精神。 为此, 我提醒电影工作者要艰苦奋斗, 放电影的人尤其要有这种精神。 我插队石井和放影员打交道, 很了解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在对里赶牛车、 旱季里, 隔上十天半月, 总要去接一次放影员, 和他们搞得很熟, 有一位新宽体盘的师傅分管我们队, 他很健谈, 可惜我把他的名字忘掉了。 我不光接他, 还要接他的设备。 这些设备里不光有放影机, 还有承载一个铁箱里的汽油发电机, 这样他就不用使脚踏机来发电了。 赶着牛车往回走时, 我对他的工作表示羡慕, 想想看, 他不用下大田, 免了风吹日晒, 又有机器可用, 省掉了自己的腿, 岂不是轻声的狠。 但是他说, 我说得太轻巧, 不知道放影元旦多大责任。 别的不说, 片子演到银幕上, 万一大头朝下, 就能下出一头冷汗。 假如银幕上有伟大领袖在内, 就只好当众下跪, 左右开公扇自己的嘴巴, 请求全体革命群众的原谅。 原谅呢还好, 要是不原谅, 捅了上去还得住班房, 这种事情是有的, 而且时常发生。 也不知为什么, 放影元越怕, 就越要出这种事。 他说, 放电影还不如下大田, 这是特殊年代里的特殊事件, 没有什么普遍意义。 但他还说, 宣传工作不好干, 这就有普遍意义了。 就拿放电影来说吧, 假如你放商业片, 放坏了, 使你不敬业。 假如这片子有政治意义, 放坏了, 除了不敬业, 还要加一条政治问题。 放电影的是这样, 拍电影的更是这样。 这问题很明白, 我就不多说了。 越不好干的工作, 就越是要干, 应该有这种精神。 我接的这位师傅就是这样。 他给我们放电影, 既没有报酬, 更谈不上红包。 我们只管他的饭, 就在我们的食堂里吃。 这件事说起来很崇高, 实际上没这么崇高。 我所在的地方是个国营农场, 它是农场电影队的, 大家同在一个系统, 没什么磕套。 走着走着, 他问起我们队的火石怎样。 这可不是瞎问, 我们虽是农场, 却什么家当都没有, 用两只手种地, 自己种自己吃, 和农民为两样。 那时候地种得很坏, 我就坦白地说, 火石很糟。 种了一些花生, 遭了病害, 统统死光, 已经一年没有吃。 他问我有没有菜吃, 我说有。 他说, 这还好。 有的对菜底遭了灾, 连菜都没有, 只能拿豆汤当菜。 他已经吃了好几顿豆汤, 不想再吃了。 我们那里有个很坏的风气, 叫做看人下菜碟。 手掌下来视察就不必说了, 就是兽医来腌牛, 也会给他煎个荷包蛋。 就是放营员来了, 什么招待也没有。 我也不知是为什么。 我讲这个故事, 是想要说明, 搞电影工作要艰苦奋斗。 没报酬, 不叫艰苦奋斗。 没有吃, 不叫艰苦奋斗。 真正的艰苦, 马上就要降到。 回到队里, 帮他卸下东西, 我就去厨房, 除了赶牛车, 我还要帮厨。 那天和往常一样, 吃凉拌韭菜。 因为没有油, 只有这种吃法。 我到厨房时, 这道菜已经炮制好了, 我就给帮着打饭打菜。 那位熟悉的放营员来时, 我还狠狠地给了他两勺韭菜, 让他多吃一些。 然后我也收拾家当, 准备收摊。 就在这时, 放营员人兄从外面猛冲了进来, 右手扼住了自己的脖子, 舌头还脱出半截, 和吊丝鬼一般无二。 当然, 他还有左手, 这只手举着饭盆让我看, 韭菜里有一块旧报纸。 照我看, 这也没有什么。 他问我, 韭菜洗了没有, 我说洗大概是洗了的, 但不能保证洗得仔细。 但他又问, 你们对的韭菜, 是不是用大份来浇? 我说, 大概也不会用别的东西来浇。 然后才想了起来, 这大概是对部的旧报纸。 旧报纸上只要没有宝箱, 就有人扯去方便用, 报纸就和粪到了一起。 这样一想, 我也觉得恶心起来, 这顿韭菜我也没吃。 可亲可配的是, 这位人兄干呕了一阵, 又去放电影了。 以后再到了我们队放电影, 都是自己带饭, 有时来不及带饭, 就站在风口处, 张大嘴巴说道, 我喝点西北风就饱了, 他还有点幽默感。 需要说明的是, 洗韭菜的不是我, 假如是我洗的, 让我不得好死。 这些事是我亲眼所见, 放映袁同志提心吊胆, 在韭菜里吃出指头, 喝着西北风, 这就是艰苦奋斗的故事。 相比之下, 今天的电影院经理, 一门心思的只想放商业片, 追求经济效益, 不把社会效益, 宣传工作放在心上, 岂不可耻。 单话又说回来, 光喝西北风怎么饱度, 这还需要认真研究。 第76章, 商业片与艺术片, 去年, 好莱坞十部大片在中国上演, 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 这类片子我在美国时看了不少, 但我远不是个电影迷。 出到美国时英文不好, 看电影来学习英文, 除了在电影院看, 还租袋子, 在有线电视上看, 前后看了大约也有上千部。 片子看多了, 就能分出好坏来。 但我是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既不买好莱坞电影俗套的账, 也不吃美国文化那一套, 评判电影另有一套标准。 实际上, 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人评判美国电影, 标准都和我差不多。 用这个标准来看这十部大片, 就是一些不错的商业片, 谈不上好。 美国电影里有一些真好的艺术片, 可不是这个样了。 作为一个文化人, 我认为好莱坞商业片, 最让人倒位之处, 是落苏套。 五、六十年代的电影, 来不来的张嘴就唱, 抬腿就跳, 唱的是梅条的歌, 跳的是狗撒尿式的踢踏舞。 我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男女主人公一张嘴或一胎腿, 马上浑身鸡皮疙瘩, 抖作一团, 你可能没有同样的反应, 那是因为没有我看得多。 到了七十年代, 西部片大行其道, 无非是一个牛仔拔枪就打, 全部情节就如我一位美国同学概括的, Till Everybody把所有的人都杀了。 当到观众看到牛仔, 左轮手枪就讨厌, 才换上现在最大的俗套, 也就是我们正在看的, 炸房子, 帅气车, 一直要演到你一看到爆炸, 就起鸡皮疙瘩, 才会换点别的。 除了爆炸, 还有很多别的俗套。 说实在的, 我真有点佩服美国片商炮制俗套时那种填补支持的镜头。 举个例子, 有部美国片子洛基, 起初是部艺术片, 讲一个穷移民, 生活就如一滩死水, 那叙事的风格就像怪枪怪掉的布鲁斯, 非常的地道。 有个全盲挑对手, 一下挑到他头上, 这是因为他的名字叫洛基, 在英文的意思里是精奏。 这电影可能你已经看过了, 怪七怪八的, 很有点意思。 我对他评价不低, 假如只拍一集, 他会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别人也爱看。 无奈有些傻瓜喜欢看电影里揍人的镜头, 就有混账片商把它一击击地拍了下去, 除了揍人和挨揍, 点别的都没了。 我离开美国时, 好像已经拍到了洛基七, 或者洛基八, 弄到了这个地步, 就不是电影, 根本就是大份。 好莱坞商业片看多了, 就会联想到, 净花园里的职场果。 那里的人消化功能差, 一顿饭吃下去, 从下面出来, 还是一顿饭。 为了避免浪费, 只好再吃一遍, 在此吃下去之前, 可能会回回锅, 加点香油, 味精。 直到三遍五遍, 饭不像饭, 而像粪食, 才换上新饭。 这个比方多少有点恶心, 但我想不到更好的比方了。 好莱坞的片商, 就是职场果的厨师, 美国观众, 就是职场果的食客。 顺便说一句, 国产电影里也有俗套, 而且我们早就看腻了, 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 以免大家恶心。 说句公道话, 这十部大片有不少长处, 特技很出色, 演员也演得好, 虽然说到头来, 也就是些商业俗套, 但中国观众才吃第一遍, 感觉还很好, 总得再看上一些, 才能觉得味道不对头。 我说过, 美国也有好的艺术片, 比方说, 沃伦, 比提年轻时自己当制片, 自己主演的片子就很好。 其中有一部赤色分子, 中国的观众就算没看过, 大概也有耳闻。 在比方说乌迪, 艾伦的影片, 从早年的Banana, 傻瓜, 到后来的汉娜姐妹, 都很好。 艺术片和商业片的区别, 就在于不是俗套。 谁能说, 末代皇帝是俗套? 谁能说, 美国往事是俗套? 美国出产真正的艺术片并不少, 只是与大量出产的商业片比, 显得少一点而已。 然而, 就是这少量的电影, 才是美国电影真正生命之所在。 美国搞电影的人自己都说, 除了少量艺术精品, 好莱坞生产垃圾, 制造垃圾的理由是, 垃圾能卖钱, 精品不卖钱。 美国往事, 末代皇帝, 从筹划到拍成, 都是好几年。 要总是这样拍电影, 片商只好去跳楼, 既然艺术片不赚钱, 怎么美国人还在拍艺术片? 这是最有意思的问题。 我以为, 没有好的艺术片, 就没有好的商业片。 好东西翻炒几道, 才成了俗套, 文化垃圾恰恰是精品的碎片。 要是没人搞真正的艺术电影, 好莱坞现在肯定还在跳狗撒尿的踢踏舞, 让最卢顿, 最没品味的电影观众看了也大发瘧疾。 无论如何, 真正的艺术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我对去年引进十部大片很赞成, 因为前年这样十部大片都没有, 但我觉得自今年起就该有点艺术片。 除此之外, 眼睛也别光盯着好莱坞。 据我所知, 美国一些独立制片人的片子相当好, 欧洲的电影就更好。 只看好莱坞商业片, 是会把人看笨的。 第77章, 我对国产片的看法, 我很少出去看电影, 近来在电影院看过的国产片子, 大概只有红粉。 在《红粉》这部片子里, 一个嫖客, 两个妓女, 生离死别, 演出多少悲壮的故事, 看了让人起鸡皮疙瘩。 由此回想起十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国产片《卢山恋》, 男女主人公在卢山上谈恋爱, 狂呼烂喊, 哎呦满妈的懒, 犹如董存瑞炸碉堡。 不知别人怎么看, 我的感觉是不够妥当。 这种不妥当的片子, 多得补给其数, 恕我不依列举。 作家纳伯科夫曾说, 一流的读者不是天生的, 他是培养出来的。 《卢山恋》还评上了讲, 这大概是因为编导对观众的培养职工, 但是这样的观众恐怕不能算是一流的。 所以我们可以改改纳伯科夫的话, 三流的影视观众不是天生的, 他也是培养出来的。 作为欣赏者, 我们开头都是二流水平, 只有经过了培养, 才会特别好或是特别坏。 在坏的方面, 我可以举个例子, 最近几年, 中央台常演一些历史题材的连续剧, 片子一上电视, 编导就透过各种媒体说, 这部片子的人物, 情节, 器具, 歌舞, 我们都是考证过的。 我觉得这很没意思。 可怪的是, 没演这种电视片, 报纸上就充满了观众来信, 对人物年代做些繁琐考证, 我也觉得挺没劲。 似乎电视片的编导, 已经把观众都培养成了考剧迷。 当然, 也有各把漏网之余, 笔者就是其中之一。 但就一般来说, 影视的编导就是没所理迷, 总是有理。 凭良心说, 现在的情况不算坏。 文化大革命里, 人们只看八个样板戏, 也没人说不好。 在那些年月里, 也培养了一批只会欣赏样板戏的观众。 在现在年月里, 也培养了一批只会考证的观众。 说到国产片的现状, 应该把编导对观众的培养考虑在内。 作为一条漏网之鱼, 我对电影电视有些不同的看法。 我想从上面欣赏一些叫做艺术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说, 国产片的一些编导犯下了双重罪孽, 其一, 自己不妥当, 其二, 把观众也培养得不妥当。 不过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近年来, 中国电影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有些片子还在国际上的了奖。 我认为这些片子是好的, 但也有一点疑问, 怎么都这么惨烈烈, 苦兮兮的? 霸王别姬里剁下了一根手指头, 红高两里巴下了一张人皮。 我们国家最好的导演, 对人类的身体都充满了仇恨。 单个艺术家有什么风格都可以, 但说到群体, 就该有另一种标准。 打个比方来说, 我以为英国文学是好的, 自莎士比亚一将, 名家辈出, 内中有位哈代先生, 写出的小说惨绝人寰, 但他的小说也是好的。 倘若英国作家自莎士比亚一将, 全是哈代的风格, 那就该有另一种评价, 英国文学是有毛病的。 最近, 新德勒名单大获成功, 我听说有位大导演说, 这正是我们的戏录, 我们也可以拍这种表现民族苦难的片子。 以我之见, 按照我们的戏录, 这种片子是拍不出来的。 除非把活做到荧幕之外, 请影院工作人员扮成日本兵, 手擎燃血的假刺刀, 随着剧情的进展来同我们的肚皮。 当然, 假如上演这样的片子, 剧院外面该挂个牌子, 为了下一代孕妇免禁。 话虽如此说, 我仍然以为张艺谋、 陈凯歌不同反响。 不同反响的证明就是, 他们征服了外国的观众, 而外国的观众还没有经过中国编导的培养。 假如中国故事片真正走向了世界, 情况还不知是怎样。 莫波桑曾说, 提笔为文就想到了读者。 有些读者说, 请让我笑吧。 有些读者说, 请让我哭吧。 有些读者说, 请让我感动吧, 在中国, 有些读者会说, 请让我们受教育吧。 我举这个例子, 当然是想用莫波桑和读者, 来比喻影视编导与观众。 敏感的读者, 肯定能发现其中的可笑之处, 作品培养了观众的口味, 观众的口味再来影响作者, 像这样颠过来, 倒过去, 肯定是很没劲。 特别是, 假如编导不妥当, 就会使观众不妥当, 观众又要求编导不妥当, 这样下去, 大家都越来越不妥当。 作为前辈大师, 莫波桑当然知道这是个陷阱, 所以他不往里面跳。 他说, 只有少数出类拔萃的读者才会要求, 请凭着你的本心, 写出真正好的东西来。 他就为这些读者而写。 我也想做一个出类拔萃的观众, 所以也这样要求, 请凭着你的本心去拍片, 但是别再扒人皮了, 这样下去有点不妥当。 对于已经不妥当的编导, 就不知说些什么, 也许该说点题外之语。 我在影视圈里也有个把朋友, 知道拍片子难, 上面要审本子审骗, 这是一。 找钱难, 这是二。 还有三合子, 就没必要一一列举, 其中肯定有一条, 观众水平低, 不过我不知该怪谁, 这只是一时一地的困境, 而艺术是永恒的。 此时此地, 讲这些就如风话一般。 但我偏还觉得自己是一本正经的。 第78章, 旧片重温, 我小时看过的旧片中, 有一部对我有特殊意义, 是北国江南。 当时我正上到小学高年级, 是学校组织去看的。 这是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 由秦宜女士主演。 我记得她在那部电影里面瞎了眼睛, 还记得那部电影惨烈烈的, 一点都不好看。 当然, 这是说电影, 不是说秦宜。 秦宜是一直是很好看的, 别的一点都记不得。 说实在的, 小男孩只爱看打仗的电影, 我能在影院里做到散场, 就属难能可贵。 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在于, 我去看时还没有问题, 看过之后就出了问题, 阶级斗争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 这种问题, 我一点都没看出来, 说明我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都很低。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警惕, 同时也想到, 电影不能单单当电影来看, 而是要当谜语来猜, 谜底就是它问题何在。 当然, 像这种电影后来还有不少, 但这是第一部, 所以我牢牢记住了这个片名, 北国江南。 但它实在不对我胃口, 所以没有记住内容。 和我同名的人会记得, 电影开始出问题, 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准确地说, 是一九六五年以后, 在此之前也出过, 比方说电影《武训传》, 但那时我太小。 六五年我十三岁, 在这个年龄发生的事, 对我们一生都有影响。 现在还有人把电影当谜语猜, 说每部片子都有种种毛病。 我总是看不出来, 也可能我这个人比较鲁顿, 但是必须承认, 六五年, 六六年那些谜语实在是难猜。 举例来说, 有一部喜剧片《龙马精神》, 说到有一匹兽马, 几辆比刀子快, 屁股比锥子快, 躺下比起来快。 这匹马到了生产队的 饲养员大叔手里, 就被养得很肥。 这部电影的问题是, 这匹马起初怎么如此的瘦, 这岂不是给集体经济抹黑? 这个谜底就大出我的意外。 从道理上讲, 饲养员大叔把兽马养肥了, 才说明他热爱集体。 假如马原来就胖, 再把他喂得像一口超级肥猪, 走起来就喘, 倒不一定是关心集体。 但是龙马精神还是被枪毙掉了。 再比方说, 电影《海鹰》, 我没看出问题来, 但人家还是给他定了罪状。 这电影中有个镜头, 一位女民兵连长王小棠女逝世登上了丈夫, 一位海军军官开的吉普车扬沉而去。 人家说, 这女人不像民兵连长, 简直像吉普女郎。 所谓吉普女郎, 是只解放前和美国兵炮的不正经的女人。 说实在的, 一般电影观众, 除非本人当过吉普女郎, 很难看出这种意思来。 所以, 我没看出这问题, 也算是有情可原。 几乎所有的电影都被猜出了问题, 但没有一条是我能看出来的。 最后只剩下了三战一哈还能演。 三战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 大多不是文艺片, 是军事教育片。 这一哈是有关一位当时客居我国的亲王的新闻片, 这位亲王带着她的夫人, 一位风姿绰约的公主, 在我国各地游览, 片子是彩色的, 蛮好看, 上点年纪的读者可能还记得。 除此之外, 就是新闻简报, 这是黑白片, 内容千篇一律, 一点不好看。 有一个流行于七十年代的顺口溜, 对各国电影做出了概括, 朝鲜电影又哭又笑, 日本电影内部卖票, 罗马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这个概括是不正确的, 起码对我国概括的不正确。 当时的中国电影, 除新闻简报, 还剩了点别的。 这篇文章是从把电影当谜语来猜说起的。 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 大多数的电影都被指出隐含了反动的寓意, 相比实在是最有应得。 然后开始猜数。 书的数量较多, 有点猜不过来, 但最后大多也有了结论, 通通是毒草, 红宝书例外。 然后就猜人。 好好个人, 看来没有毛病, 但也被人找出谜底来。 不是大叛徒, 就是大特务, 一个个被关进了牛棚, 没被关进去的大都不值得一猜。 比方说, 我, 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 关我就没啥意思, 但我绝不认为自己身上就猜不出什么来。 到了这个程度, 似乎没有可猜的了吧, 但人总能找出试干, 这时就猜一切比较复杂的图案。 有一种河南出产的香烟黄金叶, 商标是一张烟叶, 叶子上脉络综横, 花里胡哨。 红卫兵从这张烟叶上看出, 有十几条反动标语, 还有蒋介石的头像。 我找了一张黄金叶的烟盒, 对着它端向起来, 横着看, 竖着看, 条也没看出来。 不知不觉, 大白天的落了诊, 疼痛难当, 脖子歪了好几个月。 好在年龄小, 还能挣过来。 到了这时, 我终于得出一个结论, 这种胡乱猜疑实在是扯淡得很。 这是个普通猜疑的年代, 没都能猜出有来。 任何一种东西, 只要足够复杂, 其中有些难以解释的东西, 就被往坏里猜。 电影这种产品, 信息含量很高, 就算是最单纯的电影, 所包含的信息也多过黄金叶的图案, 想要没毛病,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 你要是听说某部电影有了问题, 千万不要诧异。 我们这代人, 在猜疑的年代长大, 难免会落下毛病, 想从鸡蛋里挑出骨头, 这样才显出自己能来, 这是很不好的。 但你若说, 我这篇短文隐含了某些用意, 我要承认, 你说对了, 不是胡乱猜疑。 第79章, 为什么老片新拍? 听说最近影视圈里兴起了一阵重拍旧片的浪潮, 把一批旧电影重拍成电视连续剧, 其中包括, 敌后武功队, 平原枪声, 铁道游击队等等。 现在, 野火春风斗古城已经拍了出来, 正在电视上演着。 我看了几眼, 虽然不能说全无优点, 但也没什么新意。 联想到前不久看到一些忠实于原著的历史剧, 我怀疑一些电视剧编导正在走一条城市化的老路, 正向传统京剧的方向发展。 笔者绝不是京剧迷, 但认识一位京剧迷。 二十年前, 我当学徒工时, 有位老师傅告诉我说, 在老北平, 他每天晚上都到戏园子做作。 一出长板坡, 不知看了多少遍, 谁的赵云他都看过。 对此需要详加解释, 过去所有的武生大概都在长板坡里演过赵云, 而我师傅则看过一切武生演的赵云。 因为还不是所有的男演员都演过杨小兵, 也不是所有的女演员都演过银环。 现在我们还不能说谁的杨小冬, 谁的银环都看过, 但是事情正朝这个方向发展, 因为杨小冬和银环正在多起来。 而且我们也不妨未雨筹谋, 把这件事提前说上一说。 老实说, 老片新拍, 或者老戏重拍, 不是什么新现实。 我在美国时看过一部《八脸人》是大明星艾尔帕西诺主演的彩色片。 片尾忽然冒出一个字幕, 以前有过一部电影《八脸人》, 然后就演了就《八脸人》的几个片段。 从这几个片段就可以看出, 虽然《新旧》《八脸人》是同一个故事, 但不是同一部电影。 我们还知道影片乱翻新了《沙翁》的名剧, 至于战争与和平, 不知被重拍了多少遍。 一个导演对老故事有了崭新的体会, 就可以重拍, 保证观众有一个全新的《八脸人》, 或《战争与和平》就是。 而且这也是对过去导演的挑战, 必须指出, 就是这样的老戏重拍我也不喜欢。 但这种老片重拍和我们看到的连续剧 还不是一回事。 我看到的《野火春风斗古城》 不仅忠于小说原主, 而且也忠实于老的黑白片, 观后感就是让我把早已熟悉的东西过上一遍, 就如我师父每晚在戏园子里 把长板坡过一遍。 前些时候有些历史连续剧, 也是把旧小说颁上迎品, 也是让大家把旧有的东西过一遍。 同时过一遍, 现在的连续剧和传统京剧不能比。 众所周知, 京剧是高度完美的城市化表演, 连续剧里城市是有的, 完美则说不上。 我认为, 现在中国人里有两种不同的欣赏趣味。 一种是旧的, 在传统社会和传统戏剧影响下形成的, 那就是只喜欢重温旧的东西。 另一种是新的, 受现代影视影响形成的, 只喜欢欣赏新东西。 按前一种趣味来看现在的连续剧, 大体上还能满意, 只是觉得它城市化的程度不够。 举例来说, 现在连续剧里的影环和老电影里的影环, 长相不一样, 表演也不一样, 这就使人糊涂。 最好勾勾脸, 按同一种城市来表演。 当然, 既有了城市, 编导就是多余的。 传统的京剧班子里就没有编导的地位。 不过, 养几个闲人观众也不反对。 若按后一种趣味来看连续剧, 就会说, 这叫什么? 赵超鞋就东西, 难道编导的艺术工作就是这样的吗? 但后一种观众是需要编导的, 只是嫌他没把工作做好。 总而言之, 老戏新拍式编导处于一种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地位, 前一种观众要你的戏, 但不要你这个人, 后一种观众要你这个人, 不要你的戏。 换言之, 在前一种观众面前, 你是失位素餐的鬼混着。 在后一种观众面前, 你是不称职或不敬业的编导。 照我看来, 老戏重拍真是不必要。 我有一个做导演的朋友, 他告诉我说, 你不知道做编导的苦处好多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这样一说, 我倒是明白了。 第八十章, 欣赏经典, 有个美国外交官, 二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待了十年。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他看过三百遍《天鹅虎》。 即使在芭蕾舞剧中, 《天鹅虎》是无可争辩的经典之作, 看三百遍也太多了。 但身为外交官, 有些应酬是推不掉的。 所以这个戏, 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得看, 看到后来很有点吃不消。 我猜想, 头几十次去看《天鹅虎》, 这个美国人听到的是柴克福斯基优美的音乐, 看到的是前苏联艺术家优美的表演, 此人认真地欣赏着不识热烈的鼓掌。 看到一百遍之后, 观感就会有所不同, 此时他只能听到一些乐器在响着, 看到一些人在舞台上跑动, 自己也变成暮暮痴痴的了。 看到二百遍之后, 观感又会有所不同。 音乐一响, 大幕拉开, 他眼前是一片白色的虚空, 他被这个戏演住了。 此时他两眼发直, 脸上挂着呆滞的傻笑, 像一条冬眠的鳄鱼, 松弛的肌肉支支不住下巴, 就像冲上沙滩的灯不停那样, 他的嘴打开了, 大滴大滴的哈喇子从嘴角滚落, 掉在膝头。 就这样如痴如醉, 直到全剧演完, 演员谢幕一臂, 有人把舞台的电闸拉掉, 他才觉得眼前一黑, 这时他赶紧一个大嘴巴把自己打醒, 回家去了。 后来他拿到调铃离开苏联时, 如是重负地说道, 这回可好了, 可以不看天鹅湖了。 如你所知, 该外交观看天鹅湖的情景都是我的猜测, 说实在的, 他留了哈喇子也不会写进回忆录里, 但我以为, 对一部作品不停地欣赏下去, 就会遇到这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 你听到的是音乐, 看到的是舞蹈, 简言之, 你是在欣赏艺术。 在第二个阶段, 你听到一些声音, 看到一些物体在移动, 觉察到了一个熟悉的物理过程。 在第三个阶段, 你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最终体会到芭蕾舞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 不过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已。 从艺术到科学, 再到哲学, 这是个反扑归真的过程。 一般人的欣赏总停留在第一阶段, 但有些人的欣赏能达到第二阶段。 比方说, 在电影《霸王别姬》里, 葛优扮演的戏把就是这样责备一位演员, 别人的霸王出台都走六步, 你怎么走了四步? 在实验室里, 一位物理学家也会这样大惑不解地问一个物体, 别的东西在真空里下落, 加速度都是一个G, 你怎么会是两个G? 在实验室里, 物理过程要有再现性, 否则就不成气味科学, 所以不能由以两个G下落的物体。 艺术上的经典作品也应有在现性, 比方说《天鹅虎》, 这个舞剧的内容是不能改变的, 这是为了让后人欣赏到前人创造的最好的东西, 他只能照老样子一遍遍地眼。 经典作品是好的, 但看的次数不可太多, 看的次数多了不能欣赏到艺术, 就如《红楼梦》说饮茶, 一杯唯品, 二杯是解渴的蠢物, 三杯就是饮驴了。 当然, 不管是品还是饮驴, 都不过是物质存在的方式而已, 在这个方面, 没有高低之分, 文化大革命里, 我们只能看到八个样板戏, 打开收音机是这些东西, 看个电影也是这些东西。 插队是, 只要听到广播里音乐一响, 不管轮到了沙奶奶还是李铁梅, 我们张嘴就唱, 不管是轮到了《无穷花》还是《红长青》, 我们抬腿就跳。 路边地头的水牛看到我们有此举动, 怀疑对他有所不利, 连芒羊起尾巴就逃。 假如有人说我唱的跳得不够好, 在感情上我还难以接受, 这就是我的生活, 换言之是我存在的方式, 我不过是嚷了一声, 跳了一个高, 有什么好不好的。 打个比方来说, 李铁的水牛在拔足狂奔时, 总要把尾巴向面小棋子一样养起来, 从人的角度来看有点不雅, 但他只会这种跑法。 我在地头要活动一下筋骨, 就是一个倒梯子筋冠, 我就会这一种踢法, 别的踢法我还不会呢。 连这都要说不好, 岂不是说我该死掉。 根据这种情形, 我认为自己对八个样板戏的欣赏, 早已到了第三个阶段, 我们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欣赏的, 但这些戏的艺术成就如何, 我确实是不知道。 莫斯科歌舞剧院演出的《天鹅湖》的艺术水平如何, 那位美国外交官也不会知道。 你要是问他这个问题, 他只会傻呵呵地笑着, 你说好, 他也说好, 你说不好, 他也说不好, 在一生的黄金时代里, 我们没有欣赏到别的东西, 只看了八个戏。 现在有人说, 这些戏都是伟大的作品, 应该列入经典作品之列, 以便流传到千秋万代。 这对我倒是种安慰, 如前所述, 这些戏到底有多好, 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信, 但我也有点怀疑, 怎么我碰到的全是经典。 就说《红色娘子军》吧, 作曲的杜明欣先生显然是位优秀的作曲家, 但他毕竟不是柴可夫斯基, 芭蕾和京剧我不懂, 但概率论我是懂的。 这辈子碰上了八个戏, 其中有两个是芭蕾舞剧, 居然各个是经典, 这种运气好得让人起疑。 根据我的人生经验, 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 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 这种说法准不对, 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 当然, 你要说它们都是经典, 我也无法反对, 因为对这些戏我早就失去了评判能力。 底八十一章, 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 看过冯小刚导演的都市言情剧《情商》, 感到这个戏还有些长处。 摄影, 用光都颇考究, 演员的表演也不坏, 除主题歌难听, 没有太不好的地方。 当然, 这是把它放在都市言情剧这一消闲艺术门类内去看, 放到整个艺术的领域里评论, 就难免有些科评, 现在我就准备给它点科评。 我觉得自己是文化人, 作为此类人士, 我已经犯下了两样滔天打罪。 第一, 我不该看电视剧, 这种东西俗得很。 第二, 我不该给电视剧写评论。 看了恶俗的都市言情剧, 再写这篇评论文章, 我就如必打哥拉斯学派的弟子, 有了吃豆子的恶性, 从此要被学院拒之于门外。 所幸我还有先例可引, 毛母先生是个正经作家, 但他也看侦探小说, 而且写过评论侦探小说的文章。 毛母先生使我觉得自己有可能被原谅。 当然, 是被文化人原谅, 不是被言情剧作者原谅, 苛刻地评论人家还想被原谅, 显得太虚伪。 毛母是这样评论侦探小说的, 此类小说自艾伦波以来, 人才被出, 培养出一大批狡猾的观众, 也把自己推入了难看之境。 据例来说, 一旦侦探小说里出现一位和蔼可亲, 与世无争的老先生时, 狡猾的观众们就马上指出, 杀人的凶手就是他。 此类情形也发生在我们身边, 言情剧的作者也处于难看的境地。 这两年都市言情剧看多了, 我们正在变得狡猾, 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温柔, 漂亮的女主角林幻, 我马上就知道她将在这部戏里大受摧残, 否则她就不必这样温柔, 漂亮了。 在言情剧里, 一个女人温柔, 漂亮就得倒点眉, 假如她长得像我在现实生活里, 女人长得像我是重重大灾难, 倒有可能很走运, 她还有个变成植物人的丈夫, 像跟木棍一样睡在病床上, 拖着她, 使她不便真正遗情别恋。 从剧情来看, 任何一个女人处在女主角的地位, 都要遗情别恋, 因为不管她多么善良、温柔, 总是个女人, 不是一根雌性的木棍, 不能永远爱根雄木棍, 而且剧里也没把她写成木棍, 既然如此, 植物人丈夫作用, 无非是加重对女主角的摧残, 剧情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我的意见。 更狡猾的观众则说, 剧作者的用意还不仅如此。 请相信, 这根木头棍子是颗定时炸弹。 一旦林幻真正遗情别恋, 这根木头棍子就会醒来, 这颗定时炸弹就要乍响, 使可爱的女主角进步大受摧残, 戏眼到现在, 夹在女徒角身上的摧残已经够可怕的了。 植物人丈夫一年要二十万医药费, 她爱的男人拿不出。 有个她不爱的男人倒拿得出, 但要她嫁过去才能出这笔钱。 对于一个真实爱情的女人来说, 走到了这一步, 眼看要被逼成一个感情上的大怪物, 我很不希望这种遇见被证实, 但从剧情的发展来看, 又没有别的出路, 造出一颗定时炸弹, 不让她想, 对炸弹也不公平啊。 毛姆先生曾指出, 欣赏通俗作品有种诀窍, 就是不要把它当真, 要把它当作编出来的东西来看, 这样就能得到一定的乐趣。 常言道, 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 侦探小说的主题是死, 言情剧的主题是爱。 虽然这两件事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 但出现在通俗作品里就不能当真。 此话虽然大有道理, 怎奈我不肯照办。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 我们都是要死的, 被杀也是一种可能的死因, 但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人都会拒绝侦探小说里那种死法, 把十八英尺长的鳄鱼放到游泳池里, 让它咬死你, 或者用锐利的冰柱射入你的心脏, 最起码要你死于南洋土人使用的毒刺, 仿佛这世界上没有刀子也捡不到砖头。 其实没有别的理由, 只是要你死得怪怪的。 这不是死掉, 而是把人当猴子耍, 凶手对死者太不尊重, 我这样认真却是不对的。 侦探小说的作者并没有真的杀过人。 所以, 在侦探小说里, 别的事情都可以当真, 唯有死不能当真。 同理, 都市严情巨别的事都可以当真, 也只有爱情不能当真。 倘若当真, 就有很多事无法解释, 以情商中的灵魂为例, 他生了一个女人, 长得漂亮也不是他之罪, 渴望爱情又有什么不对。 但不知为什么, 人家给他的却是这样一些男人, 第一个只会睡觉, 该醒时他不醒, 不该醒时他偏醒, 就是这么睡, 一年却要二十万才够开销, 看到睡觉有这么贵, 我已经开始失眠。 第二个, 虽然有点像土匪, 他也没有挑剔, 爱上了, 但有没有钱, 不能在一起。 第三个有钱, 可以在一起, 他有不爱。 看到钱是如此重要, 我也想挣点钱, 免得害着我老婆, 甚至想到去写电诗句, 我也不知还有没有第四个和第五个, 但我知道假如有, 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这世界上不是没有好男人, 怎奈人家不给他, 捡着坏的给。 这个女人就像一头毛驴被架在车缘上, 爱情就像胡萝卜挂在眼前, 不管怎么够, 就是吃不着, 既然如此, 倒不如不要爱情。 我想一个有尊严的女人到了这个地步, 一定会向上帝抱怨, 主啊, 我知道你的好意, 你把我们分成男人和女人, 想让我们生活有点乐趣, 可以谈情说爱, 但是好心不一定能办好事啊。 看我这个样子, 你不可怜我吗? 倒不如让我没有性别, 也省了受这份活罪, 我知道有些低等生物忙你的恩宠, 可以无性繁殖。 我就像细菌那样, 分裂繁殖好了。 这样晚上睡觉, 早上一下变成了两个人, 谈恋爱无非是找个伴吗? 自己列成两伴, 不就有伴了吗? 上帝听了灵欢的祷告, 也许就安排他下室, 做个无性繁殖的人, 晚上睡觉时是灵欢, 醒来就变成了灵欢一和灵欢二, 再也不用谈爱情。 很不幸的是, 这篇祷告词有重大的遗漏, 忘记告诉上帝, 千万不要再把他放进电视剧里, 以免剧作者还是可以拿着他分裂的是胡编乱派, 让他生不如死。 但这已是另一个世界里电视剧作者的题目, 非我所能知道。 第82章, 祝你平安与音乐电视, 我很少看MTV, 但既看电视, 总免不了会看见一些。 最近看到了孙岳唱的MTV祝你平安, 心里有些疑惑, 想借演艺圈的原地求教于高明。 照我看来, 那是一首安慰失忆情人的歌, 对此不当再有其他解释了。 孙岳唱得很好, 歌也很好听, 但画面就让人有点看不懂, 看懂的地方又让人有气。 先说我不懂的地方, 众所周知, MTV的画面不一定有逻辑, 好看就成, 但我不懂的是导演的创意。 这本是支爱情歌, 却穿进了女教师和聋哑学生。 虽然弘扬主旋律, 歌颂人民教师是好的, 但却不是这么弘扬法, 我老婆没看过这段MTV, 学会唱这歌, 时不常对我来几句, 以示柔情, 但我总觉得她在说我是哑巴。 这不就是搞串了吗? 主旋律是主旋律, 男女之情是男女之情, 且不可这样胡传。 再说, 在片手孙岳打扮得像个小蜜, 片中才出现了聋哑学生。 假如不是我想象力过于丰富, 这故事仿佛是说, 有一聋哑学校的教师, 丢下学生跑到深圳, 磅上了大款。 回过头来想想被丢下的学生, 心中不忍, 这歌就不叫住你平安, 该叫做恶鱼的眼泪, 因为真有良心就该回去教书。 就算真有这样的事, 也只是几个别的现象, 没有普遍意义。 再说说我自以为看懂了的地方。 片子结束时, 出现了一个交通警, 微笑着坐准许车辆通行的手势。 照我浅薄的理解, 这是对歌曲名称的简单图示, 警察同志让你过去, 同时一笑, 此乃祝你平安之意也, 用这种手法来点题。 但愿我理解错, 因为把别人想得如此低能, 是有罪的。 有个英文歌Crazy, 请这位导演来拍MTV, 就要拍些疯子了, 否则没法点题。 我的太阳, 可以是这种拍法, 请一漂亮女孩搂住陈佩思。 既有我的, 又有太阳, 太阳就是陈佩思的脑袋。 你肯定会同意, 我的创意虽然直路, 尚不如祝你平安的结尾那么直。 要拍岳飞满江红, 就得去请食人族, 否则不能鸡餐葫芦肉。 按照这种自然主义的逻辑, 麦当娜, Like a Virgin该请观众看点什么? 难道要请大家当一回大夫, 去看那个东西? 我们又不是福和大夫, 看了也看不懂第83章, 承认的勇气, 我很少看电视。 有一天偶然打开电视, 想看看有没有球赛, 谁知里面在演连续剧年轮, 一对知青正在恋爱, 此时想观上也不可能, 因为我老婆在旁边, 她就喜欢看人恋爱, 当时是黑更半夜, 一男一女在旷野中, 似也无人。 只见姑娘忽然惨呼一声, 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投入情囊的怀抱。 这个场面有点历史的真实性, 但我还是觉得, 这女孩子讲的话太过古怪了。 既然是子女, 又堪教育, 我倒想问问, 你今年几岁了? 坦白地说, 假如我是这位情郎, 就要打吹的主意。 同情归同情, 我可不喜欢和糊涂人搞在一起。 该剧的作者会为这位当年的姑娘辩护道, 什么事情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看, 当年上面的精神说她是个子女, 她就是个子女。 这话虽然有道理, 但不对我的胃口。 我更希望听到这样的解释, 这女孩本是个聪明人, 只可惜当时正在犯傻, 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很少能听到的。 知青文学的作者们总是这样来解释当年的事, 这是时代史然, 历史史然, 好像出了这样的洋想, 自己就没有责任了。 我和同龄人一样, 有过各种遭遇。 有阵子, 我是黑五类, 现在这名字是纸黑芝麻, 黑米, 当时是纸人, 后来则被发现需要再教育, 就被置于广阔天地之中去滚一身泥巴, 练一颗红心。 再后来回到城里, 成了工人阶级, 本来可以领导一切, 但没发现领导了谁。 在以后, 千辛万苦考上了大学, 忽而凯然想到, 现在总算是个臭老酒了, 以后的变化还多, 就不一一列举。 总而言之, 人生在世, 常常会落到一些说法之中。 有些说法是不正确的, 落到你的头上, 你又拿它当了针, 试过境迁之后, 应该怎样看待自己, 就是个严肃的问题。 这件事, 让中国人一说大过复杂, 我就是中国人, 所以讲的这样复杂, 美国人说起来简单, 这不就是当了回傻X吗? 傻X, asshole, 这个词, 多数美国人是给自己预备的。 比方说, 感觉自己遭人愚弄时, 就会说, 我觉得自己当了傻X, I feel like an asshole。 心情不好时更会说, 我正捉摸我是哪一种傻X。 自己遭人愚弄, 就坦然承认, 那个X说来虽然不雅, 但我总觉得, 这种达官的态度, 值得学习。 相比之下, 国人总不肯承认自己傻瓜, 仿佛这样就能使自己显得聪明, 除此之外, 还要以审美的态度, 看待自己过去的丑态。 像这种傻法, 简直连X都不配做了。 本文的目的是想谈谈我的心路历程。 保这样说美国人的好话, 有民族虚无主义之嫌, 会使该历程的价值大减。 其实我想要说的是, 承认自己傻瓜。 这是一种美德, 而且这种美德并不是洋人教给我的。 年轻时, 我没有这种美德, 总觉得自己很聪明, 而且永远很聪明, 既不会一时糊涂, 也不会受愚弄。 就算身处逆境, 也要高声引导, 天生我才必有用, 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 忽一日, 到工厂理学徒, 拜刘尔为师, 学母举前功, 顺便学会了这种美德, 这种美德, 处于中国哲人的传授, 又会使他价值大增。 这位哲人, 长了一双牛一样的眼睛, 胡子拉叉, 穿着不大干净。 我第一次见到他, 就听见他在班族里高谈阔论道, 我是傻X。 对这个论断, 刘师傅正名如下, 师傅加师母, 再加两位师兄, 全靠师傅的工资养活, 这工资是35块5, 很不够用, 想不出路子搞钱, 所以他是傻X。 假如你相信是你自己, 而不是别人, 该为家庭负责, 就会相信这个结论。 同理, 脑袋扛在肩上, 是自己的, 也该为他负责, 假如自己表现得很傻, 就该承认。 假如这世上有人愚弄了我, 我更是心服口服, 既然你能耍了我, 那就没什么说的, 我是傻X。 人生在世有如棋局, 书一着就是当了回傻X, 懂得这个才叫回下棋。 假如我办了什么傻事, 被你撞见了, 你叫我傻X, 我是不会介意的。 但我不会说别人是傻X, 更不会介意别人也说自己是傻X, 我知道这是个机会。 我现在有了种二十岁时没有的智慧, 现在我心弦气定地坐在电脑面前写着文章, 不会遇到任何人的愚弄, 这种状态比年轻时强了很多。 当时我被人塞了一脑子的教条, 情绪又受到猛烈的煽动, 只会干傻事, 一件聪明事都办不出来。 有了前后两种参照, 就能大体上知道什么是对的。 这就是我的智慧, 有这种智慧也不配叫做智者, 顶多叫个成年人。 很不幸的是, 好多同龄人连这种智慧都没有, 这就错过了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能学会的唯一的智慧, 知道自己受了愚弄。 第八十四章, 明星与癫狂, 笔者在海外留学时, 有一次清早起来跑步, 见到一些人带着睡袋在街头露宿。 经询问, 是大影星哀迪, 摩飞要到这座城市来巡回演出, 影迷在等着买票。 摩飞的片子我看过几部, 觉得他演得不坏。 但花几十块钱买一张票到体育场里看的, 我觉得无此必要, 所以没有加入购票的行列, 而是继续跑步。 这样我就在明星崇拜的面前当理会冷血动物, 坦白地说, 我一直是这样的冷血动物。 顺便说一句, 那座城市不大, 倒有个很大的体育馆, 所以票是富裕的, 白天也能买到, 根本用不着等一夜。 而且那些人根本不是去等买票, 而是中夜喝啤酒, 放音乐, 吵闹不休, 最安静的人也在不停地咯咯傻笑, 搞得邻居很有意见。 凭良心说, 正常人不该是这个样子。 至于他们进了体育馆, 见到了摩飞之后, 闹得就更厉害, 险些把体育馆炸掉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排队买票时, 是在酝酿情绪, 以便晚上纵情地闹。 此种情况说明, 影迷, 火称追星族, 是有计划, 有预谋地把自己置于一场癫狂之中。 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没有美式足球比赛, 或是摇滚歌星的演唱会, 就会有人做出这种计划和预谋。 当时我很想给艾迪, 摩飞写封信, 告诉他, 这些人没见到他时就疯掉了, 以免他觉得这么多人, 都是他弄疯的, 受到良心的责备。 后来一想, 这是他准时知道的, 所以就没有写。 现在我会到国内, 翻开报纸的副刊, 总能看到有关明星的新闻, 谁和谁拍拖, 谁和谁分手了等等。 明星做生意, 总能挣大钱, 写本书也肯定畅销。 明星的手稿还没有写出来, 就可以卖到几百万元, 真让笔者羡慕不已。 至于那文章, 我认为写得真不怎样, 不能和我岁败的作家, 也不能和我相比。 在电视上可以看到影星唱歌, 我觉得唱得实在糟, 起码不能和帕瓦罗蒂相比, 比我唱得当然要稍好一些, 但在歌唱方面, 笔者绝不是个正面的榜样, 但也有人鼓掌。 房地产的开发商把昂贵的别墅送给影星, 他赏的面子收下了, 但绝不驱住, 开发商还觉得是莫大的荣耀。 最古怪的是在万人会场里挤满了人, 等某位明星上台去讲几句话, 然后就疯狂地鼓掌。 这时我想起了文革出的某些场景。 我相信, 假如有位明星跑到医院去, 穿上白大褂, 要客传一下外科医生的角色, 肯定会有影迷把身体献上 承认他宰割, 而且要求不打麻药。 假如跳上民航的客机要求客串机长, 飞机上肯定挤满了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影迷, 至于他自己肯不肯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 则是另一个问题。 总而言之,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也开始出现了针对明星的癫狂, 表面上没有美国闹得厉害, 实际上更疯得没底。 这种现象使我陷入了沉思之中。 我认为明星崇拜是一种癫狂症, 病根不在明星身上, 而是在追星族的身上。 理由很简单, 明星不过是一百斤左右的血肉之躯, 体内不可能有那么多有害的物质, 散发出来时可以让数万人发狂。 所以是追星族自己要癫狂。 破星族为什么要癫狂不是我的题目, 因为我不是米歇尔、福科。 但我相信他的说法, 正常人和疯子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 笔者四十余岁, 年轻时和同龄人一样, 发过一种癫狂症, 忌毁东西又伤人, 比追星还要有害。 所以, 有点癫狂不算有病, 这种癫狂没了控制才是有病。 总的来说, 我不反对这件事, 因为人既有这样一股风劲, 把它发泄掉, 总比预计着好。 在周末花几十元买一张票, 把脑子放在家里, 到体育场里封上一阵, 回来把脑子装上, 再去上班, 就如脱掉衣服, 洗个热水澡, 或许对身心健康有某种好处, 也未可知。 我既然不反对这种癫狂, 也就不会反对这种癫狂的商业利用, 叫做明星之霸。 大众有这种需求, 骗商或噱头来操办, 赚些钱也算是公道。 至于明星本人, 在这些癫狂的场合出现, 更没有任何可责备的地方。 我所反对的, 只是对这件事的误解。 虽然有这种癫狂, 大家并没有疯, 这点很重要。 如前所述, 追星族常常有计划, 有预谋地发一场癫狂, 何时何地发作, 发多久, 发到什么程度, 为此花费多少代价, 都该由那些人自己来决定。 倘若明星觉得自己 可以控制这些人的癫狂, 肯定是个不合理的想法, 因为他把影迷当成了真的疯子。 据报在, 我过一位女影星量态, 涮了四川上万影迷, 这些影迷有点发火了。 这位女影星却说, 这些影迷不懂什么叫做明星制, 还举迈克尔·杰克逊为例。 说这位男歌星涮了新加坡大树的歌迷, 那些歌迷还觉得蛮开心云云。 我以为女影星的说法是不对的。 四川的影迷虽然没有新加坡的歌迷 迷得那么凶, 但迷到何种程度 该由那些人自己来决定。 倘若由你决定他们 该达到哪个程度, 人家就迷到什么程度, 有这种想法就不正常。 几年前就从报上 看到有位男明星开车撞了人, 不但不道歉, 凡要把受害者打一顿。 显然, 该男明星把受害者看作追星的影迷, 觉得他该心甘情愿地挨顿揍, 但后者有不同的看法 把他救到警察那里去了。 总而言之, 用量合作的方法, 让大家领略明星制的深奥, 恐非正常人所为。 最后的结论是, 追星族不用我们操心, 倒是明星, 应该注意心理健康。 最后再来说点题外之语。 国外, 尤其是指美国, 但不包括港台, 对待影星的态度有两重性, 既有冷静地欣赏其表演的一面, 也有追星起哄的一面。 大影星同时也是优秀的演员, 演出了一些经典的艺术片。 好莱坞的影业也玩闹起哄, 但恐怕另有些正经的。 它是个有诚服的拳师, 会耍花拳修腿, 但也另有真招, 不让你看到。 鉴于这种情形, 我怀疑所谓明星制, 是帝国主义者打过了一颗阴险的糖衣炮弹。 当然我也没有任何凭据, 只是胡乱猜测, 香港的影业已经中弹了。 你别看它现在红火, 群星灿烂, 但早晚要被好莱坞吃掉, 不信你就拿两地的片子逼逼看。 至于在大陆, 首批中弹的是演员。 现在有明星, 但没有出色的表演, 更没有可以成为经典的艺术片。 假如我没理解错, 这些明星还拿完闹器哄当了针, 当真以为自己是些超人。 这个游戏玩到此种程度, 已经过了, 应该回头了。 第85章, 另一种文化。 我老婆原是学历史的工农兵大学生。 大学三年级时, 有一天, 一位村里来的女同学 在班上大声说道, 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太监。 说完了这话, 还做顾盼自雄之状。 班上别的同学都跟着说,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就我老婆姓子侄, 羞大大的说, 啊呀, 我可能是知道的, 太监就是阉人吗? 人家又说, 什么叫做阉人? 他就说不出口, 闹了个大红脸。 当时她是个女孩子, 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监, 阉人受了很大的刺激, 好一阵子灰溜溜的, 不敢见人也不敢说话。 但后来她就走向了反面, 不管见到谁, 总把这故事讲给别人听, 末了还要加上一句恶毒的评论。 哼, 学历史的大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太监, 书都念到下水里去了。 没有客人时, 他就把这故事讲给我听。 我听了二百来遍, 实在听烦了。 有一回, 金不住吵得大吼了一声, 你就少说几句吧。 人家是农村来的, 牲口又不穿裤子, 没见过阉人, 还没见过阉驴嘛。 这一嗓子又把她吼了大红脸, 这一回可是真的受了刺激, 恼羞成怒了, 有好几天不和我说话。 假如说, 这话是说村里来的女同学知道太监是什么, 硬说不知道, 我自己也觉得过分。 假如说, 这话是说那位女同学只知道烟驴不知道太监, 那我吼叫些什么? 所以,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自己什么意思, 但还是有点意思, 这就是种文化呀。 以我之见, 文化有两方面的内容, 一种是各种书本知识, 这种文化我老婆是有的, 所以她知道什么是太监。 另一种是各种暖昧的共识, 以及各种可疑会不可言传的精妙气氛, 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种文化她没有, 所以, 她就不知道要说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太监。 你别看我说的头头是道, 在最后一方面, 我也是个土包子, 我倒能管住自己的嘴, 但管不住自己的笔。 我老婆是乱讲, 我是乱写, 我们俩都是没文化的野人。 我老婆读过了博士, 现在是社会学家, 做过性方面的研究, 熟悉这方面的文献, 什么homo, sm, 各种乱七八糟, 她全知道。 这样, 她就自以为很有学问, 所到之处, 非要直着脖子嚷嚷不可。 有一次去看电影《霸王别姬》, 演到关师傅则打涂地一场, 那是全片的重头戏。 整个镜头都是男人的臀部, 关师傅捂着大刀片, 木头的, 屁屁啪啪在上面打个不休, 被打者还高呼, 打得好, 师傅保重, 打得好, 师傅保重。 相信大家都知道应该看点什么, 更知道该怎么看。 我看到在场的观众都很感动, 有些女孩眼睛都湿润了。 这是应该的, 有位圈内朋友告诉我, 导演拍这一幕时也很激动, 重拍了无数次, 直到两位演员彻底被打中。 每个观众都很激动, 但保持了静默, 大家都是有文化的。 就是我老婆, 像个直肠子驴一样吼了出来, 打刀骗子不够性感, 打刀骗子是差了点意思, 你就不能将就点吗? 这一嗓子把整个电影院的文化气氛扫荡了个干净。 所有的人都把异样的目光投向我们, 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但没有找到。 最近, 她又闹着要我和她去看红樱桃。 我就是不去, 在家里好好活着, 有什么不好, 非要到电影院里去找死。 这些电影利用了观众的暖昧心理, 确实很成功。 国内的大片还有一部红粉。 由于霸王别姬的前车之简, 我没和老婆一起看, 是自己偷着看的。 这回是我瞎操心, 这片子没什么能让她吼出来的, 倒是使我想打瞌睡。 我倒能理解编导的创意, 你们年轻人生在红旗下, 长在红旗下, 知道什么是妓女吗? 好吧, 我来讲一个妓女的故事。 满心以为我们听到妓女这两个字就会两眼发直, 但是这个想法有点过分。 在影片里, 有位明星挂了头发做尼姑, 编导一定以为我们看了大受刺激。 这个想法更过分, 见了小妮姑就两眼发直, 那是阿Q。 我们又不是阿Q。 有些电影不能使观众感到自己暧昧, 而是感到编导暧昧, 这就不够成功。 影视方面的情形就是这样, 编导们利用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文化氛围, 确实是大有可为。 但我们写稿子的就到了没, 想要使文字暧昧, 可一回不可言传, 就只好造些心词, 怪词, 或者串几句英文。 我现在正犯后一种毛病, 而且觉得良心平安, 英文虽然难懂, 但毕竟是种人话, 总比编出一种鬼话要强一点吧。 前面所写的Homo, SM, 都是英文所写。 虽然难懂, 但我照用不误误。 这主要是因为写出的话不够暧昧, 就太过直路, 层次也太低。 这篇短文写完之后, 你再来问我这些缩写是什么意思, 我就会说, 我也不知道, 忘掉了呀。 我尤其不认识一个英文单词, 叫做pervert, 刚查了字典, 马上就忘。 我劝大家也像我这样, 我劝大家也像我这样, 在没忘掉之前, 我知道是只一类人, 害怕自己的内心世界, 所以鬼鬼祟祟的。 这些人用中国话来说, 就是有点变态。 假如有个pervert站出来说, 我就是个pervert, 那他就不是个pervert。 当且仅当一个人声称, 我就不知道pervert是什么事, 他才是个pervert。 假如我说, 我们这里有种pervert的气氛, 好多人就是pervert, 那我就犯了重怒。 假如我说, 我们这里没有pervert的气氛, 也没有人是pervert, 那恰恰说明我正是个pervert。 所以, 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第86章, 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 前不久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 作者在北大听待锦华教授的课, 听到戴教授盛赞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 就发问道, 假如你有女儿, 想不想让他看这本书? 戴教授答曰, 否。 于是, 作者以为自己抓到了理, 得意洋洋地写了那篇文章。 读那篇文章时, 我就觉得这是一片歪理, 因为同样的话, 也可以去问谢金导演。 谢导的儿子是低智人, 笔者的意思不是对谢导不敬, 而是说, 假如谢导持有上述文章作者的想法, 拍电影综艺儿子能看为准, 中国的电影观众就要吃点苦头。 大江剑三郎也有个低智儿子, 若他写文章以自己的儿子能看为准神, 那就是对读者的不敬。 但我当时没有作文反驳, 因为有点吃不准, 不知戴教授有多大。 倘若他是七十岁的老人, 而女就当是我的年龄, 有一本书我都不一看, 那恐怕没有什么人一看。 昨天在一酒会上见到戴教授, 发现他和我岁数相仿, 有儿女也是小孩子, 所以我对自己更有把握了。 因为该文作者的文艺观, 乃是以小孩子为准神, 可以反驳他或者他的谬见。 很不幸的是, 我把原文作者的名字忘了, 在此申明不是记得有意不提。 任何社会里都有弱势群体, 比方说, 小孩子, 低智人, 顺便说一句, 孩子本非弱势, 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势得很。 以笔者为例, 是以绝顶聪明的雄壮大汉。 我骂称呼我时, 却总要灌个傻子, 社会对弱势人群当有同情之心。 文明国家各种福利事业, 都是为此而设。 但我总觉得, 科学、 艺术不属福利事业, 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 这样关怀下去没个底。 就以弱势人为例, 我小时候邻居有味弱势人, 喜欢衣食在墙上涂抹, 然后津津有味地欣赏这些图案。 如果艺术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 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史话的图案。 倘若科学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 恐怕大家都得变成羌囊一类, 我对这种前景深为忧虑。 最近应朋友之妖, 做起了影视评论, 看了一些国产影视剧, 发现这种前景就在眼前, 再看到上述文章就更感忧虑。 以不才之于见, 我国的文学工作者过于关怀弱势群体, 与此同时, 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奇特的弱势群体, 起码是比观众, 读者为弱。 戴金华教授很例外地不在其中, 难怪有人看他不顺眼。 笔者在北大教过书, 知道该校有个传统, 教室的门是敞开的, 谁都可以听。 这是最美好的传统, 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但不该是谁都可以提问。 罗素先生曾言, 人人理应平等, 但实际上做不到, 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识的领域, 要在北大提问, 修养总该大体上能过得去才好。 说完了忧虑, 可以转入正题。 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 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 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 那才叫做成就。 以爱因斯坦为例, 发表相对论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学家, 他做得很对。 艺术家也当如此, 我们才有望看到好文章。 以笔者为例, 杜拉斯的情人, 卡尔维诺的, 我们的祖先。 还有许多书都是我深感为冒犯, 总觉得这样的好东西该是我写出来的才对。 我一直憋着用同样的冒犯去回敬这些人, 只可惜卡尔维诺死了。 如你所见, 笔者犯着眼高手低的毛病, 不过我也有点好处, 起码我能容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 第87章, 在美国左派家做客, 上个礼拜王先生来访问我, 问我爱听谁的歌。 我实在想不起歌手的名字, 就顺口说了个披头式。 其实我只是有时用披头式的歌来抄抄耳朵。 现在我手上有这四个英国老的几何磁盘, CD连一张都没有。 像这个样子, 大概也不算是他们的歌迷。 只是一听到这些歌, 就会想到如烟的往事。 好多年以前, 我出道美国, 深夜里到曼哈顿一位左派家里做客, 当时他家里的破路音机正放着披头式的歌。 说起来不好意思, 我们根本不认识人家, 只是朋友的朋友告诉了我们这个地址。 夜里一两点钟, 一头撞了进去, 而且一去就是四个人。 坦白地说, 这根本不是房友, 而是要省住旅馆的钱, 在纽约住店贵得很。 假如不是左派, 根本就不会让我们进去, 甚至会打电话叫警察来抓我们。 但主人见了我们却很高兴, 陪我们聊了一夜, 聊到了切, 格瓦拉, 托洛茨基, 还有浩然的金光大道。 这位先生家里有本英文的金光大道, 中国出版, 是朋友的朋友翻译的, 我翻了翻, 觉得译得并不好。 这位朋友谈到了他们沸腾的六七十年代, 反战运动, 露天集会, 大示威, 大游行, 还讲到从小红书上初次看到造反游礼时的振奋心情。 讲的时候, 眼睛里都冒金光, 我们也有些类似的经历, 但不大喜欢谈。 他老想让我们谈谈中国的红卫兵, 我们也不想谈。 总的来说, 他给我的印象就像某位旧有, 当年情同手足, 现在却话不投机, 我总觉得他的想法有点极左的气味。 要是按他的说法, 我不必来美国学什么, 应该回去接着造反, 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但不管怎么说, 美国的左派人品都非常之好, 这一点连右派也不得不承认。 我记得, 这位左派朋友留里头长发, 穿着油光水滑的牛仔裤, 留里嘴大胡子, 里面有不少白丝。 在他那间窄小肮脏的公寓里, 有一位中年妇女, 但不是他老婆。 还有一个傻呵呵的金发女孩, 也不是他的女儿。 总的来说, 他不像个成功人士, 但历史会给他这样的人记上一笔, 因为他们曾经挺身而出, 反越战, 反种足歧视, 反对一切不公正。 凌晨时分, 我们都困了, 但他谈意正浓, 看来他惯于熬夜。 在战斗的六七十年代, 他们经常在公园里野营, 在火堆边上弹着吉他唱上一夜, 还抽着大麻烟, 这种生活我也有过。 只不过不在公园里, 是在山坡上。 可能是在山边打坝, 也可能是上山砍木头, 一帮知青在野地里点堆火, 偶偶地唱上一夜。 至于大麻, 我没有抽过, 只是有一次烟抽完了, 我拿云南出的大叶青茶 给自己卷了一支, 有鸡腿粗细。 拿火差一点, 一团火帽了上来, 把我的睫毛撩了个精光。 茶叶里没有泥骨丁, 带有不少咖啡因, 我抽了一口, 感觉好像太阳穴上挨了两枪, 一头栽倒栽地。 只可惜, 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只是自己受了些罪而已。 对此, 我没什么可抱怨的, 只是觉得已经够了, 我想要干点别的, 这是我和左派朋友最大的不同之处。 但不管怎么说, 在美国的各种人中, 我最喜欢的还是左派。 第88章, 门前空地, 十年前我在美国, 每天早上都要起来跑步, 跑过我住的那条街。 这条街上满是旧房子, 住户一半是学生, 另一半是老年人。 他的房积高于街道, 这就是说, 要走上高台阶才到房门口。 从房子到人行道, 有短短的一道漫坡。 这地方只能弄个花坛, 不能派别的用场, 这就是这条街的有趣之处。 这条街上有个民族的住户, 比方说, 街口住的四十英亿美国人, 花坛弄得就很像样子。 因为这片空地是漫坡, 所以要有护墙, 它的护墙是土了焦油的木材组成, 累得颇有乡村气氛。 花坛里铺立层木屑, 假装是临间空地。 中央种了两棵很高的水山, 但也可能是罗汉松。 那树的模样, 介于这两种树之间, 我对树木甚是外行, 弄不清是什么树。 一般来说, 美国人喜欢在门前弄片草坪, 但是草坪要剪要焦, 还挺费事的, 种树省心, 半年不焦也不会死。 我们门前也是草坪, 但里面寄宿的学生, 谁也不去理它, 结果长出耐旱的高子和茅草来, 时常长到一人多高。 在高市, 邻居就打电话来抱怨说, 这些乱草招蚊子, 我们则打电话叫来房东, 他用广东话都嚷着, 骂老美多事, 把那些杂草砍倒。 久而久之, 我们门前又出现个甘草垛, 然后邻居又抱怨说会失火, 然后房东只好来把这些甘草运走。 上述两树两栋房子里的人都不想伺候花草, 却有这样不同的处理方法。 但我们门前比较难看, 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左面住了一家意大利人, 男主人有黑有黑, 长了一头银发, 遇上我跑步回来, 总要拉着我嘀咕一阵, 说他要把花坛好好弄弄。 照我看, 这花坛还不坏, 只是砖户墙有些裂缝, 里面的土质也不够好, 花草都半死不活。 这位老先生画了图给我看, 那张图画得太过规范, 叫我怀疑他是土木工程师出身。 其实他不是, 他原来是卖笔撒饼的。 这件事他筹划来筹划去, 迟迟不能开工。 在街尾处, 助理队中国来的老夫妇, 每次我路过, 都看到他们在修理花园, 有时在砌墙, 有时在掘土, 使用的工具包括了 儿童掘土的玩具产, 以及各种报废的厨具。 有回我看到老太太 在给老头砌的砖墙勾缝, 所用的架势是根筷子。 总而言之, 他们一直在干活, 从来就没停过手。 门前的护墙就这么切了出来, 像个弥勒佛鼓着大肚子。 来往行人都躲着走, 怕那墙会倒下来, 把自己压在下面。 他们在花园里 摆了几块歪歪扭扭的石头, 假装是太胡适。 但我很怕这些石头 会把老两口扳倒, 把他们的门牙磕掉。 后来, 他们把门朗有的红红绿绿, 十分恶俗, 还挂上了块泼木板定成的扁, 上面写了三个歪歪倒倒的字, 彭来阁。 我不知彭来仙格是什么样子, 所以没有意见, 但海上的八仙可能会有不同意见, 关于怎样利用门前空地, 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其中之一是在角落里拦出个毛坑, 攒点粪, 种菜园子。 小时候, 我住在机关大院的平房里, 邻居一位大师傅就是如此行事。 他还用废油毡, 废铁板, 在门前造了一间难以言状的古怪房子, 用稻草绳子, 朽烂的木片等等, 给自己拦出片领地来, 和不计其数的苍蝇快乐地共同生活。 据我所见, 招来的几乎全是绿莹莹的苍蝇, 黑马蝇很少来, 由此可以推断出同是苍蝇, 黑马蝇比较爱清洁, 层次较高, 绿豆蝇比较脏, 层次也低些。 假如这位师傅在美国这样干, 有被拉倒街角就地正法的危险。 现在, 我母亲楼下住了另一位师傅, 她在门前堆满了捡来的一拉罐和非纸板, 准备去卖钱。 她还嫌非纸板不压称, 老在上面浇水, 然后那些纸板就发出可怕的味道来, 和哈拉的臭咸鱼鸡为相似。 这位老大爷在美国会被关进封人院, 因为他一点都不穷, 还要攒这些破烂。 每天早上, 他去搜索垃圾堆, 然后出摊卖早点。 我认为, 假如你想吃街头的早点, 最好先到摊主家里看看。 我提起这些事, 是想要说明, 门前空地虽是你自己的, 但在别人的视线之中, 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人, 就怎么弄好了? 后来, 我的意大利邻居终于规划好了一切, 开始造他的花坛。 那天早上, 来了很多黑头发的白种男人, 在人行道上大将意大利语。 他们从一辆卡车上, 卸下一大堆混凝土气块来, 打着多路对行人说, sorry, 因为挡了别人走路。 说来也许不信, 他们还带来几样测绘仪器, 在那里招水平面呢? 总共五米建方的地面, 还非弄得横平树直不可。 然后, 铺上了带庄斧之土, 种了一圆子玫瑰花。 路过的人总禁不住站下来看, 但这是以后的事。 花坛刚造好时, 是座庄严的四方形建筑, 是一本正经建造的, 不是胡乱堆的。 过往的行人看到, 就知道屋主人虽然老了, 但也不是狗活在世上。 第89章, 卖唱的人们, 有一次, 我在早上八点半钟 走过北京的西单北大街, 这个时间商店都没有开门, 所以人行道上空空荡荡, 只有满街飞扬的冰棍纸 和卖唱的盲人。 他们用半导体录音机伴奏, 唱着民歌。 我到过欧美很多地方, 常见到各种残疾人乞讨或卖唱, 都不觉得难过, 就是看不得盲人买唱。 这是因为盲人是最值得同情的残疾人, 让他们乞讨是社会的耻辱。 再说, 我在北京见到的这些盲人身上都很脏, 歌唱的也过于悲惨, 凡是他们唱过的歌我再也不想听到。 当时满街都是这样的盲人, 就我一个明眼人, 我觉得这种景象有点过分。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卖唱者, 就说那天早上看到的最让人伤心。 我想, 最好有个盲人之家, 把他们照顾起来, 经常洗洗澡, 换换衣服, 再有辆面包车, 接送他们各处卖唱, 免得都挤在西单北大街, 但是最好别卖唱。 很多盲人有音乐天赋, 可以好好学一学, 做职业艺术家。 美国就有不少盲人音乐家, 其中有几个还很有名。 本文的宗旨不是谈如何关怀盲人, 而是谈论卖唱。 当然, 这里说的卖唱是广义的, 演奏乐器也在内。 我见过各种卖唱者, 其中最怪异的一个是在伦敦塔边上看到的。 这家伙有50岁左右, 体壮如牛, 头戴一顶猎帽, 上面插了五彩的鸵鸟毛, 这样他的头就有点像儿童般的羽毛球, 身上穿了一件几皮夹克, 满是污渍, 但比西单的那些盲人干净, 那些人身上没有污渍, 整个人油亮油亮的, 手里弹着电吉他, 嘴上用铁架子支礼支口琴, 脚踩着一面踏板骨, 膝盖栓有两棉膊, 靴子跟上, 两肘拴满了铃, 其他地方可能也藏有一些零碎, 因为从声音听来, 不止我说的这些。 他在演奏时, 往好听里说, 是整整一支军乐队, 往南听里说, 是一个修理黑白铁的工厂, 演奏着一些俗不可耐的曲子。 初看时不讨厌, 看过一分钟, 就得丢下点零钱溜走, 否则就会头晕, 因为他太吵人。 我不喜欢他, 因为他是个哗众驱宠的家伙, 他的演奏没有艺术, 就是要钱。 据我所见, 卖场不一定非把身上弄得很脏, 也不一定要哗众驱宠。 比方说, 有一次我在洛杉矶城地铁, 从车站出来, 走过一个很大的过厅。 这里环境很优雅, 铺着红地毯, 停中央放了一架钢琴。 有一个穿黑色燕尾服的青年坐在钢琴后面, 琴上放了一杯冰水。 有人走过时, 他并不多看你, 只弹奏一曲, 就如向你表示好意。 假如你想回报他的好意, 那是你的事。 无心回报时, 就带着这好意走开。 我记得我走过时, 他弹奏的是八音和舞曲, 异常悠扬。 时隔十年, 我还记得那乐曲和他的样子, 他非常年轻。 人在年轻时, 可能要做些服务性的工作, 虎口获赞学费, 等待进去的时机, 在公共场所演奏也是一种。 这不要紧, 只要无损于尊严就可。 我相信, 这个青年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下面我要谈的是我所见过的 最动人的街头演奏。 这个例子说明, 在街头和公共场所演奏, 不一定会有损个人尊严, 也不一定会是艺术蒙修, 只可惜这几个演奏者不是真为钱而演奏。 一个夏末的星期天, 我在维也纳, 阳光灿烂, 城里空空荡荡, 正好欣赏这座伟大的城市。 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首都, 帝国已不复存在, 但首都还是首都。 到过那座城市的人会同意, 伟大二字绝非过语。 在那个与莫扎特等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歌剧院附近, 我遇上三个人在街头演奏。 不管谁在这里演奏, 都显得有点不知寒碜。 只有这三个人例外, 拉小提琴的是个金发小伙子, 穿捡毛衣, 一条宽松的裤子, 简朴但异常整洁。 她似是这三个人的头头, 虽然专注于演奏, 但也常看看同伴, 给他们无声的鼓励。 有一位金发姑娘在吹奏长笛, 她穿一套花泥套裙, 眼睛里有点笑意。 还有一个东亚女孩坐着拉大提琴, 乌黑的妻儿短发下一张白净的娃娃脸, 穿着短短的裙子, 白袜子和学生穿的黑皮鞋, 她有点慌张, 不敢看人, 只敢看乐谱。 三个人都不到二十岁, 全都漂亮至极。 至于他们的音乐, 就如同声一样, 是一种天籁。 这世界上没有哪个音乐家会说 他们演奏得不好。 我猜这个故事会是这样的, 他们三个是音乐学院的同学, 头一天晚上, 男孩说敢不敢到歌剧院门前去演奏。 金发女孩说, 敢? 有什么不敢的? 至于那东亚女孩, 我觉得她是我们的同胞, 她有点害羞, 答应了又反悔, 反悔了又答应, 最后终于被他们拉来了。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十几个人在听, 但都远远地站着, 恐怕会打扰他们。 有时会有个老太太走进去放下一些钱, 但他们看都不看, 沉浸在音乐里。 我坚信, 这一幕是当日维也纳最美丽的风景。 我看了以后有点嫉妒, 因为他们太年轻了, 青年的动人之处, 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 录自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杂文自选集, 第九十章, 打工经历, 在美留学时, 我打过各种林工。 其中有一回, 我和上海来的老曹 去给家中国餐馆装修房子。 这一家餐馆的老板是个上海人, 尖嘴猴腮, 吝啬得不得了, 给人家当了半辈子的大厨, 攒了点钱, 自己要开店, 又有点烧得慌。 这副嘴脸实在是难看, 用老曹的话来说, 是一副赤老像。 上工第一天, 他就对我们说, 我请你们俩就是要省钱, 否则不如请老美。 这工程要按我的意思来干, 要用什么工具、材料向我提出来, 我去买。 别想开我的油, 以前我知道美国的科技发达, 商业也发达, 但我还不知道, 美国还是各种手艺人的国家。 我们打工的那条街上就有一大窝, 什么电工、管子工、木工等等, 还有包揽装修工程的小包工头, 一听见我们开了工, 就都跑来看。 先看我们抡大锤, 大签子, 面露微笑, 然后就跑到后面去找老板, 说, 你请的这两个宝贝, 要是在本世纪内能把这餐馆装修完, 我输你一百块钱。 我脸上着实挂不住, 真想扔得签子不干。 但老曹从牙缝里脆口吐沫说, 不理他, 这个世纪干不完, 还有下个世纪, 反正赤佬要给我们工钱, 俗话说, 没有金钢钻, 别懒此起活。 要是不懂怎么装修房子, 就去懒这个活, 那是我们的错。 我虽是不懂, 但有一把力气, 干个小工还是够格的。 人家老曹元是互动船厂的, 是从同做工提拔起来的工程师, 专门装修船舱的, 装修和餐馆还不知道怎么干嘛。 他总说,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买工具, 做工具, 但那赤老老板总说, 别想开油。 与其被人以为贪小便宜, 还不如闷头干活, 赚点工钱算了。 等把地面打掉以后, 我们在这条街上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尊敬。 顺便说一句, 打下来的水泥块是我一块块抱出去, 扔到垃圾箱里, 老板连个手推车都舍不得租。 他觉得已经出了人工钱, 再租工具就是吃了亏。 耐心美国的工匠路过时, 总来聊聊天, 对我们的苦干精深深表钦佩。 但是他们说, 活可不是你们俩这种干法。 说实在的, 他们都想揽这个装修工程, 只是价钱谈不拢。 下一步是把就有的割断墙拆了。 我觉得这很简单, 挥起大锤就砸, 才砸了一下, 就被老板喝止。 他说, 这会把墙里的木料砸坏。 割断墙里能有什么木料, 不过是些零零碎碎的破烂木头。 但老板说, 要用它来造地板。 于是, 我们就一根根把这些烂木头上的钉子起出来。 美国人见了问我们在干什么, 我如实一说, 对方捂住肚子往地下一蹲, 笑得就地打起滚来。 这回连老曹脸上都挂不住了, 只怪我太多嘴, 起完了钉子, 又买了几块新木料, 老板要试试我们的木匠手艺, 让我们先造个门。 老曹就用锯子下起料来。 我怎么看, 怎么觉得这锯子不像那么回事, 锯起木头来直拐弯? 他和我以前见过的锯子, 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呢? 正在干活, 来了一个美国木匠。 他笑着问我们原来是干啥的。 我出国前是个大学教师, 但这不能说, 不能丢学校的脸。 老曹的来路更不能说, 说了是给互动传厂丢脸。 我说我们是艺术家, 这话不全是扯谎。 我出国前就发表过小说, 至于老曹, 破闪丹青, 作品还参加过上海工人画展, 那老美说, 我早就知道你们是艺术家。 我暗自得意, 我们身上的艺术气质 是如此浓郁, 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谁知他又补充了一句, 工人没有像你们这么干活的。 当这老美一走, 老曹就扔下了锯子, 破口大骂起来。 原来这锯子的正确用途, 是在花园里聚聚数差。 我们给赤老老板干了一个多月, 也赚了他几百块钱的工钱, 那个餐馆还是不像餐馆, 也不像是冷酷, 而是像个破烂滩。 转眼间下去秋来, 我们也该回去上学了。 那老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天天催我们加班。 催也没有用, 手里拿着手锤铁棍, 拼了命也是干不出活来的。 那条街上的美国工匠 也秀出未来了, 全聚在我们门前, 一面看我们俩处洋相, 一面等赤老老板 把工程交给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 连老曹也绷不住, 终于和我一起辞活不干了。 于是, 这工程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样, 掉进了美国师父的怀里。 本来, 辞了活以后就该走掉。 但老曹还要看看 美国人是怎么干活的。 他说, 这个工程干的窝呢, 但不是他的过错, 全怪那赤老满肚子搜主意。 要是由着他的意思来干, 就能让洋鬼子看看 中国人是怎么干活的。 美国包工头接下了这个工程, 马上把它分了出去, 分给电工, 母工, 管子工, 今天上午是你的, 下午是他的, 后天是我的, 等等。 几个电话打出去, 就有人来送工具, 满满当当一卡车。 这些工具不要说我, 连老曹都没见过。 除了电锯电报, 居然还有用电瓶的产车 可以在室内开动, 三下五出二, 就把我们留下的破烂 从室内推了出去。 电工上的电动升降台, 在天花板上下电线, 底下木工就在装配地板, 手法纯束至极。 虽然是用县城的构建, 也得承认人家干活真是太快了。 装好以后, 电豹子一跑, 贼亮, 干满了马上走人, 运走机械, 新的工人和机械马上开进来, 转眼之间, 饭馆就有个样了, 我和老曹看了一会儿, 就灰溜溜地走开了。 这是因为我们都当过工人, 知道怎么工作才有尊严。 第九十一章,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我到过欧美的很多城市, 美国的城市乏善可陈, 欧洲的城市则很耐看。 比方说, 走到罗马城的街头, 古罗马时期的竞技场和中世纪的城堡 都在事业之内。 这就使你感到置身于几十个世纪的历史之中。 走在巴黎的市中心, 周围是漂亮的石头楼房, 你可以在铁栅栏上看到几个世纪之前 手工打出的精美花式。 英格兰的小城镇保留着过去的古朴风貌, 在厚厚的草顶下面, 悬挂出木制的啤酒馆招牌。 我记忆中最漂亮的城市是德国的海德堡, 有一座优美的石桥架在内卡河上, 和对岸的山上是海德堡选地后的旧宫堡。 可以与之相比的有英国的建桥, 大学设在五六百年前的石头楼房里, 包围在长春藤的绿荫里, 这种校舍不是任何现代建筑可比。 比历史的小城市和荷兰的城市 都有无与伦比的优美之处, 这种优美之处就是历史。 相比之下, 美国的城市很是庸俗, 塞满了乱糟糟的现代建筑。 他们自己都不爱看, 到了夏天就跑到欧洲去度假, 历史这种东西可不是想有就能有的呀。 有位意大利的朋友告诉我说, 除了脏点、乱点, 北京城很像一座美国的城市。 我想了一下, 觉得这是实情, 北京城里到处是现代建筑, 缺少历史感。 在我小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 那时的北京的确有点与众不同的风格。 举个例子来说, 我小时候住在北京的郑王府里, 那是一座优美的古典庭院, 眼看着它就变得面门全非, 塞满了四四方方的楼房, 丑得要死。 郑王府的遭遇就是整个北京城的缩影。 顺便说一句, 英国的牛津城里, 所有的旧房子, 屋主有翻修内部之权, 但外观亦毫不准动, 所以那座城市保持着优美的旧貌。 所有的人文景观属于我们只有一次, 假如你把它扒掉, 再重建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这位意大利朋友还告诉我说, 他去过山海关边的老龙头, 看到那些新建的灰砖城楼, 觉得很难看。 我小时候见过北京城的城楼, 还在城楼边玩耍过, 所以我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 真古迹使人留恋之处, 在于他历经沧桑直至如今, 在他身边生活, 你才会觉得历史至今还活着。 要是可以随意翻盖, 那就会把历史当作可以随意捏造的东西, 一个人尽可夫的娼妇。 这两种感觉真是大不相同。 这位意大利朋友还说, 意大利的古迹可以使他感到自己不是属于一代人, 而是属于异族人, 从亘古到如今。 他觉得这样活着比较好, 他的这些想法当然是有道理的。 不过, 现在我们谈这些已经有点晚了。 谈过了城市和人文景观, 也该谈谈乡村和自然景观, 谈这些还不晚。 房龙曾说, 世界上最美丽的乡村就在奥地利的萨尔兹堡附近。 那地方我也去过, 满山葱牧林, 农舍就在林中。 铺了碎石的小径, 一尘不染, 还有荷兰的牧场, 弥漫着精心修整的人工美。 牧场中央有放干草的小亭子, 油漆的整整齐齐, 像是园林工人干的活。 因为要把亭子造成那个样子, 不但要手一巧, 还要懂什么是好看。 让别人看到自己住的地方, 是一种美丽的自然景观。 这也是一种做人的态度。 谈论这些域外的风景, 不是本文主旨, 主旨当然还是讨论中国。 我前半辈子走南闯北, 去过国内不少地方, 就我所见, 贫困的小山村, 只要不是穷到过不下去, 多少还有点样。 到了靠近城市的地方, 人也算有了点钱, 才开始难堪。 家家户户房子宽敞了, 院墙也高了, 但是样子恶俗, 而且门前渐渐和猪窝狗圈箱类似。 到了城市的近郊, 到处是乱倒的垃圾。 进到城里以后, 街上是干净了, 那是因为有清洁工在扫。 只要你往楼道里看一看, 阳台上看一眼, 就会发现, 这里住的人比进郊区的人 还要邋遢得多。 总的来说, 我以为现在到处都是 既不珍惜人文景观, 也不保护自然景观的 邋遢娘们邋遢汉。 这种人要吃, 要喝, 要自己住得舒服, 别的一概不管。 我的这位意大利朋友是个汉学家。 他说, 中国人只重写成文字的历史, 不重保存环境中的历史。 这话从一个意大利人嘴里说出来, 叫人无法鞭驳。 人家对待环境的态度 比我们强得多。 我以为, 每个人都有一部分 活在自己所在的环境中, 这一部分是不会死的, 它会保存在那里, 让后世的人看到。 在海德堡, 在剑桥, 在萨尔兹堡, 你看到的不仅是现世的人, 还有他们的先人, 因为世世代代的维护, 那地方才会像现在这样漂亮。 和青年朋友谈这些, 大概还有点用。 第92章, 文化的原地, 我在布鲁塞等飞机, 等人民快航。 现在的人大概即不得人民快航, People's Express。 十年前, 他在美国却是大名鼎鼎, 因为他提供最便宜的机票, 其国内航班的票 比长途车票还要便宜, 其国际航班 肯定要比搭货船过海便宜, 就算你搭得到, 在船上也要吃东西。 这笔开销也不小, 我乘他到了欧洲, 还要乘他回去。 很遗憾的是, 这家航空公司倒掉了。 剩下十节, 欧洲到处是蓝色的人流。 大家穿着蓝色的牛仔裤, 背着蓝色的帆布包, 包上搭着一条小凉席, 走到哪儿睡到哪儿, 横躺梳卧, 弄得后车式, 后机厅都像停尸房一样。 现在的北京街头也能看到这些人, 头发晒得退了色, 脸上晒出了一脸的雀斑, 额头晒得红彤彤的, 手里拿着旅游地图认着路, 只是行不成人流。 但我是在这个人流里游遍了欧洲。 穷人需要便宜的时速和交通, 学生是穷人中最趾高气扬的一种, 虽然穷, 但虔诚远大。 当时我就是个学生, 所以兴高采烈地研究学生 旅游疏离那些省钱的法子, 从纽约市中心前往肯尼迪国际机场, 有直通的机场bus, 但那本书却建议你乘地铁 前往昆市区的北端, 在座昆市区的公共汽车南下。 这条路线在地图上像希腊字母欧米加。 那本书这样解释这个欧米加, 要尽量利用城市的公共交通, 这种交通工具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便宜的。 书上还教你填饱肚子的诀窍, 在纽约可以走进一家中餐馆, 要一碗白饭, 用桌上的酱油下饭, 在巴黎, 你可以前往某教堂门口, 那里有舍给穷人喝的粥。 在布鲁塞尔, 这个诀窍是在下午5点以后, 前往著名的餐饮城CTR, 稍微给一点钱, 甚至不给钱, 就可以把卖生下来的薯条都包下来。 这种薯条又凉, 又面, 但还可以填饱肚子。 这些招我没有用过, 就是用了也不觉得害臊, 我是学生嘛。 我到布鲁塞尔时, 已是初秋。 这个季节, 北欧上空已是一片阴风惨物, 不宜久留, 该干啥快去干啥, 所以我在机场等飞机。 忽然间常为轰鸣, 那本旅游书上, 又没有在布鲁塞尔机场, 找便宜厕所的知道, 我只好进了收费厕所。 这地方进门要一个美元, 和四十笔历史法郎。 在我印象中, 这是全世界的最高价。 走进隔间, 把门一关, 门上一则流言, 深得我心。 啊, 我的心都碎了, 看来是个愤世嫉俗的美国小伙子, 留在这儿的。 他心碎的原因, 有二冒号一事被人宰了一刀, 二是把自己的问题估计得严重了。 至于我, 虽然问题是严重的, 必须立即解决, 不能带上飞机, 但也觉得收益美元实在太多。 但仔细一看, 不禁冷汗直茂, 这行字被人劈得落花流水, 周围密密麻麻用各种字体写着, 没水平, 没觉悟, 层次太低。 这行字层次低, 却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的层次也高不了, 我在布鲁萨等飞机, 去了一趟收费厕所, 不想走进了一个文化的原地。 假如我说, 我在那里看到了人文精神的讨论, 你肯定不相信。 但国外也有高层次的问题, 种族问题, 环境问题, 让世界充满爱, 还有I have a dream today, 四壁上写得满满的, 这是我冷汗直茂, 正今微坐, 坐在马桶上。 我相信, 有人在这里提到了终极关怀, 但一定是用德文写的, 那地方德文的梯子不少, 我看不懂。 大概还有人提到了后现代, 但我也看不懂, 那一定是用法文写的, 我又不懂法文。 那里还有些反着写的问号, 不知写些什么。 中文却没有, 大概是因为该原地收费太贵, 同胞们不肯进来, 我是个例外。 我助力家学生旅馆, 提供免费的早餐, 面包片和人造黄油, 我把黄油涂得比面包片还要厚, 所以跑到这里来了。 用英文写出的, 大多是写虽很重要, 但比较浅薄的问题。 比方说, 有位先生写道, 保护环境。 后面就有人批了一句, 既然要保护环境, 就不要乱写。 在以后, 又有一句批语, 你也在乱写。 我很想给他也批上一句, 还有你, 但又怕别人再来批我。 想这样批下去, 整个世界都会被自己批满, 所有的环境都要完蛋。 还有不少先生提出, 要禁止核武器。 当时冷战尚未结束, 两个核大国在对峙之中。 万一哪天走了火, 大家都要完蛋。 我当然反对这种局面。 我只是怀疑坐在马桶上去反对, 到底有没有效力。 布鲁塞尔的那个厕所, 又是个世界性的正义论坛。 很多留言要求打倒一批独裁者, 从原则上说, 我都支持。 但我不知要打倒些谁, 要是用中文来写, 这些名字可能能认出个把来, 英文则一个都不认识。 还有些人要求解放一些国家和地区, 我都赞成。 但我也不知道这些地方在哪里。 除此之外, 我还不知道我, 一个坐在马桶上的人, 此时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这些留言都用了歧视俱事, 主要是促成做一些事的动机, 这当然是好的, 但这些事到底是什么, 怎样来做, 由谁来做, 通通没有说明。 这就如我们的文化原地, 总有人在呼吁着。 呼吁很重要, 但最好说说到底要干些什么。 在那个小河间里, 有句话我最同意, 他写在解放萨尔瓦多后面, 要解放, 就回去战斗吧。 由此我想到, 做成一件事, 需要比呼吁更大的勇气和努力。 要是你有这些勇气和精力, 不妨动手去做。 要是没这份勇气和精力, 不如闭上嘴, 省点唾沫, 使厕所的墙壁保待清洁。 当然, 我还想到了, 不管要做什么, 都必须首先离开屁股下的马桶圈。 这很重要。 要是没想到这一点, 就会误掉扳机。 第93章, 环境问题, 我生在北京城里。 小时候, 我爬到院里的高楼顶上, 这座楼在西丹, 私下眺望, 经常能看到颐和园的佛乡阁。 西丹离颐和园, 起码有20里地。 几年前, 我住在北大畅春园, 离颐和园只有树里之遥, 从窗户里看佛乡阁, 十次到有八次看不见。 北京的空气老是迷迷糊糊的, 有点迷眼, 又有点呛嗓子, 我小时候不是这样。 我已经长大了, 变成了一条车肘汉子, 这是只衬衣领子向车肘而言。 在北京城里住, 几乎每天都要换衬衣, 在国外时, 一件衬衣可以穿好几天。 世界上有很多已污染文明的城市, 米兰, 洛杉矶, 伦敦等等, 我都去过, 只有墨西哥城例外。 就我所见, 北京城的情况在这些城市里也是坏的。 但我对北京环境改善充满了信心。 这是因为一座现代大都市, 有能力很快改善环境, 北京是首都, 自然会首先改善。 不信你到欧美的大城市看看, 就会发现有些旧石头居于像瓦窑里面一样黑, 而新的石头房子则像雪一样白。 找个当地人问问, 他们会说, 老房子的黑是煤烟熏的, 现在没有煤烟, 石头墙就不会变黑了。 我在美国的匹兹堡刘国穴, 那里是美国的钢铁城市, 以污染著称。 据当地人说, 大约三十年前, 当地人出门访友时, 要穿一件衬衣, 戴一件衬衣。 身上穿的那件在路上就脏了, 到了朋友家里再把戴的那件换上。 现在的情况是, 那里的空气很干净。 现代大城市有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有财力也有这种技术。 到了非解决不可时, 自然就会解决。 在这一天到来之前, 我们可以戴风镜, 戴口罩来解决空气不好的问题。 我现在住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 出门不远, 就不归办事处管, 而是乡政府的地面。 我家楼下是个农贸市场, 成天来往的一些砰砰乱象的东西, 手扶拖拉机, 小四轮, 农用汽车等等。 这些交通工具有个共同点, 全装着吼声震天, 黑烟滚滚的柴油机。 因为有这种机器, 我认为城市近郊, 小城镇等地环境问题更严重。 人家总说城市里噪音严重, 但你若到郊区的公路边坐上一天, 回来大概已经半龙了。 县城的城关大多也吵得要命, 上那里逛逛, 回来是B公里准是黑的。 据报道, 我国的农用汽车产值超过了正装汽车, 叫做农用车, 其实他们竟往城市和郊区跑。 这类地方人烟稠密, 和市中心差不了很多。 这里的人既有鼻子又有耳朵, 因此造这种车时, 工艺也已考究些, 要把环境因素考虑在内才好, 否则是用不了几年的。 在这方面我有一个例子, 74年我在山东烟台一带插队, 见到现在农用车的鼻祖, 它是大车改制的, 大车已经有两个轮子, 在车员部位装上的转盘, 安上抽水磨面的柴油机, 下面装上第三个轮子, 用三角皮带带动, 驾驶员坐在圆上, 转弯时推动转盘, 连柴油机带底下的轮子一块转。 我不知它的正式名称叫什么, 只知道它的雅号叫做宁死不屈, 因为在转机弯时, 它会把头一扭, 把驾驶员扔下车去, 然后救头在后, 屁股在前, 路猛冲过去, 此时用手枪, 冲锋枪去打都不能让它停住, 拿火箭筒来打它又来不及, 所以叫宁死不屈。 当然, 最后它多半是冲进路边的店铺, 装在柴台上不动了, 但那台肇事的柴油机, 还在填不知识地吼叫着。 后来, 它被政府部门坚决取缔了, 不安全只是原因之一, 主要的原因是, 它对环境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那东西炒得厉害, 简直是天理难容。 跑在烟台二马路上, 两边的人都要犯行脏病, 发展农用汽车, 也要以宁死不屈为鉴。 说到环境问题, 好多人以为这是近代机器文明造成的, 其实大谬不然。 说到底, 环境问题是人的问题。 煤烟, 柴油机是糟糕, 但也是人愿意忍受它。 到了不愿忍受时, 自然会想出办法来。 老北京是座消费城市, 虽然没有什么机器, 环境也不怎么样, 晴天三尺土, 雨天一接泥。 我从书上看到, 就北京所有的死胡同底部, 山墙底下都是尿窝子, 过筑行人就在那里撒尿。 日久天长, 山墙另面就会长出白色的晶体, 成分是硝酸胺, 仅加工可以做鞭炮。 有些大妈还用这种东西当盐来炖肉, 说用硝来炖肉能炖烂, 但这种肉我是不肯吃的。 有人说, 喝尿可以治百病, 但我没有这种嗜好, 我宁可得些病。 很不幸的是, 这些又骚又潮的房子里还要住人, 大概不会舒适。 天没下雨, 听见自己家墙外老是哗哗的, 心情也不会好。 费小通先生有篇文章谈词续格局, 想到二三十年代江南市镇, 满河飘着垃圾, 这种环境也不能说是好。 我住的地方不远处, 有片乱七八糟的小胡同, 是外来人口聚集区。 有时从那里经过, 到处是垃圾。 雾水到处流, 苍蝇到处飞。 排水口的壁子上, 净是粪, 根本不成个世界。 有一大群人住在一起, 只管糟蹋不管收拾, 所以就成了这样, 此类环境问题远远流长, 也没听谁说过什么。 就我所见, 一切环境问题都是这么形成的。 工业不会造成环境问题, 农业也不会造成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人造成的。 知识分子悲天敏人的哀号, 解决不了环境问题, 开大会, 大游行, 全民总动员也解决不了这问题。 只要知道一件事, 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 人不能只管糟蹋不管收拾。 收拾一下环境就好了, 在其中生活也能做个体面人。 第九十四章, 工作与人生,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 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 现在正是中午。 人在童年时, 从忙龙中醒来, 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 然后就要投入工作。 在正午时分, 他的精力最为充沛, 但已隐隐感到疲惫, 到了黄昏时节, 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 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 按我这种说法, 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 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 我知道, 在中国, 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 把儿女养大, 自己就死掉, 给他们空出地方来, 这是很流行的想法。 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 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 他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 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 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 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书墓上写着, 副系主任, 织部副书记, 副教授, 某某教研是副主任, 等等。 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吧, 对这位大书当然更好一些, 但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 顺便说一句, 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 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 一是生族年月, 二是某年治某年服兵役。 这就是说, 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技术, 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 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 写别的都是多余的。 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 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 写这些目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 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吧。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 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 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 相比之下, 从金钱、 权力、 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 总要受到制约。 举例来说, 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 首先是不合时宜。 其次, 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 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 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 我对权力没有兴趣, 对钱有一些兴趣, 但也不愿为他去受罪。 所想做的事, 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写小说, 并且把它做好, 这就是我的目标。 我想, 和我志趣相投的人 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 人在年轻时, 最头疼的一件事, 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 在这方面, 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干什么都可以, 但最好不要写小说, 这是和我抢饭满。 当然, 假如你执意要写, 我也没理由反对。 总而言之, 干什么都是好的, 但要干出个样子来, 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 人在工作时, 不单要用到手, 腿和腰, 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 我总觉得, 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 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 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 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 不但有身体, 还有头脑和心胸, 对此, 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 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 科学还不能说清楚。 心胸是怎么回事, 就更难说清。 对我自己来说, 心胸是我在生活中, 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 某件事有备于我的心胸, 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 某个人有备于我的心胸, 我就觉得它不值得一交。 某种生活有备于我的心胸, 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 罗素先生曾言, 对人来说, 不加减点的生活, 确实不值得一过。 我同意他的意见, 不加减点的生活, 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 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 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 人有了心胸, 就可以用他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 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 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 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活着, 找乐。 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的不赞成, 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 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 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 高赏, 清洁, 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 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 悲下, 肮脏, 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 这也能得到共识。 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 我以写作为生, 我知道某种文章好, 也知道某种文章坏。 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 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 那就是, 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 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 惯以我的名字凳在报刊上。 以小于大, 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第95章, 王硕的作品, 与王硕有关的影视作品我看了一些, 有的喜欢, 有的不喜欢。 有些作品里带点武迪, 艾伦的风格, 这是我喜欢的。 有些作品里也冒出些套话, 这就没法喜欢。 总的来说, 它是有艺术成就的, 而且还不小。 当然, 和伍迪, 艾伦的成就相比, 还有不小的距离。 现在他受到一些压力, 说他的作品没有表达真善美, 不够崇高等等。 对此, 我倒有点看法。 有件事, 大家可能都知道, 艺术的标准在世界上各个地方是不同的。 以美国的标准为例, 到了欧洲就会被视为浅薄。 我知道美国有部格调高尚的片子, 说上帝本人来到了美国, 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美国老人, 到处去助人为乐, 听见别人顺嘴溜出一句, 感谢上帝就接上一句, 不客气。 相信这个故事, 能使读者联想到一些国产片。 这种片子叫欧洲人, 尤其是法国人看了, 一定会觉得浅薄。 法国人对美国电影的看法是, 除了伍迪、艾伦的电影, 其他通通是狗屎一堆。 相反, 一些优秀的欧洲电影, 美国人却没有看过。 比方说, 我小时看过一些极出色的意大利电影, 如《罗马十一史》之类, 美国人连听都没听说过。 为此我请教过意大利人, 他们皱着鼻子说道, 美国人看我们的电影, 他们看不懂, 把知识分子扣除在外, 仅就一般老百姓而论。 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文化上有些差异, 欧洲尤其是南欧的老百姓喜欢深刻的东西, 美国人喜欢浅薄的东西, 这一点连后者自己也是承认的。 这种区别是因为欧洲有历史, 美国没有历史所致。 因为有这种区别, 所以对艺术的认识也有深浅的不同。 假定你有深刻的认识, 对浅薄的艺术就会视为庸俗, 这正是欧洲人对美国电影的看法。 现在来谈谈我们中国人民是哪一种人。 我毫不怀疑, 因为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我们是全世界最深刻的人民。 这一点连自以为深奥的欧洲人也是承认和赔服的。 我在国外时, 从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件事, 美籍华人建筑师被先生主持了卢浮工改造工程。 法国人不服, 有人说, 美国人有什么文化? 凭什么来动我们的卢浮工? 对此, 被先生从容打道, 我有文化, 我是中国人啊。 对方也就哑口无言了。 顺便说说, 武迪·艾文的电影充满了机制, 反讽, 在美国电影里是绝无仅有的。 这也难怪, 他虽是美国籍, 却是犹太人, 犹太文化当然不能小看。 他的电影, 能搞到手的我都看过, 我觉得也不坏, 但对我来说还略显浅薄。 略显浅薄的原因, 除中华文化比犹太文化历史悠久之外, 还有别的。 这也难怪, 在美国的中国人当时不过百万, 作为观众为数太少, 他也只能迁就一下一般浅薄的美国观众。 正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有历史, 有文化, 很深刻, 想在中国搞出正面欧哥的作品可不容易啊。 无论是美国导演还是欧洲导演, 哪怕是犹太导演, 对我们来说都太浅薄。 我认为真善美是一种老旧的艺术标准, 新的艺术标准是搞出漂亮的、有技巧的、有能力的东西。 批判现实主义是艺术的一支, 它就不是什么真善美。 王硕的东西在我看来基本属于批判现实主义, 武迪、艾伦也属这一类。 这一类的艺术只有成熟和深刻的观众才能欣赏。 在我看来, 所谓真善美就是一种甜蜜蜜的正面描写。 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度里, 一流的艺术作品没有不包括一点批判成分的。 因此, 从批判转入正面歌颂往往意味着变得浅薄。 王硕和他的创作集体在影视圈, 乃至文化圈里都是少数派。 对于上述圈子里的多数派, 我有这样一种意见, 现在中青年文化人之大多数对文化的一般见识, 比之先辈老先生们, 不为没有提高, 反而大幅度下降。 为了防止激起众怒, 我要声明, 我自己尤其远不如老先生们。 五六十年代的意大利的优秀电影一出现, 老先生们就知道是好东西, 急于批判现实主义杰作的美誉。 现在的文化人不要说这种见识, 连这样的名词都不知道, 只会把崇高之类的名词静止讲出口来, 也不怕直路。 当然, 大家不乏欧歌主旋律的决心, 但能力, 或者干脆说是才能, 始终是个主要问题。 多数的影视作品, 善良的创作动机是不容怀疑的, 但都不好看。 在此情况下, 应该想到自己的艺术标准潜于大众, 和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民之一般水平不符, 以往深处开绝, 不要看不起小市民, 也不要看不起云云众生。 毛主席曾言, 高贵者最愚蠢, 卑贱者最聪明。 你搞出的影视作品, 让人家看了身上抱起三层鸡皮疙瘩, 谁聪明谁笨, 也就不言自明。 搞影视的人常抱怨老百姓口味太刁, 这意思无非是说老百姓太聪明, 自己太笨。 我倒觉得不该这样子不打自招, 这就显得更笨了。 我觉得王说过去的反潮, 反讽风格, 使我们能见到深一层的动静。 最近听说他要改变风格, 向主流靠拢, 倒使我感到忧虑。 王说是个聪明人。 根据我的人生经验, 假如没有遇上车祸, 聪明人很不容易变笨。 可能他想要耍点小聪明, 给自己的作品披上一层主旋律的外衣, 故作崇高之壮。 但是, 中国人都太聪明, 耍小聪明骗不了谁, 只能骗骗自己。 就拿他最近的《红樱桃》来说, 虽然霹雳层主旋律的外衣, 其核心内容和美国电影《九州版》还是一类, 把这些不是一类的东西架接在一起, 看上去真是不伦不类。 照这个样子搞下去, 广电部也未必会给他什么奖励, 还要丢了观众。 两样都没得到, 那才叫倒霉。 第九十六章, 浪漫其事, 日本人爱把人生育为樱花, 盛开了, 很短暂, 然后就凋谢了。 小波的生命就像樱花, 盛开了, 很短暂, 然后就刻然凋谢了。 三导游几夫在《天人武衰》中写过一个轮回的生命, 每到十八岁就死去, 投胎到另一个生命里。 这样, 人就永远活在他最美好的日子里。 他不用等到牙齿掉了, 头发白了, 人变丑了, 就悄然失去。 小波就是这样, 在他精神之美的巅峰期于是长辞。 我只能这样想, 才能压制我对他的哀思。 在我心目中, 小波是一位浪漫骑士, 一位行淫诗人, 一位自由思想家。 小波这个人非常的浪漫。 我认识他之初, 他就爱自称为愁容骑士, 这是唐吉赫德的别号。 小波生性相当抑郁, 抑郁既是他的性格, 也是他的生存方式, 而同时, 他又非常非常的浪漫。 我是在1977年初与他相识的。 在见到他这个人之前, 先从朋友那里看到了他手写的小说。 小说写在一个很大的本子上, 那时他的文笔还很稚嫩, 但是一种掩不住的才气 已经跳动在字里行间。 我当时一读之下, 就有一种新鲜被拨动的感觉, 心想, 这个人和我早晚会有点什么关系。 我想, 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缘分吧。 我第一次和他单独见面, 是在光明日报社, 那是我大学刚毕业, 在那儿当个小编辑。 我们聊了没多久, 他突然问, 你有朋友没有? 我当时正好没朋友, 就如实相告。 他单刀直入地问了一句, 你看我怎么样? 我当时的震惊和意外可想而知。 他就是这么浪漫, 绿情率性。 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和交往。 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 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 五线谱是偶然来的, 你也是偶然来的。 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 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女人 能够抵挡如此的诗意, 如此的纯情。 被爱已经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 而这种幸福与得到一种浪漫的歧视之爱相比 又逊色许多。 我们俩都不是什么美男美女, 可是心灵和智力上有种难以言传的吸引力。 我起初怀疑, 一对不美的人的恋爱能是美的吗? 后来的事实证明, 两颗相爱的心在一起可以是美的。 我们爱得那么深。 他说过的一些话我总是忘不了。 比如他说, 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 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 一点一点地尝他, 看看里面有多少甜。 这种天真无邪和纯真诗意令我感动不已。 再如他有一次说, 我发现有的人是无价之宝, 他这个无价之宝让我感动极了。 这不是一般的甜言蜜语。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把你看作是无价之宝, 你能不爱他吗? 我有时常常自问, 我就亦有何德何能, 上帝会给我小波这样一件美好的礼物呢? 去年十月十日, 我去英国, 在机场临分别时, 我们虽然不敢太放肆, 在公众场合接吻, 但他用尽搂了我肩膀一下作为道别, 那种真情流露式世间任何事都不可比拟的。 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别竟是永别。 他转身向外走时, 我看着他高大的背影, 在那默默流离一会儿泪, 没想到这就是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 小波虽然不写诗, 只写小说随笔, 但是他喜欢把自己称为诗人, 行吟诗人。 其实他喜欢韵律, 有学过诗的人说, 他的小说你仔细看, 好多地方有韵。 我记忆中, 小波的小说中唯一写过的一行诗是在三十二历里, 走在寂静里, 走在天上, 而阴晶倒挂下来。 我认为写得很不错。 这诗原来还有很多性被他画掉了, 只保留了发表的这一句。 小波虽然以写小说和随笔为主, 但在我心中, 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他的身上充满诗意, 他的生命就是一首诗。 恋爱时他告诉我, 十六岁时他在云南, 常常在夜里爬起来, 借着月光用蓝墨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啊写, 写了图, 图了写, 直到整面镜子变蓝色。 从那时起, 那个充满诗意的少年, 云南山寨中皎洁的月光 和那面涂成蓝色的镜子, 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从我的鉴赏力看, 小波的小说文学价值很高。 他的《黄金时代》和《未来世界》 两次获联合报文学大奖, 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 东宫、西宫或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并且该影片称为1997年 《嘎纳国际电影节》入围作品, 使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为 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这些可以算作对他的文学价值的客观评价。 他的《黄金时代》, 在大陆出版后, 很多人都极喜欢。 有人甚至说, 王小波是当今中国小说第一人, 如果诺贝尔文学奖将来有中国人能得, 小波就是一个有这种潜力的人。 我不认为这是异美之词, 虽然也许其中有我特别偏爱的成分。 小波的文学眼光极高, 他很少夸别人的东西。 我听他跨过的人有马克、 吐温和肖伯纳。 这两位都以幽默睿智著称。 他喜欢的作家还有法国的新小说牌, 杜拉斯、图尼埃尔、 尤瑟纳尔、 卡尔维诺和博尔。 他特别不喜欢托尔斯泰, 大概觉得他的古典现实主义太乏味, 尤其是受不了他的宗教说教。 小波是个完全彻底的异教徒, 他喜欢所有有趣的、 飞扬的东西, 他的文学就是想超越平淡乏味的现实生活。 他特别反对 赤尔尼雪夫斯基的真极是美的文学理论, 并且持完全相反的看法。 他认为真实的不可能是美的, 只有创造出来的东西和想象力的世界 才可能是美的。 所以他最不喜欢现实主义, 不论是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它主义 还是古典的现实主义。 他有很多文论都精疲之志, 平常聊天时说出来, 我一听老要记一句, 不行, 我得把你这个文论记下来。 可是由于懒惰从来没真记下来过, 这将是我终身的遗憾。 小波的文字极有特色, 就像帕瓦罗蒂一张嘴, 不用报名, 你就知道这是帕瓦罗蒂, 胡里奥一唱你就知道是胡里奥一样, 小波的文字也是这样, 你一看就知道出自他的手笔。 台湾李奥说过, 他是中国白话文第一把手, 不知道他看了汪小波的文字 还会不会这么说, 真的, 我就是这么想的。 有人说,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 指出理论家, 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 不除思想家, 而在我看来, 小波是一个例外, 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 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 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 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 他特别爱引证罗素, 这就是所谓气味相投吧。 他特别崇尚宽容, 理性和人的良知, 反对一切霸道的, 不讲理的, 教条主义的东西。 我对他的思路老有一种意外惊喜的感觉, 这就是因为我们长这么大, 满耳听的不是些陈词烂调, 就是些蠢话傻话, 而小波的思路却总是那么清新, 这是一个他最让人感到神秘的地方。 我分析这和他家庭受过冤枉的遭遇有关, 这一遭遇使他从很小就学着用自己的判断力来找寻真理, 从而找到了自由人文主义, 并终身保持着对自由和理性的信念。 不少人可能看过他写的《沉默的大多数》, 里面写到文革五度双方有一方的人咬下了另一方人的耳朵, 但是他最终也没有把那耳朵咽下去, 而是吐了出来。 小波由此所得的结论极为深刻, 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即使是在那么疯狂的年代也是难以违背的, 比如说不能吃人, 这就是人类希望之所在。 小波就是从他的自由人文主义立场上得到这个结论的。 小波在一篇小说里说, 人就像一本书, 你要挑一本好看的书来看。 我觉得我生命中最大的收获和幸运就是, 我挑了小波这本书来看。 我从1977年认识他, 到1997年与他永别, 这20年间我看到了一本最美好, 最有趣, 最好看的书。 作为他的妻子, 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失去了他, 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小波, 你太残酷了, 你潇洒地走了, 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虽然后面的篇章再也看不到了, 但是我还会反反复复地看这20年, 这20年永远活在我心里。 我觉得小波也会通过他留下的作品活在许多人的心里。 樱花虽然凋谢了, 但他毕竟灿烂地盛开过。 我想在小波的墓碑上写上死汤达的墓志明, 这也是小波喜欢的, 生活过, 写作过, 爱过。 也许再加上一行, 骑士, 诗人, 自由思想家。 我最最亲爱的小波, 再见, 我们来时再见。 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 一千年, 一万年, 再也不分开了。